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速度离合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开局榜地日升 第1227集 必然是有人逼他穿上红衣的 毕竟罗兰从来都不喜欢穿红衣的 但是这一切对于此时的陈昊来言 已经都不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来了 他将斩断他身上的枷锁 也会脱掉那刺眼的红衣 他飞进房间里 距离他是那么的近 咫尺之间的距离 总是容易产生愉悦的情绪 此刻他很兴奋 想给他一个惊喜 于是毫无预兆地忽然现出真身 从身后抱住了他 红衣女子身子顿时僵硬 明显被吓到了 陈昊的手却从他的小腹处沿着他两侧肋骨向上 红衣女子更惊 身上气势如红般的猛然变得汹涌 暴力而汹涌的光明能量聚集在他的手心中 显然 他以为遇到了色胆包天的贼 打算一张把对方拍死 宝贝 是我啊 陈昊嘻笑着 顺势捉住他的手腕 将他翻了一个身 直接搂进了怀里 而后 他毫不犹豫地 吻向他那软弹的唇 只是 当红衣女子转过来之后 四目相对之时 陈昊就发现 此女不是罗兰 她的眉眼是那么的美丽 她的唇是那么的软弹 她精致的脸颊上满是煞气 就连她身上的红衣 也在煞气影响之下 如同被血洗了一遍似的 真正的关键在于 眼前这个小妞 同样让她很熟悉 怎么是你啊 陈昊终于反应了过来 她立刻住嘴 向后弹跳出了三米多远 满脸惊愕地 看着眼前的红衣少女 你应该庆幸是我 红衣少女取出手帕 擦了擦被陈昊吻过的唇 咬牙切齿道 说换做别人 你这无耻狂徒 肯定已经被一掌拍死了 我从未见过像你 这么色胆包天之人 从背后刚出现 直接就 她的脸上飘过一朵红云 没有继续说下去 陈昊也尴尬地老脸通红 不服气地便解道 可是你怎么会在这 而且谁让你穿红衣 我哪天穿的不是红衣 红衣少女反问 你 陈昊想了想 好像从她认识她的第一天起 这个少女就一直穿各种款式的红衣 因为 此少女不是别人 正是裁决神殿的女教皇 叶红叶 名字 振过来念 倒过来念 都是叶红叶的叶红叶 酷爱红装的叶红叶 那种鲜血般的颜色 是裁决的象征 也是她的标志 同时呢 她和罗兰一样 都是修炼的光明神术 和罗兰有着十分相近的气息 也正因此 陈昊才会认错人 并把她的红装 错理解为了洗装 似是察觉到了她的想法 叶红叶继续对道 白痴 难道你不知道 西方大陆的人结婚 都是穿白色婚纱吗 这 陈昊顿时更尴尬了 话音一转 说道 但你怎么会在这呢 你不是 丘龙世界那边的人吗 为什么来这 罗兰呢 她在哪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 一起问 你让我先回答哪个 叶红叶抱着手臂 小脸微微赏扬 以及 你又不是我的上司 我凭什么一定要回答你 哈 陈昊顿时有些火大 他想啊 这个女人 总是如此的让人生气 以至于每次见到呢 陈昊总是忍不住生出一种 想将其恩导胖揍一顿的冲动 不过最后一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你 忽然 他冲着客厅右侧小门 弄了弄嘴 陈昊转头望去 正巧看到 罗兰他美女 已在门上 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金发仍旧如铺 衬托着他那比牛奶 还要白嫩的肌肤 陈昊冲上前去 宛如许久不见的思念 一朝爆发 双手抱着他 就是一阵的猛亲 可是 不知味毛 他却有些无法下嘴 更不知味毛 他总是觉得 有种怪怪的感觉 撕存了三分之一秒的时间 他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 因为 在潜入小楼的时候 他酝酿的感情 已经爆发了一次 结果却亲错了人 更因为呢 被他亲错那个人 此刻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双手怀抱于胸前 直勾勾盯着他 好似是在等着看 一个色胆包天的流氓 怎么欺负罗兰的 这未免也太尴尬了呀 他的感情 还能爆发个毛线要爆发啊 夫君大人 刚才您好像和叶姐姐斗嘴 斗得挺嗨啊 罗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说到斗嘴两字的时候 刻意地加重了一切 所以说 他说的斗嘴 那肯定是一种 更形象真实的斗嘴了 说不定啊 刚才他在书房里面 听到了所有的动静 也看到了所有的一切 糟了 刚才就被误会 这也太脆了 陈浩暗暗脚躁 我觉得咱们应该好好聊聊 罗兰脸上笑容更生了 笑得有些残酷 说吧 他猛地把陈浩拉入书房 哼的一声关上了门 也不知要对他动用 何等见不得人的酷刑 媳妇 陈浩张了张嘴 本打算解释些什么 谁知 罗兰直接堵上了他的嘴 陈浩惊了 瞪着了眼睛 关上门的罗兰 直接把他顶到了门上 恶狠狠地 把他逼入角落里 许久不见 这一刻 竟是他的思念 完全爆发了 他用力地抱他 他热情地吻他 幸福来得未免 太过突然了 前一刻 陈浩还以为 自己要堕入地狱呢 不料下一刻呢 就到了天堂 他心里美滋滋的 像是吃了蜜 心里不胜的欣喜 想我吗 他问道 想 想得要死 不但是想得要死 这一刻呢 也愉快地要死 而窗外的夏日 却炎热地 让人烦躁 巡逻的联盟军 汗流浃背 仍旧在辛苦的巡逻 阿波罗 骂骂咧咧地 握着自己 被伤红的脸颊 在这炎热的夏日里 在无人问津的 脑人角落里 和蚊子 叫上了劲 只是 辛苦巡逻 并被盯了满脸 大包的他 只怕错梦 都不会想到 陈浩 已经溜入小楼里 很happy地抱着 罗兰大小姐 正在训救呢 两久之后 枝鸭一声轻响 书房的门 被重新推开了 被罗兰收拾了 一顿的陈浩 重新走了出来 可是 也不知为何呀 明明看起来 像是被收拾一顿的他 此刻却笑眯眯的 脸上挂着 如沐春风的笑容 叶红叶很认真地 盯着他的笑容 而后 看了看手上的腕表 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三分二十秒 什么 陈浩没反应过来 他什么意思 没什么 他再次摇头 小声嘀咕 罗兰不是总说他属牛的 好像不是太行啊 陈浩终于反应了过来 脑门上顿时浮现黑线 很是冤枉地在心里狂吼 老子才不是三分二十秒 小爷我刚才什么都没干 顶多稍微亲热一下 说两句悄悄话 我跟罗兰不可能 在明知道外面有人的情况下 在书房里两三个小时不出来啊 不过这种话题啊 实在太尴尬了 这番话呢 陈浩也不可能真的吼出来 所以只能在心里狂吼 然后 他才意识到 叶红叶和罗兰的关系 好像有点不一般呢 按道 罗兰总说鼠牛的 这话他也跟叶红叶提 这时 罗兰也从书房内走了出来 刚巧听到叶红叶的嘀咕 脸色微红了一下 而后 他迅速恢复了正常 对陈浩道 介绍一下 他是 不用介绍 他是叶红叶 在孟兰王国的时候 咱们跟他打过交道 陈浩道 不 还是要介绍一下 罗兰却道 他是我姐姐 啊 陈浩瞪着了眼睛 他上上下下打量罗兰 又上上下下 扫射叶红叶 看着罗兰身上 明显的西方人特征 又看着叶红叶 标准的东方人相貌 眼睛不由越瞪越大 心想 搞错了吧 两个人不但血统不同 连画方都不一样 全是姐妹 干的 罗兰显然知道 他想错了 淡淡解释了一句 啊 陈浩松了一口气 但圣死轻的 我们从小就认识 罗兰又补充道 啊 陈浩又懵了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离合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入手 第1228集 按照他已知的情况啊 这叶红叶应该是 球龙士气的人才对吧 怎么可能和罗兰从小就认识呢 情况虽是如此的古怪 但是更古怪的是 陈浩竟然很快觉得 这件事情很正常 心里并没有多少违和感 好似叶红叶和罗兰 本来就该是姐妹似的 是的 他很久以前 就有这样的感觉 他依稀气的 在孟兰王国 与廖公子神僧的 无量斗法时 罗兰第一次 见到了叶红叶 那时他便说 对叶红叶 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好似遇到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 叶红叶与他独处时呢 也不止一次警告他 一定要照顾好罗兰 这种关系呢 分明像极了姐姐 对妹妹的关系 忽然 陈浩想到 罗兰好像还说过 童年时期呢 他确实有一个 相伴成长的姐妹 后来因为某件事 发生了一些 很不幸的事情 然后那个玩伴便消失了 这难不成 那个所谓的童年姐妹 就是叶红叶 叶红叶童年就穿越了 陈浩狐一地看着叶红叶 暗自想着 怎么感觉 这小娘们身上的秘密 挺多的呀 看什么看 不服气吗 以后要叫姐 叶红叶瞪了陈浩一眼 休想 陈浩撇了撇嘴 习惯性地进入了斗嘴模式 然后他迅速插开话题 因为相较于 叶红叶的身世与来历 他更关心的是 罗兰身上发生的事情 万神盟要跟神语司连依 他周没问到 神语司主教逼你的 不料 罗兰却摇了摇头 并没有那么简单 啊 陈浩的眉头 皱得更紧了 阿波罗去找主教 大人求婚时 许诺了一块石头 罗兰呢 陈浩的眉间 猛地挑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那必然不是平凡的石头 也肯定不是什么 值钱的宝石 而应该是 很特殊的那种石头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莫非那块石头是 陈浩有些难以置信 不错 那块石头正是 大地遗留的第六神石 秩序之石 罗兰答 竟然真的是 尽管已经知道答案了 陈浩仍旧觉得有些不太真实 毕竟 六块神石之中 每一块都无比珍贵 得到每一块都相当不容易 真正的关键在于 他目前已经拥有了 宁静神石 极异神石 天元神石 黑暗神石 混乱神石 等五块神石 若再得到最后那块 代表秩序的力量的神石 那大地留在世间的六块神石 就全部被他集齐了 若六块宝石集齐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能不能召唤出神龙呢 还是会出现一个魔鬼呢 亦或者六神石之力加深 将让他得到 更加强大无敌的能量 没人知道答案是什么 陈昊不由得期待了起来 阿波罗用那块神石做聘礼 主教很感兴趣 自然就答应了 罗兰道 我知道你也会对神石很感兴趣 所以也答应了 你觉得他真的会乖乖 把神石当聘礼送出去啊 陈昊问 罗兰道 但只有我们答应了 他们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露出更多的破绽 已让我确定神石所在的位置 可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是想对付我 陈昊道 所以我才要答应他 罗兰看着他的眼睛 因为你肯定会来见我 陈昊细细品着这话 片刻后笑了起来 因为这件事啊 实在是很有意思 非常的妙 阿波罗拿出了神石 以神石为诱饵 迫使神密斯答应婚事 目的是为了对付他 罗兰知道神石的重要性 主动跳入陷阱里 就是为了等他 让他过来 陪他一块抢神石 我当时也有过犹豫 担心你会中他们的圈套 罗兰柔声道 但我知道 如果你得知了神石的消息 以后肯定还是要来 倒不如将计就计 把你早些引过来 仅此而已吗 陈昊却问 当然还有 罗兰轻声道 我想早点见到你 陈昊不说话了 与他对视 陈昊的气氛 又变得柔和美丽起来 叶红叶却突然咳嗽了一声 二人顿时尴尬 这才意识到啊 在房间里面 还有一位干姐姐呢 你们要互相放电 可以等谈完正事之后 叶红叶淡淡地说道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 十有八九 那枚神石就藏在贝克城堡之内 哼 你们怎么知道 陈昊不解 叶红叶反问 难道你就不奇怪吗 万神盟掌权者和神域司圣女大婚 举办婚礼的地点 为什么不在联盟庄严的大礼堂 而要选在这么一个 并不出名的古怪城堡里 是挺奇怪的 陈昊的 但是不是因为他们提前在城堡 布置了机关打算对付我吗 既然他们有信心 要在这个地方对付你 可见阿波罗对这座城堡 是很有信心的 在他眼里 这里肯定是个无比安全的地方 叶红叶的 那你猜 那枚神石他若不随身携带 会藏在哪个安全的地方 陈昊赞叹不已 嘖嘖称奇 他发现身边的小妞 一个个的都不是一般聪明 只用这么少的信息 就能推理出这么多有用的东西 想不到你还真聪明 他很难得地夸赞了叶红叶两句 至少不像你那样白痴 叶红叶再次不客气地怼他 陈昊出奇地没有气恼 因为和这个张口闭口就要说他白痴 说他流氓 以及说他是普天之下 最不要脸之人的女人聊天 太在意对方说的话 很轻易地就会被对方给气死 于是面对叶红叶的人身攻击 他气定神仙 看着少女那软弹的红唇 很是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这只是一个很随意的动作 好似没有任何的意义 可是叶红叶却分明发现 陈大流氓 在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满脸的得意 他虽然没有说话 却用动作在说话呢 他在说 嗯 我是很白痴 可是你却被白痴给亲了 而且不止一次啊 叶红叶 面红耳赤 顿时被气了个不轻 他就搞不懂了 陈昊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这么不要脸呢 陈昊仰着脸 脑子里一些回味着 仙千那一闻的感觉 以及更遥远的过去中的某一天 一花园里 满树海棠开得红眼如火 他把身着血红色神袍的女教皇 搂进怀里 然后 除了想起一件混账的往事 陈昊同时想到的还有 当时他和女教皇的约定 忍不住问道 对了 你遇到他了吗 这问话眉头为脑的 神奇的是呢 叶红叶竟瞬间明误了 陈大流氓在说些什么 因为他永远都无法忘记 这货那无耻的行径 更无法忘记 这货流氓的亲了他一口 并说 若是有朝一日 神秘的你遇到神秘的他 就把这个吻带给他 然后 叶红叶想了起来 那个他 似乎对陈昊来说挺重要的 想了想后问道 听说他是你的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未婚妻 陈昊点了点头 叶红叶纤细的手指在红唇上清点 那真是抱歉 他先被我清了 还真的 陈昊瞪着了眼睛 毕竟你的未婚妻那么美 实在让人忍不住啊 他故意地用狠转的语气说 我想那应该还是他的初吻 陈昊总算是明白了他什么意思了 虽然叶红叶是女人 虽然他知道这件事情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当他听到美丽的小悠姐姐 真的被这女流氓给亲了之后 还是觉得好生的气恼 他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恶狠狠地盯着叶红叶 叶红叶丶丝毫不怂 俨然一副 陈昊敢动手啊 他就敢和陈昊大干异常的姿态 二人互相对视着 如同针尖对脉盲 无耻欲流氓 眼看着就要动手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 忽然 有刺客 快来人 抓刺客 窗外猛然传来阵阵喧闹之声 巡逻护卫们刺激而动 强大的气息 从城堡四周的角落里 相继涌出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榜定日生 第1229集 陈昊吓了一大跳 还以为是自己行踪暴露了 心中可是纳闷 走到窗前向外远眺的时候才发现 竟然还真的有一位黑衣刺客 今日除了他偷偷潜入城堡之外 竟然真的还有第二个人潜了进来 说来这事实在是有些巧合 但是很明显的 那黑衣刺客并没有陈昊的本事 也没有陈昊的好运气 万道璀璨的光芒构成了一个繁龙 他一不小心被阵法给困住了 阿波罗带着城堡内的强者 兴奋地围了过去 陈昊对这件事呢 本不在意 直到阵法中能量波动 如狂风般肆虐 吹落他猛脸的黑纱 陈昊看到了那成青的毛子 看到了他熟悉的容颜之后 整个人顿时呆住了 因为那人不是别人 而正是冷小幽 陈昊如遭雷击 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女子 冷小幽 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冷小幽了 也不知是上天的愚弄呢 还是冥冥中的注定 他和他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错过彼此 他在苍穹市等的出现时 他在天边忙碌 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找他时呢 他却去了武神山界 又去了球龙世界 他去了球龙世界 遇到叶红叶 而他又返回了蓝星 然后他去了极北 又去了魔界 他依然有自己的忙碌 他没想到 会在这种时候看到冷小幽 更没想到 会在这种时候看到他 他忽然想起 冷西也曾说 他正在寻找第六个神石 而叶红叶刚说过 秩序神石 应该就藏在城堡的某处 于是他的出现呢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些对此时陈昊而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被抓了 武神的能量从陈昊的体内涌出 他拉开窗户 想也不想的就要跃出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的一只手就把他拉回了现实 现在不是时候 叶红叶答 可他就要被抓了 陈昊呢 我必须 叶红叶向窗外看了一眼 听着窗外那些声音 红尘微起 猛地堵上了陈昊的嘴 嗯 陈昊想要说的话 化作了无意义的乌叶声 他瞪大了眼睛 看着近在咫尺的女人 二人在极尽的距离下对视 仍旧是针尖对脉盲 各不相扰 但那软弹的红唇带来甜蜜的暴击 终究让陈昊冷静了少许 他清晰听到了外面那些混乱的声音 抓到他了 抓到他了 有人在叫嚣 可怎么是个女的 不是陈昊吗 有人却陷入了疑惑 陈昊了 怎么不是陈昊 阿波罗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然后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事情 大叫了一声糟了 气急败坏地对人们吩咐他 大家小心 可能是调虎离山 这女贼可能还有同党 说不定他是故意被人抓到 故意制造混乱 好让其他同伴趁机溜进来 陈昊 他的同伴之中说不定就有陈昊 所有人提高警惕 给我搜 陈昊有可能就躲在城堡的某处 一声令下 数千被精心挑选的联盟高手 如四散鸟兽一般的奔向城堡的各处 你若此时出去 我和罗兰就会暴露 联盟 房间里 叶红叶终于住了嘴 脸色微红喘息 联盟就会知道 我们见过你 轻柔的呼吸拍打在陈昊的脸上 陈昊看着他微红的脸颊 感受着他喘息时 微微起伏的胸膛 这一刻想必是极为诱人的 用亲亲的方式让人冷静 这女教皇的手段呢 也真的是够了 但是此时的神号呢 却明显无暇感受这些 也无暇吐槽这些了 因为 仅仅在夜红夜话音刚落一瞬间 小楼上就响起了敲门声 同时响起的 还有阿波罗那可恶的喊叫声 开门 开门 有没有刺客藏在这儿 而后便是暴力砸门的声音 喷哪声 门被强行砸开了 陈昊和夜红夜对视一眼 无暇多想 也没有时间在意 此刻抱在一起多么的不雅 顺势翻进了书房 毕竟 若让阿波罗知道 陈昊就在这里 并且已经和罗兰见了面了 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无论是想要偷偷寻找神识 还是想要做些别的事情 都将前功尽弃 与此同时 随着房门破烂 阎沉死起 阿波罗带着人 已经闯入客厅之内 砸我的门 你是想找死吗 罗兰不悦地说道 阿波罗却不理他 目光如刷子一般地 上上下下地 把房间扫视了一遍 而后问道 敢问叶姑娘去哪儿了 书房 罗兰淡淡等 阿波罗的目光 落在书房紧闭的房门上 心不走了过去 你确定 真的要打扰他看书 罗兰又等 阿波罗停下了脚步 脸上表情变得有些僵硬 因为他无比清楚 这个女人有多么的难缠 更清楚 这个女人有多么的暴力 他一度怀疑 叶红叶是男人的心 女人的身 啊不 说她是男人的心呢 简直是对他的抬举 准确来说 他觉得叶红叶这个女人 根本就是宝君的心 处之则怒 但是 犹豫再三之后 他还是向房门 紧闭的书房 走了过去 不进书房看上一眼 他终究无法安心 万一陈昊真的来了呢 万一陈昊就在书房里呢 他和神秘老人付出那么大代价 不惜以神师为诱饵 甚至不惜以他自己的命为诱饵 就是为了除掉陈昊 他绝对不能允许陈昊 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 只要他找到了陈昊 隐藏在暗中的神秘老人 总能帮他侵入陈昊的 于是 他小心翼翼的 一步一步走向书房 而后缓缓举起手掌 举起能量 打算哄下房门 就在这时候 房门猛的打开了 一道红色的影子闪了出去 秀气的拳头 映照着成绩的血光 阿波罗大师一惊 举掌相迎 却被前进 腾腾腾的震退了好几步 脸色铁青 叶红叶 他看向那红衣少女 暗自运用审理 治疗自己 那被震伤的手臂 几天不见 你的修飞又进步了 哦 是吗 叶红叶淡淡拼了他一眼 那就更好了 以后揍你就更加方便 省力了 我无意跟你为敌 他的脸色更加铁青 那你来砸我的门 叶红叶冷笑 城堡来了刺客 我是这个城堡的主人 有责任抓获那些闯入者 阿波罗道 你的意思是 我刚才和一个刺客 共处一世是吗 叶红叶冷朗地看着他 但你敢让我搜查吗 阿波罗不依不饶 请便 叶红叶无所谓地点头 阿波罗向书房内张望了两眼 抬脚又要入内 忽然 报 西区一切正常 没刺客 有汇报的声音从楼下传来 南区正常 没人见到刺客 北区正常 东区正常 正常 阿波罗被手下的汇报声给吸引到 本打算去书房的他 却掉头走出了客厅房门 对众人道 没有更好 保持警惕 继续巡逻 是 众人听令 迅速离去 叶红叶却看向了已经离开房门的阿波罗 怎么 又不搜我的书房了吗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多虑了 阿波罗一边忍受着手臂被震伤的痛苦 一边说道 你的书房怎么可能藏人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跟你这种暴力狂共处一世 毕竟就算是刺客什么的 终究也怕死 叶红叶没理她的饥房 当然 更大的可能是从一开始我就多虑了 或许那个女刺客并没有同堂 但是这些都无所谓 他忽然露出了邪美猙獰的笑容 她好像还挺好看的 今晚我会审问她 或许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她是故意这么说的 或许她仍旧觉得陈昊就在这房间里 也可能是她怀疑罗兰和叶红叶认识女刺客 但是不管为什么 她的声音都是那么的让人恶心 猥琐地让人愤怒 啪 忽然房间内清晰响起了一声脆响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人愤怒地捏碎了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已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开局绑定日神 第1230期 什么声音 听到忽然响起的碎响 阿波罗等时一惊 警惕地望向了房间的各处 只见 一块破碎的玻璃 从小门上掉了下来 门是阿波罗砸门时候弄破的 玻璃也早就破了 只不过是有一小块 粘在了玻璃框上 直到此刻 才莫名其妙地掉下来而已 原来这是一块玻璃 阿波罗摇了摇头 他觉得为了抓住程浩 自己可能是有一些过于神经质了 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因此他决定 趁着去审问女刺客的时间 好好放松休息一下 静自离去 片刻之后 待到阿波罗完全离开之后 用仙术藏起来的程浩 这才重新显露身形 仙术可以千变万化 阿波罗是不可能找到他的 但是 在成功骗走了阿波罗之后 这次他却没有什么成就感 反而是显得有些沉默 脸色阴沉 罗兰拉起他的手 想要安抚他几句 却发现 不知该从何说起 他很久之前 就听陈浩提过冷小悠 听他提过小时候那些相依为命的故事 此时冷小悠陷入危险之中 他自然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不用担心我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么浅显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刚才这么近的距离 我没有直接杀他 不到必要的时候 我不会乱动手 陈浩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 沉生说道 但是他迟早要死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 接下来该如何应付 罗兰道 怎么应对 叶红叶看向陈浩 很不厚荡地说道 是啊 该如何应对呢 某人这次真的要大伤脑筋了 毕竟被抓走的人 是青梅竹马的情人大姐姐 另一边也是自己的媳妇 如果你立刻去救冷小悠 罗兰这边就会有麻烦 如果你要先把罗兰 带到更安全的地方 万神蒙的人必然震怒 冷小悠那边会有麻烦 神识的事也要泡汤 唉 真是好难选啊 叶红叶一手符额 很是同情地继续说道 陈浩 这次啊 我都替你上脑筋 不得不说呀 叶红叶这个女人呢 挺烦人的 她从来不会放过 任何打击陈浩的机会 陈浩却很少见地没搭理她 因为 常如叶红叶讲的那样子 这个问题对她来说 真的是很棘手 她不可能不管冷小悠 也不可能不管罗兰 但是 她又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啊 有什么难选 罗兰直接了当地说道 是有轻重缓急 当然是先救小悠 叶红叶插话道 莫非你的意思是 在她的心里 你应该要轻 不 我的意思是 她那边更急 罗兰却看向陈浩 很是认真地说道 你要清楚 婚礼两天后才会举行 两天之内 我没有任何威胁 冷小悠的威胁 却在今晚 甚至就在现在 她等不起 何况 我是沈玉思的人 是联盟总部的一部分 他们再怎么过分 也不敢真把我怎么样 冷小悠的情况却不同 她说了很多道理 陈浩能懂她的道理 却保持沉默 因为她更懂 道理终究只是道理而已 而事实的发展呢 在很多时候 却是不讲道理的 比方说 她本觉得这次 来贝克城堡的事情 会很轻松 却没想到 冷小悠是这样的 毫无道理的出现了 所以 不管罗兰有再多的道理 终究是把自己 摆在了比较危险的位置上 这是最佳的方案了 除此之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 罗兰继续说道 神态竟然比陈浩还要着急 因为她理解陈浩 并深刻地知道 如果冷小悠真出了什么事 陈浩会有多么的难过 陈浩也知道 是时候当机立断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 她说道 在你回来之前 我不会有事 罗兰请她放心 陈浩点头 要与她分离 却又忍不住再次回眸 二人深情地对视着 仿佛能从彼此的眼睛里 看到光芒 万丈的光 将一旁的叶红叶 映成了一个灯泡 诶 等等 她叫住了要走的陈浩 又怎么了 陈浩问 这么急匆匆地走 你要去哪里找冷小悠 你知道她被关在哪里吗 叶红叶问 难不成你知道 陈浩反问 最近几天 我一直在暗中寻找神石 城堡里大大小小的地方 几乎快被我翻遍了 自然知道主城堡的地下 藏着一个隐秘的地牢 一边说着 她一马当心地走出了房门 其中代表的意思呢 不言自明 陈浩有些意外 她本以为叶红叶又要打击她 却没想到啊 这个总是很凶的恶女人 竟然 喂 你还在磨叽什么呀 跟紧我 我带你去地牢 叶红叶催促道 不会跟丢的 陈浩看着她背影 叶红叶不再言语 趁着巡逻队转身的奸细 身心如同一道红色的光线一样 射出去 陈浩的身形则是更加迷茫 以她的本事啊 即便是当着巡逻队伍的面飞过去 对方也未必能发现得了她 二人前进速度都很快 陈浩一直坠着她的背影 在机关重重的贝壳城堡里穿行着 一路上 陈浩越是深入城堡内部 便越是心惊 阿波罗为了对付她 这一次可谓是大费苦心 到处都是阵法 到处都是机关 一处连着一处 而且大部分以警戒作用为主 以她的修为呢 不害怕被那些所谓的机关阵法所伤 却很担心 在这种结果眼上 弄得满城堡都是风雨 警报大作 好在啊 一切正如叶红叶所说那样子 经过几天探索 她早已经对那些阵法了然于凶了 清楚记得那一条条复杂的安全路线 于是只用了短短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陈浩便安全通过了数百个 作用不同的连环机关阵 看到了一闪门 陈浩敢打赌 如果没有叶红叶的帮助 即便是他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找到贝克城堡的秘密地牢 叶红叶干净利落地干掉 门前两个倒霉的守卫 将那闪门推开之后 说道 就是这里了 这里就是地牢的入口 陈浩站在门前 看到了幽深的黑暗之中 有一个盘旋向下的楼梯 楼梯不知有急许的深 一眼睛看不到尽头 仿佛沉入了深渊 人常说 经常凝望深渊的人 常常被深渊吞噬 经常凝望深渊的人 常常被深渊所吞噬 这似乎是一句折言 其实呢 也更像是一种视觉体验 看着没有尽头的黑暗深渊 不管是谁 都会生出一种不安感 地牢深处我还没探索过 夜红夜道 可能是你修行光明神术的缘故 我对这种没有光的地方很忌讳 所以后面的路 就无法帮你了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陈浩由衷说道 若非有你帮忙 先前的那段路 我要面对很多困难的 有意思 夜红夜嘴角微翘 像你这种流氓 什么时候也学会与人客气了 主要是我没想到 像你这么凶恶的女人 也会这么好心 陈浩反讽道 我只不过是担心你小子太笨 一不小心悟出了机关不说 还要连累我和罗兰 以及 说到此处 夜红夜雨气微顿 很是气人的说道 冷小幽毕竟是被我亲过的女人 我可不想她被人欺负 尤其是不想她被某些恶心的人 用某种恶心的方式欺负 又是如此气恼的语气 可是陈浩这次却初期的没有气恼 因为这次她和她 有着共同的想法和立场 她也绝对不能允许 冷小幽被欺负 小心点 夜红夜凝视着深渊 忍不住再次叮嘱 老实说 深渊给我的感觉很不安全 里面可能藏着一些 不为人知的可怕东西 这才是我迟迟没有探索深渊的原因 啊 陈浩点了点头 本想调小她两句 这世上竟然也有她不敢去的地方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31集 可是就在这一时 忽然拐角出拐篮了一对巡逻军士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 那一对巡逻军士 眼睁睁地看着 陈浩和夜红夜 站在地牢入口前 而后 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 他们张大了嘴巴 即将惊呼出声 队长更是连忙 把一个口哨 塞进了嘴里 胸膛剧烈鼓着 要去吹哨 可以想象 下一个瞬间 那些声音就要传来 整个贝克城堡 将再次陷入混乱 夜红夜转过身来 看着那些联盟军士 目露杀意 但是 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他杀人速度再快 终究需要时间 而在杀人时 敌人的惨叫声 更加难以避免 此时 他看着张大了嘴巴的敌人 甚至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胸腔在如何鼓动 声弹又在如何的震动 寂静的城堡里 即将响起无数道声音 然而 就在那时间 本应该想起的瞬间 四周却是诡异地陷入了安静 军士们尽管张的嘴巴很大 却是无法发出一丝的声音 他们甚至无法呼吸 无法让自己身带震动半分 因为 他们所处的时空被静止了 夜红夜转自由地穿梭在 静谧的时空里 信手牵出一条如血的细线 那条细线呢 在相同的一瞬间 割裂了无数人的声带 也割断了他们的脖子 足足十几颗头颅 一起飞了起来 鲜血如江一般的喷洒 然后他才发现 那些头颅并没有落回地面 就连鲜血 也是很不正常地悬浮在空中 时空是被静止的 头颅在静止的时空里 是受了他的外力 才废起来的 所以他有些无法分清楚 这一次 究竟是他出招够快呢 在所有人没有发出声音之前 就全部干掉了 还是陈昊那丝 先静止了时空 但是都无所谓了 他甩了甩手 盛光化作了净化的火焰 瞬间将血液蒸发 将尸体焚烧上了虚无 陈昊也在同时 恢复了时空的正常秩序 而四周呢 却已经空空如也 好似那十几个 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巡逻队伍几乎每两分钟 就会路过一队 夜红夜道 我们不能在这里夺待 是 我也没时间跟你先聊 陈昊道 但是巡逻队失踪了十几人 这件事肯定瞒不过去 你 你们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 巡逻队的人失踪了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顶多猜到又有刺客了呗 有什么稀奇的 反正今天已经有一次刺客了 夜红夜无所谓地说道 只要那个刺客不是你 并且不是从我们房里溜出来的 那就和我们没关系 懂了 陈昊点头转身欲走 不送 夜红夜同时转身 向反方向走去 等等 陈昊却再次叫住了他 夜红夜眉头皱起 有些不悦 心想 这货怎就这么的磨叽 我从不喜欢杀人 也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美感 但是你杀人的时候 还挺好看的 陈昊的声音传了过来 好看 夜红夜神情微顿 心中有些异样 他转头去看陈昊 只可惜啊 此时陈昊的身影已经不在 什么鬼啊 他竟然说好看 真是好古怪的形容词 他喃喃自语 他不屑一顾 他仍旧潇洒 转身离去 只是 他并没有发现 强悍如他 在听到这种夸赞时 内心深处还是涌现出了一抹 特殊的悸动 悄悄地红了脸颊 因为在女俏黄和强悍的人生中 几乎没有人敢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 地地深处 夜明珠散发着幽暗的光 女刺客人呢 阿波罗冷冷地问道 回答着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没有立刻带到祭坛献祭 暂时锁在您房间 等待您连夜审问他 那小丝回答 说到此处 他露出特有的猥琐笑容 忍不住再次补充说道 他长得可真漂亮 大人 您今晚 话音未落 啪了一声 阿波罗一巴掌将手下抽飞 冷冷地道 混账玩意儿 我是那种人吗 这 那小丝不有的蒙了 我说过多少次 现在是特殊时期 一切已抓到陈浩为主要目标 我要审问那个女刺客 只是觉得她很可疑 说不定和陈浩有关系 阿波罗怒吃的 都给我打起精神 陈浩是我最大的敌人 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玩忽直手 整天乱想些不该想的 小心我让她全家不好过 是 那小丝吓得是浑身颤抖 再也不敢多想 阿波罗冷哼一声 向自己的审讯师走去 暗自在心中想着 真蠢 我阿波罗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更不是没见过女人的人 是的 在这方面呢 阿波罗的确有其骄傲的资本 毕竟啊 她不是小人物 她是联盟最大的那个人之一 她是神 她若喜欢女色 随时都能弄到许多 千年以来 唯一能让她弄心的人呢 也只有雅典娜而已 她怎么可能随便招待一个女刺客 就要自降身份的 把人怎么怎么样呢 只是 当她走到审讯室的门前 隔窗向女刺客看了一眼后 立刻就改变了原本的想法 因为她发现 这小丝说的是对的 那个女刺客还真的美得 有些反规 阿波罗呆住了 静静地站在审讯室的门前 隔窗看着那个女子 她怎么可以那么美 区区一个人类 怎么可以这么美呢 抓到冷小悠的时候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陈浩的事情 根本没时间细看这位美丽刺客 此时细看呢 阿波罗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敢相信这世间竟会有这样的女子 她穿着黑色的衣裙 紧致的黑衣勾勒着她完美的身材 但是她的美丽却不在于身材如何完美 甚至不在于她的五官如何精致 脸蛋如何的漂亮 而是在于呢 那一身黑衣明明很普通 明明就是普通女刺客们都会穿的款式 可是穿在她的身上 却愣是有了一种宛如黑天鹅一般的高贵气质 那气质是高贵吗 不 绝对不是高贵那么简单 阿波罗不知见过多少贵族 不知见过多少所谓的高贵的女子 却从未有一个女子 能如眼前这个女刺客这般特殊 这般的身胶肉贵 此时她很疲倦 斜靠在墙壁上宛如虚弱地睡着了一般 可是她的眉头却仍旧不实骤气 宛如一位为天下而忧虑 为人间不停忙碌的女圣人 又像是幽国幽民的人均 她似乎总是很忙碌 她似乎时常很疲倦 那种疲倦和忧虑 呈现出了一种动人的 为贪然而忧虑的伟大的美 是了 恍然间呢 阿波罗突然懂了 她身上的贵气到底是什么了 那是一种真正的神圣的光辉 一种宛如救世主的精神特质 女救世主 阿波罗冷笑起来 她不明白 自己为何从一个女刺客的身上 看到了宛如救世主一般的伟大的美感 但是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呢 在这一刻 她完全被吸引住了 那种伟大的圣洁的 仁爱的 洁白的 坚定的 不能侵犯的美感 深深刺激到了她邪恶的心 于是 她隔窗看着她那娇弱的身体 看着她黑色裙板下 光洁的小腿 看着她昏迷时 无意是轻轻敞开的腿 心中忍不住 生腾起了邪恶的火焰 把一位像救世主一般的女子 压在身下的是什么感觉呢 将这圣洁玷污 将她的坚强摧毁 甚至将她征服 又该是多么的让人愉快呢 邪念宛如烈火 焚烧着她的身心 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 手掌竟然忍不住又扇抖了 受心里紧张的冒汗 这一刻 她的感觉太强烈了 她很多年 可能几千年 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她再也无法忍耐了 一秒钟都不想忍耐 她冲进了房间 抓住了她的腿 盘旋的楼梯 不断地向下延伸 楼梯下 仍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陈浩沿着楼梯 不断向下奔跑 渐渐地有些烦躁 她搞不懂 为何地牢楼梯 有这么长呢 好似没有 尽头一样的长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女武神 第1232集 时间在毫不流行的流逝 每过一秒钟 她的心便急躁一分 因为她根本无法想 在这深不见底的黑暗中 棱小悠 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预警 于是 她不自觉加快了脚步 逐渐地放开速度 也放开对这陌生环境的忌惮 让自己速度越来越快 可是 尽管如此 尽管她自信自己此时速度 比升空的火箭更快 可是深渊却像是无敌一般 无论如何 也让人无法看到尽头 没有人敢凝望黑暗的深渊探久 因为深渊是无底的 代表着无尽的堕落 陈浩抬头向头顶仰望 却发现此时 无论是抬头还是低头 缩到之处都是深渊 她已经身处深渊深处了 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 仿佛都不会有尽头 她觉得自己就像一颗流浪的星球 迷失在了广袤无垠的宇宙中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 地牢的楼梯不可能真的如宇宙那么长 地底的厚度也是有限的 以陈浩那边迅速速度一直往下走 此刻足以走到沿江层了 所以这是阵 它被阵法困住了 这座阵由楼梯和深渊构成 简单却又强大 它的简单在于呢 楼梯只向两个方向 向上或向下 它的强大在于 对于深陷深渊的人来说 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摇望 都只能看到无尽的深渊 深深地陷入痛苦和绝望 可是陈浩没有绝望 他无下痛苦 无下绝望 他的心很胶着 他不知道冷小游怎么样了 但是冥冥之中 他有种预感 他动作再慢些的话 肯定会有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的 所以当他意识到楼梯有些问题之后 几乎连考虑都没考虑 便纵身一跃 舍弃了楼梯 跃向了深渊最深处 是的 没有人敢凝视深渊太久 更没有人敢主动扑向深渊 但是陈浩怎么做了 在这让人不安的深渊阵法中 楼梯是唯一的依仗 是安全感的源泉 似乎只有不停沿楼梯奔跑 才不至于过于恐惧 可是陈浩却义无反顾地 把唯一的楼梯也给舍弃了 哪怕他根本不知道 深渊的底部 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等待自己 他勇敢地遵循了自己的心 而非遵循别人画出来一条线 沿着那条线或者楼梯走 于是他纵身一跃 迈出了阵法的限制 到达了彼岸 抵达了尽头 咚的一声 他落在松软土地上 冲击力并不太强烈 地上也没有被他砸出大坑 陈浩估摸着呢 这所谓深渊呢 深度可能连二十米都不到 没了阵法的影响之后 简直浅地让人发笑 这是真正的地牢 他迅速适应了幽暗的光线 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 地牢里守着很多人 戒备很是森严 陈浩警惕地前进 寻找关押冷小悠的地方 但是那阴冷潮湿的地牢里 似乎并没有他的身影 忽然他无意中地回眸 看到了远处的一座房 整个人却猛地呆住了 黑暗的地下世界里 那座房灯火通明 看起来很是显眼 更显眼的是呢 紧闭的窗帘布上 在光影照耀之下 映出了房间里 两道模糊的影子 那影子尽管模糊 陈浩仍旧认出了 冷小悠那娇好的身材 认出了他温柔的长发 同时他也认出了 阿波罗那可恶的身影 更可恶的是 影子里的两个人 似乎抱在了一起 冷小悠被阿波罗抱着呢 黑暗 一瞬间 陈浩的眼前 只剩下了黑暗了 仿佛整个世界都黑暗了 透过模糊的影子 他并不能准确看清楚 那两个人 究竟处于什么体位 但是仍旧可以猜到 冷小悠想必很虚弱 甚至处于半昏迷之中 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阿波罗那个混蛋呢 确实凑得那么近 连仿佛要贴在他的脸上 肯定不可能是 为了讲故事给他听的 那个混蛋 说不定正在亲他呢 说不定 还会有更加可怕的事情 正在发生 混蛋 陈浩的心 瞬间被刺痛了 这一刻 他痛得想要发疯 毕竟 冷小悠是他从小就发誓 一定要好好对待 一定要得到的女人 他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眼睁睁地 看着他被人欺负呢 混蛋 他眼睛红了起来 在愤怒情绪大动下 全身磨气 不受控制的温柔 谁 谁在那 来人 有刺客 人们被那强烈的磨气吸引 一个一个拔出了武器 如潮水一般的涌来 可是陈浩却恍若未闻 也视而不见 他只是盯着窗帘之上 那些模糊的影子 不顾刀光与剑雨 向影子冲了过去 他脑子里面 不断浮现出关于他的画面 回想着他的身影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切有我呢 小时候 每当他把事情搞砸 他总会这样说 你们学院还真是没有眼光 小弟别怕 老姐去给你评理去 每当他在学院里 遇到挫折 他总会这样说 你要等我 我要去苍穹市看你 每当他想念了之后 他也总是这样说 想娶我当老婆 好呀 那你要快点成为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才行 他总是那样忙碌而神秘 可是他对他呢 却总是那样的温柔且关爱 他和他相伴成长 似情侣 似姐弟 似家人 他与他总是聚少离多 却早已经真真切切地 把他当作了生命之中 最宝贵 最柔软 最美好的一部分了 现在 他终于顶天了 立地了 世界上 再找不到三个 比他更强的人了 他终于有资格娶她了 可是 此刻他心中 无比美好的他 却正在被见他 他觉得心好痛 喉咙里发出如野兽的低口 四周响起震耳的轰鸣声 无数刀枪剑戟 都被他凶猛地震断 一个一个联盟强着倒下 同时倒下的 还有小卧的墙壁 陈浩撞入疯狂地 撞入房间里 瞬间出现在阿波罗身后 右手如刀子一般地 扎进了阿波罗后心 五指病龙 死死握住他的心脏 而后 残忍地转出来 捏成碎泥 似乎 唯有残暴 唯有残忍 唯有将对方碎尸万段 才能烧解他心头之恨 然后 他才意识到了一些 不对劲的地方 一切都太简单了 他从远处冲来速度 固然很快 但是阿波罗 不应该毫无反应啊 除此之外 陈浩觉得 阿波罗的身体太脆弱了 身为一个神灵 神体不应该如此脆弱才对啊 他的手插入阿波罗后心的时候 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神力的阻挡 显得是极为不正常 最不正常的是 整个过程呢 阿波罗没有惊呼 也没有惨叫 他把阿波罗心脏拽了出来 阿波罗却连哼都没哼一声 安静的就像是一具尸体 不仅仅是像 可能本来就是尸体了 即便是不是尸体 至少也延延一息了 因为当陈浩去看阿波罗正脸的时候 才发现 阿波罗的右眼上 插着一只漆黑的匕首 那匕首是棱小悠刺进去的 从阿波罗的眼窝直观大闹 这一切都和陈浩想象的不太一样 棱小悠的衣服很整洁 连头发也一丝不苟的 他的眼神里 更是不曾有半分的慌乱 显得极为镇定 仿佛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 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在陈浩进门之前 阿波罗就已经被他杀死了 尸体就扶在他肩头 在灯光照耀之下 若从外面看来 就像抱在一起的两个影子 所以 他妈的 这是什么鬼情况 陈浩看着安然无恙的棱小悠 看着那柄匕首上 泛着冰冷而盛洁的光辉 看着强大的姐姐 冷傲又震惊的小模样 忽然觉得好生幸福 对这个世界也是好生的满意 阿波罗却不会这么想 神灵的声明力极为强大 哪怕被匕首贯穿大脑 又被陈浩捏碎心脏 他也仍旧保持着最后一丝意识 他翻了翻左眼眼皮 看了看出现的陈浩 又看了看冷小悠 心中满是不甘 他本可以不用死 但是他太大意了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33集 刚刚训斥过浩斯的属下 一切以对付陈浩为主 不能松懈 不能大意 不能有杂念 可是 他看着美丽圣洁的人间角色 看着面前 那种旧世主一般的 落难女圣人 却没能忍住自己的杂念 一刻钟前 他忍不住想侵犯她 满怀激动地推开房门 并握住她的腿 并且把她腿分开 一仰头却看到 冷小幽 冷酷 并且温小的脸 森冷的匕首 向她刺了过来 一瞬间 她在周身 布置了9981道防御神力 却被她如 载机涂鸦一般地抽破了 直到 戳入她的右眼 贯穿她脑袋 冷小幽比她想象中的要强 至少强上了十倍 她应该从一开始就隐藏了修为 她很可能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目标 才故意被抓的 原来 如圣人般的女子 也拥有着如圣人般可怕的修为 而所谓的救世主呢 当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不会是弱者 毕竟 弱连她自己都救不了 那还如何当救世主呢 阿波罗终于想通了一切 却是已经为时已晚 她悲愤地 绝望地看着那个冷漠又强大的女子 微微张大了嘴巴 在生命的最后尽头 似乎想发出最后一道声音 来表达自己的不甘 冷小幽幽左手堵住她嘴巴 右手拔出了自己笔上 如同拔掉地上一根小草 却无情地带着了她的灵魂 阿波罗的左眼仍旧瞪得很大 瞳孔却在迅速地溃散 彻底到了气 陈浩看着这幅情景 看着冷酷艳丽又强大的姐姐 有种想要欢呼雀跃的冲动 她忍不住化为她的小谜地 忍不住为她鼓掌 冷小幽抬头 看着这个前一刻还丰柔魔神 硬生生存背后面 把阿波罗挖心 此刻却又像小谜地一般的 鼓掌的奇怪家伙 疑惑地问道 你是谁 我是谁 陈浩指着自己的鼻子 心想 姐姐不认识我了 我是谁 陈浩指着自己的鼻子 心里很是受挫 毕竟前一刻 她以为小幽姐姐受了欺负了 心疼得要发疯 恨不得和所有人拼命 结果转头小幽姐姐 却问她是谁 竟连她都认不出来了 这种问话未免让人有些受伤啊 一定即此 陈浩便不禁有些忧怨 然而 干嘛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好像我和你很熟似的 冷小幽却道 难道不熟吗 陈浩苦恼得无脸 然后 他才猛地发现 脸上的触感有些陌生 此时 他的脸 不是他本来的脸 陈浩争了一下 猛然想到了一件事 话说 在地牢入口处呢 他和叶红叶分开时 曾谈过了关于刺客的话题 按照叶红叶的说法 不管贝克城堡 来了多少刺客 只要那个刺客呢 不是从他房间里出来的 也不是他们熟悉的人 那就和他们没关系 所以 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来 为了尽可能地不连累他们 在 踏上身边楼梯的时候 他便摇身一变 刻意改变了自己的容貌 然后 就把这茬 给忘记了 容貌彻底变了 从外边来看呢 他完全是另一个人 冷小游 当然认不出来了 别说冷小游 认不出来呀 此时 就算是亲妈来了 也认不出来了吧 小游姐 其实我是 她打算说出 自己真实的身份 不料 你是西月派来接应我的吗 看得出 你是磨门的人 冷小游倒 你 陈昊无语 此时 骚乱和喊沙声 从窗外传来 冷小游 看了看窗外的人群 又看了看 先前被陈昊 撞破的墙壁 横时无奈地 叹了一口气 知道你应该是出于好心 但未免还是太鲁莽了 现在整个地牢的人 都被惊动了 呃 陈昊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现在他已经确定了 冷小游啊 压根儿不需要他来救 他明显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与其说来救他 倒不如说 他一头撞进了他原本的计划之中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到了 城堡的秘密地牢了 似是察觉到了 陈昊的歉意 冷小游适时说道 即便你没有出现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行动 仍旧还是要把该杀的人 全部干掉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陈昊问的 还能怎么办 杀光 冷小游淡淡说道 如果你不想他们逃到外面去 并找来更多的帮手的话 就必须杀光 杀 杀光 很冷很酷的回答 冷小游的神色 却是很淡 很平静 陈昊听得有些冷神 看得有些惊心 倒不是他觉得 他这种手段 有些太鬼狠辣了 而是因为 他印象里呢 冷小游太温柔了 或者说 只要有他在场 冷小游基本上 不会提及任何打打杀杀事情 更不会做出任何冷酷的事情 唯恐把他带坏了一般 妙的是 现在啊 他不是他 冷小游毫无顾忌 于是 他可以看到一个更全面的他 与印象之中的 竟然不同了他 陈昊觉得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刀影交错 冷小游迎向地牢的守卫们 他身影灵活穿梭着 如蝶一般的轻舞 在黑暗的世界 与血腥之中 跳跃着死亡之舞 人群一个一个倒下 鲜血随着夜明珠 反射出的刀光飞剑 陈昊理所当然地加入其中 与他一起在刀剑碰撞的夜渠中起舞 血液喷洒在他和他的身上 而坠地的头颅却在他和他脚下 他和他背靠着 在沙路中前行着 看不出啊 你的身手相当不弱 他将一位3S级的舞者 砍翻在地上 饶有兴趣地向陈昊问他 魔道强者我认识的并不少 却没有见过你 敢问大明 我就 陈昊习惯性地要报出姓名 他没有任何理由要骗自己姐姐 可是话到嘴边 却被陈昊硬生生地又给咽了回去 他的确对冷小游无比的信任 似乎没有必要瞒着冷小游 但是在刀光剑影之中 他却找到了全新的理由 因为他觉得从来不够了解他 最近几年来 他与他总是聚少离多 平均每年见面次数呢 连三次都不会超过 他对他无比的熟悉 其实也无比的陌生 他不知道这些年 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不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 不知道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甚至不知道他所爱的是什么 但是此时呢 他只是一个陌生人 冷小游不会过度地保护他 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顾忌 他可以完全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上 全方位地欣赏他 了解他 世上还有比这更棒的事情了吗 当然了 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私心 他想知道 在外人面前 冷小游会如何评价他呢 换而言之 他其实更想知道 被他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未婚妻 心里到底有没有他 他才不要说出真相呢 至少啊 暂时他不想这么做 不想说就算了 冷小游见陈昊迟迟没有作答 便不再追问了 用匕首划破另一个敌人的喉咙 再次冲杀到敌阵之中 这时 守在地牢的守卫们 终于意识到了 眼前的二人究竟有多么的变态 尤其是当他们发现 阿波罗已经身死这个事实之后 便更是军心打乱 再也没有恋战之心 纷纷做鸟说散 欲要逃出生天 陈昊见状 便不再急于去回冷小游的话 身心激烈 向那些想要逃走的守卫杀了过去 毕竟啊 他可不想真的让守卫逃出了 从而打扰他和小游姐姐 地下特殊约会 很快的 只用了极短的时间 砰的一声 陈昊在通往外界的楼梯前 拍碎最后一个守卫的脑袋 与此同时 冷小游也解决了自己所有敌人 二人隔着一片尸堆和血海 对望着 我叫浩晨 陈昊编了一个假名 对他说道 浩晨 冷小游微微皱眉 觉得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 恰如这个家伙本人 给他的感觉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34集 陈昊见到他露出狐疑的神色 却是心中暗净 糟糕 是不是太大意了 这个名字太容易暴露了 是的 浩晨不就是反过来的陈昊吗 更像是灵青 这反过来不就是清灵吗 陈昊暴说假名时 完全是仿照了清灵小女婆的灵感 但是此时呢 在他面前 毕竟是聪明又冷酷的灵小幽啊 难保他不会猜出来 想着以此 陈昊干咳了一声 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 赶忙再次说道 我是魔戒魔神导的尹修 你要没听过这个名字倒也正常 谁知道 听闻此言 灵小幽顿时更疑惑了 很是狐疑地看着他 问道 尹修 你确定 魔心导影修 你确定 冷小幽炯炯的目光 落在陈昊的身上 仿佛要将他看透一般 难不成里面有破绽 陈昊心里暗暗叫骚 冷汗直冒 因为从小到大呀 他最受不了的就是 小幽姐姐正义且严厉的目光 比如 他第一次看某种 让人看兴奋的小电影 险些被抓包 遭到逼问时 小幽姐就用这种严肃的目光看着他 仿佛是童年的创伤 造成了某种阴影 所以哪怕此时呢 陈昊已经成长为了超级大魔王 在冷小幽的目光逼时下 仍然是忍不住的心里发慌 好在啊 这些年 陈昊终究也是经历过了许多大的风浪 虽然内心习惯性的有些发出 也不至于直接露出马脚来 他的思维飞快的在脑海中闪过 毕竟 他在魔界待过 如今甚至还是大魔王 自然知道魔界中关于隐秀的诸多传闻 据说呀 那群家伙一个一个性格古怪 相当的不合群 所以宁肯躲在深山老林里自己修炼 也不愿意踏入俗世一步 据说 即使是魔君也无法强行命令他们 因为他们压根不吃魔君那一套 如果魔君硬逼他们做事啊 大不了就是直接自杀 没错 脾气就是这么硬且古怪 也正是因此 这世上很少有魔界隐秀四处走动 所以陈浩才相信 自己编造这个身份 冷小悠绝对是查无可查 不可能有破绽 于是 他硬着头皮点头说道 不错 我就是魔心导的隐秀 冷小悠的眼睛眯了起来 不动声色地紧了紧手中的匕首 是吗 可你刚才说 是西月派你来的 魔界隐秀 不会听任何人的命令 话一落下 他的谋中 你有了杀意 因为他忽然觉得 眼前这个家伙好生可疑啊 莫名其妙地忽然出现 撞入他的计划之中 还说是什么魔界隐秀 身份查无可查 似乎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在刻意接近他 对方说不定有某些 不可告人的用心 他没有理由不提高警惕 毕竟 他可不是什么傻白甜 好皮的妞啊 这风里来雨里去的 这些年 他杀过的脚诈之辈 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了 绝不夸张地说 若非他隐隐觉得 眼前这个男人很熟悉 让他感到有些亲近 说不定此时 就已经动手了 陈昊明显看出他的警惕 在他疑心更重之前 连忙说道 我欠圣女一个人情 你是他姐姐 许久没联络 他担心你出问题 所以我来了 哦 你知道我们是亲姐妹 听到魔界圣女的名讳 冷小游终于对陈昊的话 信了几分 收起了匕首说道 看来他还挺信任你的 是 西月圣女经常提起你 陈昊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总算是暂时混过去了 你的话倒是挺多的 并不像传闻中的影视那样 沉默并古怪 冷小游道 我以前一直觉得 你们只爱沉浸在 自己想象的世界里 根本不屑去看外界一眼 也不爱和任何人交流 隐世也是人 陈昊 送了送间 独处时享受孤独固然重要 但是兴致来了 未必不能走出自己的小世界 到处看看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那你要比其他隐世有趣 冷小游评价他 阳归正传 你来地牢想做什么 陈昊忍不住 都问出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知道 在此处能找到我 那便应该能猜到 我想做什么 冷小游说了一句 让人相当伤脑筋的话 他似乎 仍在刻意试探着陈昊 仍对陈昊 有些不放心 好在啊 这个问题倒是难不倒陈昊 他略为思索 很快地便想到了一些苗头 冷夕月曾经说过 最近小游姐姐 也在寻找第六神石 那岂不是说 你的意思是 秩序神石在地牢里 陈昊惊动 聪明 冷小游满意地点了点头 秩序神石 肯定被藏在这阴森的地下世界 所以这就是你故意被抓的理由 陈昊再次问道 不错 冷小游看向那盘线楼梯 昨天我便来到了这里 站在地牢的入口 凝望了深渊良久 那个阵法很奇特 我不知道深渊之下 等待我的是什么 有些恐惧 有些没把握 也就没敢试着去闯那个阵法 于是就想着 故意被他们抓到这里 再做下一步打算 说到此处 他又看向陈昊 颇为佩服地说道 可你却闯过了那片深游 怎么做到的 我舍弃了楼梯 跳进了深游 陈昊道 你很勇敢 冷小游荡 但 就这么简单 陈昊点了点头 片刻后又摇了头 或许没那么简单 跳入深渊的瞬间 心中应该有无限的恐惧 或许还有幻觉 乃至身体上的痛感 以至于让人迷失 陈昊回忆着当时的刑警 他记得 跳入深渊的瞬间呢 其实有很多能量撕扯着他 那你如何克服 冷小游很好奇 我那时在担心你 完全忘了自己 无论是恐惧 还是别的情绪 全都被忽略了 所有的痛苦 仿佛都是浮云 莫名其妙 就到了黑暗的尽头 陈昊如实大道 冷小游却不说话了 很是认真地凝视着 他的眼睛 仿佛是要看清 在他那陌生外表之下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个熟悉的灵魂 是的 他觉得更熟悉了 尤其是当陈昊提到自己 不管不顾的月下深渊 忘乎所以地赶来救他时 他非常明确地感受到了一抹 深沉而动人的情意 他相信 若非是那抹 无法割舍的情意支撑 这个隐修 即便再怎么强大 也不可能强悍到感受不到任何痛苦 便轻而易举地破出了深渊的恐惧 可是他到底是谁呢 他对他的担心 与关心 又是从何而来呢 毕竟你是他姐姐 我不能让你出事 陈昊终于察觉到了 刚才的讲述有些失言 连忙又补充了一句 哦 冷小游点头表示理解 话说过来 为什么 你觉得智取神识在地牢里 从场里来讲 把这种宝货放在地牢 有些说不通吗 陈昊很是纳闷地问道 顺势插开了原本危险的话题 如何会说不通 冷小游觉得 地牢的防守时被于外界 定有这一作 连我也没把握破解的阵法 可见其重要性 如此重要神秘的地方 最适合藏宝 此为其一 难道还有其二 陈昊忍不住好奇起来 陈昊好奇地等着冷小游的回答 很好奇 他的形式依据是什么 或者说 他想借此来了解 他的形式风格 他想 那必然是极具智慧的推理 或许 他的天才姐姐 通过敌人暴露的蛛丝马迹 成功推演出了 神石被藏在地下的事实 而这 就是所谓的奇二 怎料 他正这样满怀憧憬的幻想着 奇二是直觉 冷小游一本正经地说道 直觉 陈昊险些被这两个字雷倒 暗想 姐姐 仅凭莫名其妙的直觉 你就敢故意冒险被人抓 我以前都没发现你这么虎呢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35集 冷小游看着陈昊怪异的神情 怎么 你很怀疑我的直觉 不 我的经验告诉我 女人的直觉通常很准 陈昊道 这绝对是她的经验之谈 毕竟世界上啊 可能没几个男人 比她接触的女人更多 然后 她顺着话题 继续说道 不过通常情况下 女人会对一样东西产生直觉 通常说明那东西对这女人很重要 或者说有很深的执念 你这么希望得到神识 想用来做什么 增加修为还是别的什么 冷小游 摇了摇头 我不需要神识来增强实力 那你是 陈昊不由更加疑惑了 她记得 雅典娜收集神识的原因呢 是为了对付可能已经苏醒宙思 冷小游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有人会需要她 冷小游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道深眼 她已经很久没见过那个人了 但是 那个人那么出名 她自然知道她的现状 也听说过许多她的传说 所以她知道她应该会需要秩序神识 但凡是她想要的 她便会愿意不遗余力地帮她得到 并且她相信 神识在那人身上会变得更有价值 哦 有人需要 陈昊的眼睛眯了起来 耳朵也竖了起来 心情变得有些激动 她隐隐猜到那个人是谁了 她甚至已经猜到了 那个人肯定姓陈 肯定就是她自己 想着小游姐姐不顾危险 不怕困难地闯入险地 竟是为了弄神识送给她 这让陈昊很兴奋 很感动 很飘 很沉醉 但是 没有听到答案 她终究不能真的确定 于是 忍不住地追问她 那人是谁 男的女的 男 话说了一半 冷小游不知是意识到了什么 脸上闪过一抹极为罕见的红蕴 冷声道 这关你什么事 打听这么多做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我好奇 陈昊打了个哈哈 虽然仍旧没有听到最想听的答案 但是那人竟然是个男的 而且 看小游姐姐脸色微红的神探 陈昊暗自摸了摸自己脸颊 很是自恋地想着 除了是本大帅哥还能说谁 想象着小游姐姐得到神识 双手如捧心般地将神识送给她的画面 陈昊喜不自胜 不由地对那枚神识越来越期待起来 因为 对于此刻的她而言 那枚神识不仅仅是能量的象征 也不仅仅象征着大地留下来的秘密 更是象征着小游姐姐的心和爱意 若在得到神识的同时 也得到了青梅竹马的小游姐姐 亲手奉上的爱意 太他妈天了 陈昊的内心欢呼雀跃着 内心的欢喜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她的行为 此刻她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变了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爽得就差在脸上贴上一个飘子 这个家伙 怎么总是神经兮兮的 打架时残暴得像野兽 莫名其妙的 又会忽然很开心 隐士都是这样的喜怒无常吗 冷小游瞥了好尘一眼 啊摇头 同时对这个家伙生起了更多的警惕 倒不是她觉得这个隐秀是坏人 而是因为呢 隐秀虽然是神经兮兮 给她的感觉 却并不讨厌 反而她觉得呀 她身上有一种鲜活的狂放的生命力 显得是很有魅力 更糟糕的是 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这个男人很亲近 很熟悉 以至于在聊天的时候呢 她会不自觉打开心扉 说出一些较为隐私的事情 所以她必须提高警惕 必须离这个家伙远远的 毕竟啊 她早就有了喜欢的意中之人了 毕竟 她的心和身体 都属于她可爱的弟弟的 她早就答应了 要嫁给他了 身为陈昊弟弟的未婚妻 当然要有意识地 尽量和别的男人保持距离 想着印象里 陈昊弟弟帅气的面容 想着那个家伙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不断成长的过程中 或蒙或帅的无数个瞬间 冷小悠的心里 便涌现出了 无数个温暖和平静 她会永远守护 那些温暖和平静 所以她不但要照顾好她 更要守护自己的心 她绝对不允许别的男人 走进她的内心 为了陈昊弟弟 她守身如玉 也守心如玉 近在咫尺的两个人 以陌生的关系 各自想念着彼此 就这样默默前进 气氛显得是甜蜜 而又诡异 陈昊明显被打了鸡血了 整个人都维持在 相当高亢的情绪里 期待着找到神识的那一刻 并且时不时地寻找 一切话题 陪她说话 冷小悠却是冷冷的 刻意与她保持距离 对这个陌生男人 是爱搭不理的 陈昊丝毫不知道 灰心为何物 看着四周牢笼 边走边到 这是地牢 为什么除你之外 找不到其他被抓之人 冷小悠无法沉默了 因为这是一个 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且她也对这个问题 很好奇啊 道路两边 有着一座一座 如铁笼子般的牢笼 可是牢笼却是空空如也 这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城堡地下的秘密地牢 这为何牢里面连一个犯人 一个俘虏也没有呢 这个细节让人感到诧异 正如此想着 忽然一股刺鼻的血腥味飘来 她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 地牢内有血腥味 这并不让人惊讶 毕竟她和浩尘都杀了很多人 但不同的是 此时的血腥味更浓烈 而且夹杂着阵阵血肉腐烂般的恶臭味 似乎还有一些难以辨别的刺鼻的味道 总之给人感觉是相当的恶心且阴森 然后她抬头远眺 看到正前方不远处 有一座血色大门 恶臭的血腥味 正是从血色大门处传来的 陈浩显然发现事情异常了 非常绅士地走在了小悠姐姐前面 一马当先地 推开了沉重的红色大门 然后更为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陈浩和冷小悠 实在受不了这种味道 同时封闭了嗅觉 举目向门内望去 却看到了一幕更加恐怖的场景 血 很多很多的血 推开血色大门后面 是一个小院子 小院中最为夺目的 就是中间的血池 那是血池吗 陈浩从没见过如此恶心的池子 红的黑的新鲜的恶臭的血 混杂着肉泥 在腥丑的池子里不停翻滚着 不时冒出气泡来 池子的上方 则是更加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一幕 那是一句一句被悬挂起来的尸体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就像是屠宰场 铁钩上悬挂在畜生一般 被悬挂在血池上方 有的被开疼 有的被破肚 有的被剁头 鲜血就从他们的身体伤口处 不停流入血池里 有些尸体的血早就流干了 化作了干尸 而有些则是刚死不久 看着这触目惊心的一幕 陈浩终于知道地牢里的犯人 偷到哪里去了 他们全部都死了 除了血池上方悬挂着数十具尸体外 小院的两侧还陈列着许多干尸 并不是乱七八糟随意堆放的 那些干尸整整齐齐的 如装饰用的雕塑一般的 陈列在小院道路两侧 道路两侧生长着一些黑色的花 花盆竟然是人的头骨 有些干尸还保持着屈辱的柜子 手里捧着自己的头盖骨 向着血池厚的小屋跪脉 似乎是在对那小屋内的某人 表达臣服 看到此处 陈浩顿时感到从心底生出 振振的不爽与愤怒 归根结底 他早已经不是什么仁慈之人了 乱世之中 他也见过许多残忍之人 甚至呢 就连他自己手上站在血架在一起 或许也足够弄出一个血池来了 但是 他在这个院子里所看到的情景 已经不是残忍二字所能形容的了 残忍可能只是一种手段 乱世之中为了自保 有时不得不残忍 可是院子里面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虐杀的变态 那如畜生一般被挂下来的尸体 那一座座被刻意弄成各种造型的干尸雕像 那一个个被精雕洗拙 做成花盆的头盖骨 处处透露着一种对生命无情的践踏与蔑视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入手 第1236集 尤其是那些就连死后也被刻意弄成鬼子的干尸 更是把人命的灭尸表达得淋漓尽致 陈浩顺着干尸跪拜的方向 向血池后方的木屋望去 他倒要看看 木屋到底住的是一个怎样畸形变态的家伙 可是木屋的门却是紧闭着的 陈浩向前迈出了一步 打算去那座让人恐惧的屋子里看看 就在这时 忽然院子右侧的黑色花丛动了动 传来素素的声响 陈浩扭头望去 只见一位老者缓步走来 老者身上穿着灰色的布衣 布衣上面满是屋子和油渍 他不求蝙蝠 花白的胡子上沾满了泥垢 给人一种极为邋遢的感觉 可是他的眼睛却是很清亮 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就像是一个隐于红尘的艺术家 更像是看破了红尘的隐世高人 来客人了呀 没想到我这也会有人访问 老者呵呵笑着 笑声和蔼可亲 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 德高望重的高人 只是呢 这个高人做的事情 却有些让人无法恭维 他一手持虎卷 右手拿着一个水瓢 而后笑眯眯的用水瓢 摇起身前血池中的血水 缓缓浇灌着花盆里黑色的花 那些花如活了过来 发出了奸丈的声音 贪婪的吸持着血液 陈浩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解锁 是啊 老者高兴地抬起头来 看着陈浩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美 这儿的花 这儿的一切 都在透露着世上难寻的 死亡之美 美 陈浩冷笑 心想 用血胶花 悬挂尸体 还把干尸弄成雕塑 什么变态的事情 他说美 疯了吧 似是察觉到了陈浩的不满 老者的笑容顿时收敛 眼眸中涌现出了一抹 常人无法理解的孤独与失望 看来你也无法欣赏我眼中的美 算了 世人终究愚蠢 并且对死亡都带有偏见 只能理解生命蕴含的美感 却无法体会死亡所具有的美 这老头纯粹就是疯了吧 陈浩已经确定了 他觉得 这个老变态呀 脑子有毛病 所以懒得再和对方说话了 这么变态 那还是杀了吧 一了百了吧 然而 就在他打算动手的时候 老者就笑眯眯地说道 太久没遇见你们这么强的人了 也太久没遇到有资格跟我对话的人了 所以我不是很想跟你打 你们要去我房间坐坐陪我聊聊天吗 陈浩懒得理他 仍旧大三动手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秩序神石被藏在哪了 老者又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陈浩的眼睛眯了起来 别紧张 我只是想跟你们聊聊天 老者满脸笑容 陈浩沉默不语地和冷小游对视了一眼 冷小游摇了摇头 他也不懂老者究竟想做什么呢 专程聊天吗 这种行为未免太过怪了吧 不用太奇怪 毕竟我也有情感方面的诉求 他悠悠地说道 数万年来 你们如大地之上盛开的野花 生命精彩而绚烂 而我却永居底下 孤苦伶仃 只是默默做自己的研究 老者一边说着 将手中的骨骑放在桌上 如枯草一般的稀疏的霉 蒙地挑起来 很有兴致地说道 研究有了成果 自然就需要被他人看见 而世人终究弱小的如同蝼蚁 目光短俭 就十分的愚蠢 但是你们和常人不同 你们是世上难寻的强者 是人间的英灵 所以我想让你们见证我数万年的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 陈浩看着满云的尸体冷笑 就是你这些变态的行为艺术 何必总是对我有成见 老者道 我说了 这是死亡的霉感 就像冰与火 光与暗 死亡与生命是对立的 如果冰灵与火焰 光明与黑暗 乃至生命本身都可以被赋予霉感 那死亡为什么不能新日啊 这不是一种偏见吗 陈浩皱眉 深思了片刻 想着世界的生生灭灭 想着花开花谢与枯黄的落叶 最终点了点头 说道 或许吧 或许死亡也有霉感 老者笑了起来 陈浩紧接着说道 但是我想的应该是壮士牺牲时的壮烈之美 是恋人相拥死于劫难时的七万之美 绝非靠虐杀刻意制造的畸形场景 虐杀 老者听说了陈浩愤怒的根源 看着悬挂在空中的尸体 冷笑道 人类总是喜欢自命轻高 如果我的行为是虐杀 那屠宰场里挂着的死猪牛羊又怎么讲 若起来我悬挂尸体的创意还是从那些人身上借鉴的 至少猪牛羊不会虐杀自己的同类 陈浩反驳 听完此言 老者却忽然发笑 笑容异常的阴森 是吗 可我又不是人 陈浩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是神 老者傲然道 我是神 老者的神态傲慢 与其冰冷并现得特别理所当然 陈浩明白那种理所当然是什么意思 正如人类在杀牛羊牲畜时特别理所当然 也从来不会有负罪感一样 老者是神 不是人 不是同族同类 宰杀人的时候呢 当然不会有一丝的负罪感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让人无法反驳 这不是同类的相残 而是源自于更上层的种族 对另一个种族的蔑视与欺压 所以陈浩没有反驳 也无需反驳 但是身为人类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或许就在待会的某个瞬间 他也可以如宰猪一般的宰神 那你是什么神 这句话是冷小悠问的 我是 宙斯 老者道 宙斯 宙斯 陈浩和冷小悠结实一惊 以为眼前这个奇怪老头就是传闻中的神王宙斯 起了老者继续说道 宙斯的兄长 宙斯的兄长 冥王不在东 陈浩眉头皱起 回忆着自己知道的神话传说 或许那些传说并没有什么乱用 毕竟传说在很多时候并不可靠 都不是 老者摇着头 显得特别落寞 我没他们出名 我只是一个喜欢思考 喜欢幻想 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呆着的积极无名之辈 陈浩沉默了 听着他继续诉说 不但无名我还很虚弱 没有他们那样健壮的体格 充沛的神力 我从出生就是个怪胎 但是怪有怪的好处 我愿意研究一些别人不爱碰的东西 比如生命的意义 比如死亡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活着 我一直以为 我会一直进行自己的研究 直到死去那天 甚至整个过程 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全都死在我的前面 赫拉 海波东 泰坦巨人 包括 周四 他们都那么强 但是他们都死在了我的前面 我只是一个被看不起的无名之辈 在诸神末日那天 周四跪下来恳求我 一定帮他的忙 他怕死 哪怕只是暂时的死亡让他害怕 他要我做他的守墓人 在未来合适的某个时刻把他唤醒 不仅如此 他给了我一颗药丸 吃下之后我可以掌握他的部分神力 还能延长十万年的生命 那是十万年 弱小蝎的神活不到五千年就得死了 我能活十万年呢 而且是宙死 跪着 求我多活十万年 你们永远无法明白那是什么感觉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日神 第1237集 老者变得越来越兴奋 好似那件事情是他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 片刻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些跑题了 继续说道 我的具体名字我倒是觉得不重要 唉 早就忘了 时间太久了 想不起来了 超市阿波罗那个蠢货送了我一个 他叫我 神秘老人 院子里一片寂静 只有神秘老人的声音慢慢地回答 棱小悠一边听着老者诉说 却总是忍不住地看向陈浩的脸 陈浩微整了一下 明白了他的意思 心里面有些汗颜 棱小悠肯定是在拿他这个魔道以修 和神秘老人做比较 因为按照传说呢 魔道以修也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 享受孤独 爱思考 爱幻想 爱鼓道一些正常人绝对不会碰的东西 他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绝对不是那样子 自己见过的隐世呢 也绝对不是这样的 而后 很是好奇地继续问道 那么 作为守木人 你把宙斯重新复活了吗 或者说唤醒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毕竟啊 据他所知 宙斯当年是大帝的唯一对手 近期呢 雅典娜也一直寻找宙斯的线索 他当然要问一问 哪怕对方可能不会给他答案 不料 听到陈浩的问话 老者并没有露出任何顾忌和警惕的神情 反而不屑地大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苍老而沙哑 显得异常的阴森 可在那阴森之中 却有着别人难以理解的疯狂与自傲 宙斯复活他 我凭什么 复活他的意义在哪 就因为他是所谓的神王 神王就了不起了 我把他复活了 对他那种垃圾能干嘛 坐上神王之位 搞自己老几 甚至老母 统一世界 搞变全世界的女人 他除了擅长这个 他还能做什么呀 伟大的繁衍之神 老者用极为尖酸刻薄的语言 把宙斯贬到了泥土里 毫不掩饰 自己对这位所谓神王的嗤嗤一鼻 我就没想过复活的 他把这药丸交给我 祈求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永远不会醒了 你要取代他 自己成为神王 程浩好像有些懂了 后续故事剧情了 老者却道 我没兴趣 我没兴趣统治世界 当神王还是别的地方 我也没兴趣 哼 陈浩沉默了很长时间 觉得老者 越来越难以理解了 身为一个男性 这老者不求蝙蝠 不注意自己的外貌 不在意享受 不喜欢美女 也不贪恋权势 那么 他到底喜欢什么呢 数万年 他孤独待在地下 沉默地进行着自己的研究 他究竟在研究些什么呢 或者说 到底是什么力量 在支撑着他 让他可以承受万年的孤独 一心制作研究呢 他内心深处的动力来源 是什么呢 成为神 老者道 我要成为这世上 唯一的真神 有什么区别 陈浩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人是人他妈生的 腰是腰他妈生的 神也是神他妈生的 这生命一直靠 繁衍的方式来延续 老者道 这个神王啊 大帝啊 论天下风云人物 世上万千神通 都无法创造出真正的生命 大帝甚至有能力 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 但是他没办法 创造一个鲜活 真实的生命 那么 这个生命 从何而来呀 如果说神或者人都是他妈生的 那第一个人第一个人那从哪来呀 那第一个生命又从何产生 老者抬头 看不到蔚蓝的天 但是目光仍旧深邃 幽远 在万物浩渺之间 在生灵诞生之间 在宇宙尚未爆炸 一切都尚未发生的时候 肯定有某种力量 退了这个世界一把 才导致今天一切因果的产生 造就这一切因果的 便是真正的神 老者道 我终其一生想弄明白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我想做跟他类似的事 与他比肩 老者凌乱的白发飞舞着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 他既像一个疯子 也像一个天才 现在该让你们看看 我的杰作了 他再次说道 提到自己的杰作 老者像是变了一个人 变得无比热情 也无比的友善 他满脸红光 兴奋的像是一个 要炫耀成吉丹的孩子 不停向陈浩和冷小悠 介绍着自己的杰作 你们看这些花 都是我培育出来的生命 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用阳光 也不需要水 他们的基因 是完全横定的 不会衰老 也不会突变 呈现出一种有秩序的 永恒的美感 这其实才是死亡的美感 你们看他的颜色 纯粹的黑 像不像宇宙的底色 宇宙 也是黑暗的 它绝大部分的空间 都由黑暗和虚空构成 整个宇宙寂静 又冰冷 星辰和日月 按照固有的方式运行 同样有着一种 秩序的美感 所以 我将我创造的生命 称之为 秩序生命 他们有着和宇宙 一样的美感 老者滔滔不绝 试图用不同的视角 来诠释他对世界的理解 更准确地说 或许他是孤独地 期盼着别人可以理解他 只是 陈浩和冷小游 始终没有什么反应 哪怕 老者把自己作品 说得是天花乱坠 陈浩也不可能忘记 那些看起来像花 却更像是怪物的 奇异生命 尖叫着 吸食血液的情景 太他妈的变态了 如果 这种怪物生命 也是真的有美感的话 那 他只能说是抱歉了 因为 他真的欣赏不来 当然了 他并不否认 神秘老者可能是个天才 至少 那特殊的花案 那么特殊的生命体 陈浩至今 前所未见 能够创造出一种 区别于其他生命 绝对新隐的物种来 这种才能 或许令人尊敬 但是陈浩觉得 神秘老人的创造力 与神美 就像那些养的花一样 充满了畸形和变态 处处透着一股 扭曲和阴森 道不同 便不相为谋 神美不同 便自然是 更加相看两眼 正如陈浩 看着老者的花 觉得难看恶心一样 老者看待蓝星的生命 看待人类 也觉得畸形恶心 人类太自私了 本就不应该存在 老者说道 那你们所谓的神呢 陈浩反问 神族也自私 他们本质上 跟人没什么两样 老者道 一样的贪婪 一样的想要更多 莫说是神或者神 这世上地上 跑到天上飞的 乃至一草一木 本质都是自私的 大树靠着 粗壮的根系 残忍的 毫不留情地 和小草 抢夺着地下的养分 弱小的小草 完全被压制 在树下委屈九泉 静静地等待 繁衍的季节 因为他们的后代 可能会幸运很多 草子 而飘如麦田 打赢一张新的战役 杂草 长了三尺多高 这麦田 完全被吞没 小草的基因 将顺利延续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日风 第1238集 幽暗的森林 也同样上演着 这样的故事 两个生命题 不期而遇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只有三种可能 要么跟对方交牌 要么杀死 并掠夺对方 或者打不过 选择逃走 掠夺 是为了更好的生存 繁衍 是为了保证物种的基因 可以继续存留于人世间 生命题 除了会做这些 还会做什么呢 即使是人类 或者神族的行为方式 更为复杂 那本质上也还是如此 这万物啊 都是一样自私的基因 你跟一个美女 教她 你觉得特愉快 以为自己喜欢的 那实际是你的大脑 正在释放多巴胺 让你感到愉快 鼓励你大胆的前进 以方便让她在某一天怀孕 确保那自私的基因 可以留存 你看到肥美的烤羊腿 你立刻你扑上去享受美味 而后觉得过程美好幸福 那实际上是你的基因 让你进食 因为这样你才不会被饿死 你的生活 你对美食的欲望 你对女人的欲望 你以为你所喜欢的一切 那都是基因的把戏 他们无处不在 在这个世界不停地掠夺 想尽一切办法繁衍 或许你会说了 人类不是这样的 人类会无私地帮助他人 帮助别的物种 快别天真了 那是基因的把戏 你们会帮助他人 那是为了让整体人类 更加美好 终极的目的是 为了让人类的基因延续 或许你们会帮助别的物种 那你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维护生态 让自己更好的生存 这到处都是自私 看似无私 也是为了更大的自私 这世界上无处不是罪恶 无人可以逃脱 我曾因神为生命 拥有一身自私的基因 而感到绝望 老者痛苦地捂着头 模样有些疯癫 终于 终于 现在我有能力改变这一切 我要用创造出的更完美的生命体 来取代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 包括人类 包括人类 也包括神 老者越说越兴奋 越说越疯狂 陈浩却再也受不了了 毕竟啊 他对老者的计划毫无兴趣 对老者创造的所谓新型的生命 更加的毫无兴趣 这些奇葩理论 对他而言呢 就像听着疯子讲天书似的 够了 他打断他 现在你只需要说出秩序神识 在何处就够了 看来你还是不认可我 老者的眉头皱立起来 睁睁地看着不耐烦的陈浩和冷小悠 竟然显得有些伤感 我实在不懂 你们清楚自己是自私的 也清楚世界是自私的 那为什么不试着去改变呢 按照你说的话 凡是活物都他妈是自私的 陈浩不耐烦的道 活着都他妈成了一种自私 你让我怎么敢 当场自杀 毁灭世界 大爷 您就是一惊人命吧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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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需要毁灭世界 老者去道 我说了 我创造的新型生命不一样 它们既因恒定 不用扩张 也不会突变 甚至 不会衰老 所以 不需要为了生存掠夺 也不用繁衍 冷小油皱起了眉 那他们每天做什么呢 如果不为了生存而掠夺 也从不繁衍 他们又如何保证自己不被灭绝 如何保持族群的数量 不不不不 不需要 这些统统都不需要 老知道 我是创造了他们的神 我让他们往东 他们就得往东 他们从来不需要做别的 我也会帮他们调配资源 如果世界需要某个族群增加 我就会让他们的族群增加 如果我需要他们某一类灭绝 他们也会无私的 毫不反抗的 让他们的族群灭绝 想象一下 这多美多和谐的世界 我已经迫不及待 不但老者把话说完 陈浩已经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你拽了半天 闻你说了那么多万无自私的理论 我还以为您多高尚呢 结果闹了半天 你才是最自私那个 笑死了 寂静的院落里 陈浩的笑声放肆地回荡着 好似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老者的话对他而言呢 确实宛如一个笑话 让别人往东 别人只能往东 由他来调配整个世界的资源 世界需要某个物种 他便创造某个物种 他若需要某个物种灭绝 某个物种就会无私地 愿意被他灭绝 哎呀 在这老者眼里 莫非整个世界是他的花园吗 他一个人玩伴家家酒 有意思吗 这实在显得可笑啊 老者明显听出了 陈浩激讽的笑意 脸色逐渐变得阴沉 你笑什么呢 他恼怒地问道 陈浩却不管老者阴沉的脸色 大笑后很不客气地说道 我只是觉得你幼稚 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什么 老者的声音明显又提高了几度 他可以接受别人说他疯狂 却绝对不允许别人说他无知 是 你懂的知识可能很多 学识渊博得可怕 陈浩看着恐怖花园里的布置 想着老者数万年时间里 居然都待在这样一个地方 不由地摇了摇头 说道 但是你的心智却不成熟 也不完整 我记得你说过 你是宙斯的哥哥 身份貌似相当尊贵 但是你并不出名 天生有着无短的身材 神力也不充沛 是神界的怪贪 很多神都看不起你 可见你从小就没什么朋友 连亲情都没有 真是可怜 老者不说话了 神情变得有一些争鸣 因为 他想起小时候 母神瑞亚 对宙斯等人的疼爱 却对他很是疏远 他想起了 他的兄弟们对他的嘲笑 想到明明是弟弟的宙斯 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打倒 将他的脑袋踩在脚底下 于是从小时候开始 你的心就是封闭的 你的内心没有亲情 没有友情 没有任何感情 你也不会在乎他人 甚至连女人都不喜欢 你以为你这是孤僻 你这是高贵的孤独 你以为只有你 跳出了三界外 不在五星中 别人都在红尘之中 不断挣扎轮回受苦 不 你错了 因为你压根不知道 什么叫喜乐 什么是愁苦 也不知什么是甜蜜 什么是温暖 也不明白 红尘里的快乐 更不明白 某些时候身边有一个女人 这感觉是多棒 一边说着 陈昊习惯性的 想去搂身边的美人 刚伸出手去 来不及触到小悠姐姐 那隐隐一握的小蛮腰 她忽然醒悟 此时的自己 是魔剑引凶 不是陈昊 然后 她抬头 看到小悠姐姐 随时会杀人的凶悍目光 干咳了一声 缩回了手 对老者继续说道 一直以来 你不过是在逃避罢了 童年给你的创伤 带来强烈的耻辱和自卑 你觉得外界是危险的 是缺乏控制的 你渴望掌控一切 所以才会喜欢一个人待着 毕竟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 世界对你才是安全的 不会冒出一个强壮的人来欺负你 不会有一个长辈不停地来冷落你 而且在一个人的花园里 你是唯一的主宰 你可以掌控一切 于是你就像一个胆怯的老鼠 躲在这 再也不想出去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离合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第1239集 这时老者的脸色 已经阴沉得有些可怕了 数万年来 从未有人对他说过这些话 他觉得 陈浩的话就像是最无情的刀子 精准无比地刺在他最疼的伤口上 又残忍地在上面撒了一把盐 陈浩的目光 却是落在了那奇异的干尸塑像上 那塑像捧着自己头盖骨 做成的花盆 以绝对臣服的姿势向小吴的方向跪拜 呈现出一种异常畸形的臣服之态 也把老者内心渴望掌控别人 乃至是掌控一切的变态欲望 表达的淋漓尽致 你真可怜 活了数万年 从来不敢接触真实的世界 怯懦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地下世界 摆弄自己的花园 你也是真的自私 因为你自己的不幸对世界缺乏了安全感 就妄想把整个世界改造成自己的花园 来寻求一切的快感 如果我们 身而为人 某些行为的确自私 那你就是完完全全的自私 毕竟在你幻想的世界里 根本就没有别人 你的眼里除了自己还是你自己 完全没可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怎么可能不自私 既然如此 你他妈凭什么舔着一张大脸 以高大上的姿态 说什么万物皆愚蠢 万物皆自私 听着陈浩越来越凌厉地评价 老者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 别说了 你给我闭嘴 他的脸色极为猙獰且残暴 恼怒地盯着陈浩说道 枉费我把你当作人间 枉费我如此看得起你 让你欣赏我的节奏 让你东西我伟大的想法 我本来打算让你加入我的麾下 我打算给你们机会 让这个世界最杰出的你们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然后一起改造这个世界成就一番事业 可你 可你 你已经敢 老者气得浑身发颤 一副痛心疾扯的模样 陈浩耸耸耸肩 笑得更加嘲讽 嗯 那真抱歉 我们没疯 你 老者更怒 他再也无法忍受陈浩的口气 尤其无法忍受陈浩总是打断他的言辞 识相点就快点告诉我神识在哪 陈浩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露出了坏人般的笑容 否则我不介意像宙斯那样揍你 再让你重温一下童年的记忆 刺激一下你的敏感而脆弱的心 好好好 老者被气坏了 他再也忍受不了了 愤怒地甩手 那你就像宙斯一样去死吧 话落 似乎感受到老者愤怒的情绪 院内的黑色花朵 与杂草疯狂地生长 枝叶如同一条条带刺的藤腕 更像是无数的鬼手 尽数向陈浩席卷而去 我早就看这些破花不顺眼了 陈浩抬手 有剑气纵横 披荆斩棘 一条一条黑色的藤腕被斩上碎块 他斩得好生痛快 可当那些断裂的藤腕落回地面后 他却忽然皱起了霉 因为那些碎块如蛇一般的 迅速钻进了泥土里 落地生根 迅速壮大 以肉眼可见速度 更多的藤腕从地底钻了出来 我说过他们是杀不死的 老者宁笑着 在他的宁笑声中 黑色的花朵与藤腕无声的摇曳 仿佛是在起舞 拜陈浩所赐 那些藤腕被砍成了不知几千万段 落到泥土里都疯狂地生长 仅在片刻的时间 整个院子里已经被黑色藤腕完全包围了 院子里的血池也在翻滚着 似乎是在为这些藤腕提供能量 更像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血池里面爬出来似的 然后 真的有东西从血池里爬了出来 一只黑色的大手 从血池里探了出来 那只手巴着血池的齿炎 纵身一跃从血池里跳了出来 那是一个人 他拥有着和人一样的身材和五官 不同之处在于呢 他全身漆黑 黑的就像是一道影子 陈浩从他身上感觉到了 和黑色花朵一模一样的气息 于是确定了 眼前这如影子般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心形秩序生命 拥有着不死之身 老者意气风发 身上强大的神力 全力鼓动 凝视着自己的血池 宛如一个神秘的老巫师 不停做法 于是更多黑色的大手 甚至不知名的爪子 从血池中探了出来 更多的人 甚至是千奇百怪的兽类 从血池中跳了出来 他们都是全身漆黑的颜色 有着完全相同的气息 不管是人是兽 全都极为和谐地站在一起 陈浩眉头皱了起来 直到此时 他才发现 神秘老者不仅很有想法那么简单 而是他真的动手在做了 真的创造了一种漆黑的 与蓝星生命 截然不同的怪异生命 并且创造了很多种 不同的物种 看着这样疯狂的情景 这一刻 陈浩甚至怀疑 说不定蓝星上的凶兽 也是神秘老人制造的 怎么样 被吓到了吗 老者意气风发 现在你觉得我杰作如何 可以威胁到你了吗 我知道你强 但是面对杀不死杀不绝的敌人 你又能如何 杀不死也杀不绝 我可不这么认为 陈浩头 这时 更多藤蔓向他缠绕而去 一道一道如影子般的人影 脚尖如豹子般的兽影 同时向他扑来 陈浩身体高高跃气 灵活地躲开 哼 想跑 老者很不屑 暗自想着 果然只会嘴上说些大话 实际只想逃跑 陈浩不理藤蔓与兽影的追击 却把目光锁定在前方不远的血池上 这个血池太古怪了 短短一瞬之间 不知有多少奇异的生命在那血池中诞生 并且从血池中爬出来 可是血池里的血却不曾变迁一分 此时 仍有源源不断的黑色怪兽 从血池中涌出来 仿佛无穷无尽 一个小小的血池 就像是虫洞一般的 陈浩甚至怀疑 在那血池之下 隐藏着另外一个罪恶的世界 总而言之呢 他看那血池很不顺眼 于是他握紧了拳头 目光锁定出了血池 混沌圣体内的混合神力 疯狂地涌动 老者察觉到了陈浩的意图 脸上尽是不屑的神情 难不成他想毁掉我的血池 天真 想要毁掉血池 除非他能摧毁一个世界 神秘老者对自己的杰作很有信心 毕竟那血池不仅是他智慧的象征 更是他继承了宙斯部分的神力后 创造的一方世界 那是一处被他称之为血雨的世界 是能被他完全掌控的乐园 他宛如伟大的造物主般地 掌控那个世界 傲慢地命令这个世界 可怕的强者进出 去杀死陈浩 全然没有在意陈浩接下来的攻击 无数道黑色的影子 在追击陈浩 从血池中飞出更多影子 也在全力地向陈浩冲刺 仿佛要集体把这号淹没 然而 全都死吧 轰的一声 混沌圣体的混合神力 如同滚滚洪流 从上而下 清晰而下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银河 落九天 这是对黄河与瀑布的壮观的形容 可却同时可以形容陈浩此时的一拳 好一个飞流直下三千尺 在这区区地牢之中 自然不可能真的有三千尺的空间 供陈浩的旋径飞流直下 可就是这区区十几米之间 那大气磅礴的拳劲 却愣是演绎出了 如银河坠落一般的可怕威势 在坠落的拳劲中 无数道黑色生命的影子 被瞬间淹没 它们就像是瀑布之中 不起眼的小鱼懒 连挣扎都无力挣扎 便被冲得是七零八落的 它们就像是 被激光炮打中的蚊子一般的可怜 连惨叫也来不及 瞬间化为飞灰 什么不死生命啊 什么狗屁的秩序的美感啊 在这极端可怕的一拳面前 也是这般的不堪 神秘老人终于意识到了 事情有些不妙了 他终于发现 从一开始 他可能就想象了这个 所谓的魔道引修 此时他甚至怀疑 对方可能根本就是魔君本人 若是这样的话 那么试探魔君 有没有能力毁灭世界 那该是怎样的傲慢 解愚蠢呢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入手 第1240集 神秘老人有些后悔了 但是终究是有些晚了 那如银河坠落般的全境 尽说堕入了血池之中 嗡的一声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池底爆开了 血池剧烈翻滚起来 在那翻滚的浪涛之中 有烈火与冰冷 在同时四年 有光明与黑暗在交织 天与地也被搅混 因此竟让整个血池 变得色彩斑斓起来 红的火 蓝的冰 洁白的盛光 纯粹的黑暗 那些能量不停的肆虐 过了很长时间才停了下来 然后便只剩下了寂静 一片死期的寂静之中 再也无法从血池中 爬出哪怕一个黑色的生命了 不会是陈昊的一拳呢 当初他一拳 让魔界地壳变动 在魔海中留下一个 拳头状的巨大海沟 彻底改变了附近千里的地貌 可以想象 这样的一拳 落在密集的黑色生命体中 会造成怎样惊人的伤害呢 神秘老人沉默不语 恼怒又肉疼地盯着陈昊 因为只有他才知道 在那一拳之下 他打造的血液 究竟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失 在那一拳之下 血液虽然没被摧毁 但是今后的日子里 包括以后的很长时间里 只怕都难以再诞生 一个黑色生命了 关键在于 只是一拳便已经让他损失这么惨了 如果陈昊再来几拳 又该怎么办呢 神秘老人的脸色很难看 心里很肉疼 但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瞬间 他根本顾不得肉疼 因为他无比清楚地知道 血液是绝对不能再遭受 第二次与第三次打击了 在对方出手之前 他必须做些什么改变局面 于是这能量肆虐 鱼波未平的瞬间 他恶毒如恶狗般的目光 突然落在了冷小幽的身上 有些巧合的是 冷小幽恰确实发呆 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神秘老人暗自冷笑着 悄悄靠近 冷小幽仍旧在发呆 他的确有些呆了 他没办法不呆啊 因为血池中 似女而过的冰霜与火焰 他都很熟悉 冰雪元素之力 赤岩元素之力 同时还有光明与黑暗 这些奇异的能量 他早就听说过 以他的见识 自然知道 普天之下 谁会使用这些招数 于是 他转头看向神号 看着他那陌生的脸 渐渐生出 逐渐熟悉的感觉 就在这时 近风突起 神秘老人宁笑着扑了过来 他伸出了一只手 从手心中 生出了一朵 黑色的食人之花 花朵很大 花苞张得很大 仿佛要将冷小游 整人吞下 冷小游终于回过神来 右手黑色匕首画过 太值了 不管你做什么 都来不及了 老者 却露出了凝笑 他培育的黑色花啊 本来就有着 近乎不死的属性 而从血肉之中 长出的本命之花 还要比普通的花 强大十倍 果不其然 冷小游的攻击 果然没什么用 黑色匕首画过黑色花板 顺利地将花板展开 可是在被展开一瞬间 花板上的切口便愁心愈合 宛如没被掌过一般 老者的笑容更盛了 胜利已在他眼前了 只要他擒住冷小游 陈浩就不敢再随意动手了 时机已经成熟了 冷小游在他面前 已经如砧板上的肉 近在咫尺 陈浩也来不及救援 这一刻 神秘老人自以为算到了一切 唯一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冷小游远比他想象中的证据 哪怕是处境已经如此的危险 谋中竟然无一丝的慌乱 可就算他不慌乱 那又能如何呢 神秘老人根本不相信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冷小游能如何反抗 他也根本想不到 冷小游能有什么本事反抗呢 直到 他看到了另一柄匕首 那柄白色匕首 突兀地出现在冷小游左手中 白色匕首遵循着 先前黑色匕首展现的痕迹 再次展现 如同黑夜中闪过的电光 然后 他的花残了 从内而外地彻底地残了 老者有些呆住了 睁睁地望着冷小游手里 黑白匕首 傻傻地回想着 黑白匕首在他眼前画过的诡计 这诡计实在是太美了 黑白互相交错 如昼夜之交替 呈现出了一种极有秩序的美 是的 秩序 他竟然从他身上 从他匕首上 看到了一种秩序的美感 他彻底震惊了 除了他自己创造的黑色生命 除了他见过的秩序神石之外 这还是他第一次从别人的身上 见到了一种纯粹的 天然的 有秩序的生命体 他无比确认 冷小游身上 藏着一种极致的秩序之美 他宛如是天然的秩序之体 是造物主最完美的杰作 而他 这数万年的努力 数万年的心血 数万年才弄出来 所谓的秩序新型生命 和冷小游比起来 就像是一群不入流的垃圾 就像是河沟里臭泥 与珍贵蓝宝石的区别 那实在是太美了 对于追逐万年秩序之美的他来说 这一刻他身上的美 触及到了他的灵魂 然后 他看到了更美的画面 冷小游的眸中闪过了寒意 黑色与白色再次闪烁 如光与影交错 他的头颅飞了起来 无头的尸体 狂喷着黑色的血液 而后无力倒地 神秘老人死了 就这么死了 陈昊没有发现 冷小游身上的异样 只是觉得 同时使用两柄匕首的他 显得更酷更好看了 然后 他才想到了一件恼人的事情 嘀咕道 是不是杀得太快了 咱们还没来得及逼问 知识神识藏在哪 我没打算杀死他 冷小游道 陈昊不解 我没想到他这么脆 冷小游很无奈 其实啊 他这都是他的实话 毕竟 老人弄出来黑色花朵和黑色生命体都很难缠 宛如是不死之身 他以为把老人头砍下来 老者也未必会死的 那现在看来 他好像错了 然后 他看着陈昊陌生的脸颊 响着鲜鲜的冰雪与火焰 一言又止 他想问 他是不是陈昊 看来只能在附近找找看了 说不定神识在小木屋里 陈昊抢先说道 好 他把想问的话藏在了心里 而后与他并肩而行 行走在小院四处 小心翼翼地闯入神秘老人的小屋 这个过程中呢 他与他背靠着背 使而又肩并着肩 偶尔他的手会不自觉地碰到他的手 仿佛只需要一个气机就能够牵手 如果是以前 但凡这个魔修碰他一下 他也会敏感地躲开 可是现在呢 他已经觉得这样很有趣了 因为他已经确信 眼前这个家伙呀 一定是他的陈昊弟弟 是他注定要嫁的男人 毕竟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二个男人 可以同时掌握冰与火的元素力量 而这就是陈昊的标志 他已经确定了 眼前这个人肯定就是陈昊 真烦哪 那个该死的神识到处都找不到 陈昊的 房间里也没有 总是可以找到的 冷小悠的 对了 陈昊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你不是说你知觉准吗 你拿知觉试试 倒也不是不行 冷小悠点头 他微微闭起了眼睛 陈昊看着他好看的睫毛 在风中微颤 看着他闭目时沉浸的模样 好想就这样子偷偷地亲她一口 但他终究还是忍住了 冷小悠很快睁开了眼睛 许是因为他与秩序神识之间 真的有某种联系 真的感应到了什么 睁开眼睛后 便向不远程的血池忘了过去 宛如是冥冥中的注定与安排 陈昊顺他的目光看去 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块石头 一块黑白斑驳 却又秩序分明的石头 靠真的这么转 他兴奋地向石头跑去 可冷小悠的心中 却诸然生出了强烈的不安感 他觉得那块石头出现得太突兀了 他清楚地记得 前一刻血池的边上还没有石头呢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女武神 第1241集 就在这时 嗡的一声 秩序神识 毫无征兆地变成了血色 一股异常冰冷 仿佛能抹杀一切的能量 如剑一般地向陈昊飞去 一切变化都太过突然了 就连陈昊也没料到 小心 千钧一发之时 冷小悠将陈昊推开 如血的剑刺入他的心脏 他的脸色瞬间苍白 失去了所有的血色 陈昊连忙将他抱住 脸色也如他脸色一样的 瞬间变得苍白 这一剑射在他心上 也射在他的心上 然而 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完 在那按键射出的刹那时间 血池再度疯狂地翻滚起来 没有万万千千黑色生命出现 出现的黑色生命 只有一个人 那是一个全身漆黑的老者 他手里握着秩序神识 神识的力量激荡起来 趁着陈昊因冷小悠受伤而分心的一瞬间 激起血池中的千层浪 瞬间覆盖着整个小院 也将陈昊和冷小悠一起笼罩 一起淹没 狂暴的能量从血池中涌出 整个小院被笼罩在了一片血色之中 万物皆被镇压在了血色里 陈昊抱着被血溅穿心的冷小悠 紧紧握着他的手 不停往他体内输送能量 全身漆黑的老者 手中握着如血的宝石 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激发着宝石能量 把那一片血色压入血池中 也将陈昊和冷小悠一起打入了血池中 陈昊抬起了头 隔着一片血色深深看了老者一眼 这一刻他若愿意 兴许可以强行冲破那片血色笼罩 继续战斗或者逃走 但是他却做了另外的选择 浩荡的混合神力在他周身合拢 宛如一个光剑 将他与冷小悠护在了剑内 光剑堕入一片血色之中 堕入了血池的深处 然后一切结束了 老者宛如虚脱了一般 贪软地在血池旁静静地喘息 终于结束了 这场战斗终于还是他赢了 但是细祥整场战斗的过程 即便他明知道自己已经赢了 却仍旧有一些心有余悸 有太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陈浩实力太强了 居然只用了一拳 就能威胁到他创造的血液 冷小悠的身上呢 亦有一种他不能理解的秩序感 那双黑白匕首宛如是他的特性一般的 哪怕只是杀了他的假身 竟然对他灵魂也造成了重创 若非有神石在手 若非他偷袭成功 让冷小悠受了伤了 若非陈浩在关键时刻分了心 哪怕任何一个环节出错了 后果都不堪设想 但是 终究他还是赢了 老者缓缓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 地牢中的血色还未完全退去 在那血色能量滋养之下 枯萎的黑色花朵重新复活 许许多多尸体也在复活 包括仙前地牢里被杀死的人 包括被杀死的阿波罗 他们或黄或小麦色或白皙的皮肤 统统统统统统成了黑色 宁如是黑白的颠倒 生死的轮换 于是 本该死去的他们 极为神奇 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 活了下来 你骗我 苏醒后的阿波罗 对老者不满地吼道 你答应过我 以我大婚之事作为诱饵 以自身安慰作为体身 引尘后过来 你答应过我 不会出事 你说过你会保护我 你眨眼看见那个女人杀死我 眼睁睁看着那个男人挖了我的心 直到此刻 阿波罗仍旧不能忘记临死前的画面 他的眼睛上插了一柄匕首 贯穿大脑 一个男人从背后掏了他的心 亲手将他的心脏捏爆 这个过程太痛苦太不堪了 他觉得自己遭受到了欺骗 你冷静点 老者道 你现在不是说能言 活得很好吗 阿波罗眉头皱了起来 看着自己焦黑如炭的黑色手 想象着自己原本还算帅气的脸 此时可能也如焦炭一般 便不由得很是烦躁 我不喜欢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以后会喜欢的 老者道 除非你愿意成为一具好看的尸体 慢慢腐烂掉 阿波罗不说话了 与其成为一具好看的尸体 终究还是能说能言 能不能跳 更让人开心 哪怕是活得像个怪物 但是他堂堂天神 却沦落到这部天地 终究还是让他非常的不爽 那无处发泄的愤怒 总是需要一个宣泄口 他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棱小悠 那两个人呢 他问道 我怀疑那个男人就是陈昊 他的模样和陈昊不一样 但是我感觉到他杀我时的暴怒情绪 我必然是认识他的 不然他没理由那样暴怒 嗯 老者点了点头 你是说那个魔戒的隐秀 我也怀疑他是陈昊 但是现在不重要 阿波罗不语 等着他的下文 全都被我打入血域了 没有活人可以长时间待在那 神秘老人自信地说道 不管他多强 最多七天 七天之后他就是一滩血水 成为血液的养料 还是得小心一些 阿波罗道 毕竟他是陈昊 他身上发生过太多的奇迹了 对付这种人 寄予再多的重视也不为过 是 神秘老人回想着先前陈昊那一拳 不由得有一些心有余悸 而后冷笑说道 我已经用秩序神识 镇压了整个血域 以防止他再有机会逃走 混合神力化作彩色光简 在血色世界里漂流着 这里的一切都是血色的 血色的河流 血色的大地 乃至是血色的太阳 于是这里的一切 对陈昊和棱小悠而言 都是危险的 河流中血色能量 不断侵蚀着彩色的光照 激发起淡淡的涟漪 陈昊对这些事情充耳不闻 满不在乎 可他在乎的却是光照 随波逐流式的颠簸 生怕怀里的女子会不舒服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她 控制着光简飞出河流 在一个荒山的山脚下落下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他抓着他的手 轻轻地在手中揉搓 这一刻 他的手是那般的柔弱 宛如五谷一样 以至于他抓起他手的时候 盛大般小心 生怕一不小心就弄痛了他 更让陈昊担心的是 此时他的气息 他的脉搏 他的心跳 都孱弱地像是消失了似的 这让人感到了惊恐 一股诡异的血色能量 堵在他的天口上 仿佛随时都能要了他的命 棱小悠摇了摇头 他比陈昊更加清楚自己的状况 秩序神师的力量 是一种很特殊 很极端的能量 它就像一种冰冷的规则 摸出一切不规则的能量 就像是世上 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原型一样 生命也不可能是绝对完美了 不可能是充满秩序的 必然有其无序的部分存在 所以理论上 任何生命体 都无法阻挡秩序的力量 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于是 他看着彩色光照上 不断泛起了涟漪 看着陈昊紧张的神情说道 你走吧 趁现在损失的能量不多 分离一搏 应该有机会离开这里 不然 说的什么傻话 陈昊瞪了他一眼 如果你只想说这种丧气话 还不如闭嘴省点力气 冷小悠不语 看着他眼里的神情 不觉得生气 反而觉得有些异样 有些温馨 毕竟姐姐被弟弟照顾的刑警 并不动静 以后不准再说这种丧气话 你听见没有 陈昊道 你的伤势会恢复的 我会想办法医好你 到时候啊 咱们一起冲出去 更何况我还有 无所不知的天书想辅助 肯定有办法治好你的 你一定打起精神 放一百二十个心 说完 他闭目 用灵魂联系天书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女武神 第1242集 血光如雨 落在彩色能量简上 激起阵阵彩色的涟漪 冷小悠静静地看着那些涟漪 觉得这小小的光简 其实很温暖 很好看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呢 说不定此事呢 还有一些小小的浪漫 他并不知道天书是什么 但是看着陈昊弟弟 那自信满满的认真模样 不由的还是多了几分信心 毕竟啊 单单是看他那么努力的时候 或许他也应该乐观一些 至少丧气话之类的 可能真的要少说了 与此同时 陈昊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石海之中 他要唤醒那本 已经沉睡了太久的书了 四周空空荡荡的 有些黑暗 他呼喊着天书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可是不知为何 这次黑暗的空间里 没有亮起光幕 也没有响起天书的声音 黑暗的石海空间里 寂静得有些可怕 凑 这搞什么鬼 连续喊了不下二十遍之后 陈昊终于有些脑了 许是听出了陈昊的脑溢 天书也实在是藏无可藏 躲无可躲 无奈之下 只好发出悠悠的一声叹息 怎么这么久才理我 陈昊不解地问道 天书答道 这么简单的事情 难道你猜不到吗 猜到什么 陈昊不解 最近一段时间 虽然我自称是最纯顺 但大多时候 都是对你保持关注的 毕竟对我而言 看着你小子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不需要我的帮助 越来越顶先立地 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请让本书开心的 天书悠悠叹道 你经历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小悠久别受伤的事情 我当然也看到了 所以 你懂了吗 陈昊沉默了 他已经听懂了 但是他却不想听懂 不想接受 如果我有办法救他 不等你来找我 我早就蹦出来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救 天书道 我不辜理 自然是因为 我自己的大事 可你是天书 陈昊打断道 身为天书 你怎么可能没办法 咱们一路走来 遇到那么多风风雨雨 你一直都有办法 现在没有了 是 我是天书 天书道 可我并非万能 因为不再是曾经 那个弱小的小家伙 你现在是仅次于大地的人 在某些方面的成就 甚至已经超过了大地 抵达了大地 我也不达到的境界 如今你遇到的敌人 也是最方最可怕 最变苦 最天才 最疯狂的敌人 我怎么可能一直有办法 陈昊深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天书说的有道理 可是他就是不想承认那些道理 毕竟 他若承认了 天书也没有办法 那他还能去哪里找办法呢 而倘若找不到办法 那岂不是说 他的小悠姐姐 天书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他陪伴陈昊最久 最能理解陈昊此时的心情 他在手机里沉睡的时候 陈昊和冷小悠 就已经开始相依为命了 而后 从苍穹市的分别 再到陈昊一步一步地崛起 这个家伙 无时无刻地 都在想着自己的小悠姐姐 想让小悠姐姐知道 他已经变得很强了 以后可以撑起半边天了 以后可以娶她了 只可惜 二人总是互相错过 总是各自被各自的事情缠身 总是难以见面 如今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还来不及相拥 就要面对生死离别 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可是 即便残忍 又能怎么办呢 真的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一丝可能都没 陈昊忍不住地问他 这 天收欲言又止 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 你如实说就好 陈昊沉声说道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好的 天收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资料 娓娓道来 智序存实的能量 是所有神实中最可怕 最霸道 最极端的 它的极端之处 不在于能量的强弱 而在于规则的冰冷 它代表的是一种秩序 一种无法逾越的规则 规则你知道吗 比方说 能量不会凭空消失 或者增减 只能互相转换 这就是一种无法反处的规则 不如说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 万物总是趋向于伤的增加 只随着神仙的贴仪 从有序 走向无序 这也是规则的一部分 生命却是完全不同的 从宇宙产生了生命开始 从第一个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出现 一直到复杂的人类 生命也停下了 一直都是从无序 逐渐走向有序的过境 思想一下 这样一幅画面 你在桌子上跟鸡木 一个细胞 就是一个鸡木 你搭建一个两个鸡木 或者十个鸡木 你已经记住 可随随随随随着 所以 你搭建的鸡木越来越多 四十万亿的细胞 有序搭建在了一起 却没有崩透 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奇迹吗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 不难猜到 如此复杂的结构 细胞构成的生命大楼 迟早都是要崩塌的 所以生命不可承招 也不是一样的严厉 而所谓修行 就是要维持那有四十万亿细胞堆积而出的大楼 一直相对有序地连接在一起 千年万年也不崩塌 所以修行 就在奇迹中 创造奇迹 是真正的立天而行之时 听到这里 你应该可以明白 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成为那种 可以活千年万年的修行者 就是在创造多么大的奇迹了吧 天书问道 嗯 陈浩点了点头 站在这种角度上来看 生命的诞生 的确是个奇迹 成为一个可以维持生命大楼 万年不倒的修行者 就更加难得了 可是活着已经如此的不容易了 只是维持那样一座大楼尽量不倒 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 而那志气神识的力量 却要对你志愿更高的目标 只要你的生命大楼 有稍微一点的歪血 就会被视为不规范 上去就是一脚把你的大楼踹倒 天书叹了一口气 所以 现在你应该懂 这种情况有多么棘手 多么的危急了吧 听了天书如此细致入围的讲述 尤其是听到了达基木 那形象的比喻 陈浩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了 生命本身是何其的脆弱 维持生命体一直活着 本就是多么的困难 而本来已经足够困难了 秩序神识的力量 却还要鸡蛋里面挑石头 只要发现构造生命体 细胞大楼里 有一丁点不符合秩序的标准 就会一脚将那四十万一个基木 构造的大楼给推倒 从理论上 他承认这种规则力量的极端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也看到了事情逆转的另一种可能 只要生命大楼有稍微一点的歪旋 就会被视为不规范 然后被毁灭 陈浩分析的 那岂不是说 如果这座楼足够完美 足够规范 就不会被毁掉 理论上是这样不错 天书点头 那万一 陈浩不由激动起来 天书显然知道 他在想些什么 摇头道 最后你听了你 我从未见过有生命 可以完美到那种前面 为什么没有 陈浩问 没有为什么 天书不知道该如何向陈浩解释 沉默了片刻之后才说道 陈浩 我这么和你说吧 当初宙斯和大帝双双战死 也是受到了秩序神使的影响 这是我最近才解放的记忆 天书悠悠道 当年宙斯被秩序的力量鼠心 每周三天就撑不下去了 大帝也遭到了秩序力量的反射 运撑了33年 安排诸多后事 然后还是死了 33年 陈浩仍旧保留着最后一丝幻想 他想 哪怕有办法再活33年 也是好的 这样啊 他就有33年 在想别的办法 可是 天书却道 但大帝是靠着诸多秘法 无数身材地宝 才免藏维持的 当年有的许多灵物 现在早就绝迹了 不得你想复制大帝的办法 不得不合你的心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43集 陈浩彻底沉默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连天书都毫无办法 连神王宙斯 也撑不过三天 连大帝 用尽各种办法之后 也只能一死 这么多前车之剑 这么多传奇人物 都束手无策 这一刻 陈浩不由得有些绝望 他从未如此绝望过 天书还想再说什么 沉默良久 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清楚 此时此刻 再多的安慰 都是枉然 陈浩也绝对 不需要这种安慰 陈浩 陈浩 温柔的声音 在陈浩耳畔响起 他退出了自己的石海 断绝了与天师的交流 重新回到了现实之中 发现那是棱小悠的声音 怎么样 你的天书 要用什么办法救我 他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看起来还是好看 陈浩的心中 却是猛的一疼 因为天书说 没有任何办法 他是那么的美丽 那么的温柔 对他是那么的重要 可他呢 却几乎必死 一瞬间 有热泪涌上他的眼眶 可是 他却在眼泪即将 投框而出的瞬间 强行将泪水蒸发 忍着伤痛 伴着笑脸说道 天书说 你身上的伤 根本没大碍 只要能忍过三天 从第四天开始 就会慢慢康复了 他并没有说谎 因为强如肉丝 也只撑了三天而已 如果冷小悠 能撑过三天 第四天或许 真的会出现奇迹 也说不定啊 他对这种毫无根据的理论 深信不疑 于是这一刻 他不但骗了自己 也成功骗过了冷小悠 是吗 他说道 语气有些憧憬 也有些疲惫 可是三天好长 你乱说什么呀 三天哪儿长 和小时候感冒发烧 是一样的 每次发烧你都告诉我 只要熬过去三天 第四天就会康复 陈浩道 我小的时候生病都听你话 如今你生病了 怎能不听我的话 冷小悠不说话了 无力地笑了笑 陈浩这才发现 他好像说了太多的话了 他的气色 似乎也比之前的一刻更好了 可是他的伤势 却并没有好转 堵在他心脏处 那一抹秩序之力 仍然存在 这似乎不是什么好现象 陈浩脑海中 立刻跳出了四个可怕的字眼 回光返照 他顿时有些恐惧 更为小心仔细地看着他 连眼睛都不舍得眨 生怕某个眨眼的瞬间 他就不在了 冷小悠 却伸手摸着他的脸颊 笑着说道 你这张脸好难看啊 我还是希望看着 帅气的弟弟 原来你早就知道是我了 陈浩变回自己本来的模样 然后他才发现 自己说了一句废话 冷小悠当然早就猜到了 他的身份了 若非冷小悠知道他的身份 怎么可能在危机关头 推开他 帮他挡住那道血溅呢 他是那般的奋不顾身 终究是为了他 想至于此 陈浩不由地痛从心来 姐姐 他忍不住抱着他 冷小悠沉默 静静地任由他抱着 眯着眼睛 仿佛很享受似的 你答应要嫁给我的 他说道 那 你问我 他看着陈浩的眼睛 有些期待 可是 与先前相比 他的身影 明显变得更虚弱了 他眼中那抹期待 更像是临死之人 要满足最后一个小愿望 于是 陈浩没有吻他 你休想 他说道 你休想这样 轻易幸福地离开 把我自己丢下 我不会满足你的愿望 除非你能撑到第四天 冷小悠 撅着嘴 有些失落 但是 他却得到了一个 比一个吻更重要的 更真实的感情 于是 他还是有些满足 满足 疲惫 无力的 不受毅力掌控的 慢慢闭上眼睛 你休想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你就别想离我而去 人死如大厦江青 仿佛一切都无法挽留 陈浩却不计代价地 将自己体内精神的神力 尽数注入他的体内 大厦有四万亿个装王组成 他的神力分成了四万亿股 就这样 死死吊着那江青的大厦 死死地吊着他的命 是的 就像他说的那样子 他是绝对绝对 不会让他死的 只要他有一口气在 他就不会让他死 四周变得静静的 血色里 他与他静静地相拥 在这陌生的世界里 如幼时那样的相依为命 从白天到夜晚 随着血洋的起落 时间慢慢过去 在陈浩的不懈努力下 在陈浩耗费了 难以想象能量之后 冷小悠的情况 终于暂时稳定了下来 可他并没有苏醒 整个人的状态 仍旧虚弱无比 所谓的稳定呢 只不过是 暂时吊住他最后一口气罢了 即便如此 仍旧让陈浩整个人 轻松了很多 至少他还没有死 只要还没死 就有希望 这就是乐观的理由 所以在第二天 血洋升起时 他不过血洋 如箭矢般地拍打着光照上 响起噼里啪啦响声 绕有兴致地 背着小悠姐姐 离开黄山 开启了一场远游 远游的理由很简单 他想到处看看 他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再次醒来 他希望 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这样兴许能够舒缓他的心情 让他能够多留在世间 一个甜美的笑容 仅此就够了 只要能驳他一笑 他不惜在这里跋山 在这里涉水 哪怕是这片血色世界 其实很危险 中午的时候 冷小悠醒了一会儿 陈浩陪着他 坐在血海泛滥的崖畔 看着江水东流 看着云卷云梳 只可惜 好景不长 他仍旧十分疲惫且虚弱 仅仅醒了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便再都陷入深睡了 陈浩并不伤感 他不介意 他每天只有很少时间陪他 如果旅程继续 他就每天醒过来小会儿的话 他甚至愿意将这旅程一直进行下去 然而 梦想总是美好的 而现实总是残酷的 仅仅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他又开始心虚不宁了 一方面是因为 冷小悠的气息变得更虚弱了 他不确定下一次 自己能不能再救他 另一方面呢 则是因为 血雨之外的世界 同样让他担忧 他和罗兰约定的三天之期 就快到了 此时 他却不能脱身 这真真是 乌漏偏逢连夜雨 人倒霉的时候啊 果然各种倒霉事儿 就会扎堆一起发生的 就在他如此想的时候 好像有一件更倒霉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你在这里 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山巅处传来 陈昊站在山下 向着夜色里的山峰摇望 眼里极好的他 他清楚地看到了一道人影 那是一个全身裹着血色斗篷 戴着血色面具的神秘家伙 听声音 似乎是个女人 但是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里是血雨 是神秘老人 创造的可怕事件 先前的战斗中 无数黑色的生命体 都是从血雨里跑出来的 眼前的敌人 虽然不是全身红色 但是陈昊不确定 红色在血雨世界里 是不是更高级的代表 代表着对方更难缠 这种结果眼上 陈昊并不希望与人战斗 因为血雨之中没有灵气 他得不到任何的补充 也就是说 他的能量用一分少一分 他需要有能量维持光碱不灭 需要吊住冷小幽的命 显然经不起这种浪费 于是他想也不想 掉头打算离开 用最快的速度逃走 或许显得很狼狈 但是终究是 节省能量的最好方式 而且他相信 没有人可以追上他 然而 就在他打算这么做的时候 血袍女子率先开口道 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血羊和血月都会伤害你们 想必你也不愿意 一直顶着光碱 到处跑吧 安全的地方 陈昊不由地疑惑了起来 他不明白对方为何如此好心 周梅问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是谁啊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尖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44集 血袍女子沉默了片刻 摘掉了脸上的面具 陈昊看着他熟悉的脸 瞪直了眼睛 事业 星光惨淡 阿波罗独自待在房间里 两天 自从被老者复活之后 他已经足足两天没出门了 他的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 连头上也裹了头巾 脸上围着纱布 然后用一个宽大的罩衣 全方位无死角地把自己罩了起来 可以罩住的是身体与外表 罩不住的却是他原子心灵身处的自卑 以及对那幅交谈般的身体的深深的厌恶 他是神啊 而且还是相当俊美帅气的神 现在却是不仁不诡的像个怪物 他不敢出门 也不敢让别人看清楚他现在的样子 甚至就连他自己都不敢照镜子 某些人或许已经死了 却能死得坦然 他还活得好好的 却活得这般痛苦 不再拥有心脏 胸腔也不再起伏跳动的怪异 与不适的感觉 更是让阿波罗感到莫名的愤怒 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 心脏被陈昊捏碎时的画面 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有多么的痛苦 陈昊 就是因为陈昊 他才变成了这种 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如果不是陈昊杀了他 他何须忍受这种痛苦呢 都是陈昊害他 都是陈昊害他变成这个样子的 愤恨的情绪宛如火焰 在他没有心脏的胸膛里燃烧着 以至于 哪怕神秘老人已经告诉过他 冷小幽和陈昊 七天之内就会化为血水 他仍旧不能解恨 于是 在这漆黑寂静的夜里 他的目光 突然锁定了远方的小楼 小楼里亮着灯 灯下 想必会有家人 罗兰和叶红叶 他们和陈昊的关系很好是吧 阿波罗舔了舔嘴唇 露出了嗜嗜的笑容 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很心了 况且按照计划 我和罗兰的婚期也要到了 也该去尝尝小娇妻的味道 他想 今晚会是一个愉快的夜晚 不但很愉快 兴许还能很解气 如果是以前的话 面对那两个女人 他或许会很忌惮 毕竟啊 那两人的修为不弱 然而此时呢 他连死都不怕了 他已经死过了一次了 他那幅黑暗又恶心的身体 虽然难看 却有着近乎于 难以被杀死的能力 他又何必需要再恐惧呢 他完全有信心 正面站上两个人 只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也为了防止 让那两人逃走 他还是打算 多带一些高手过去 以他的就为 再加上诸多高手的围堵 以及院楼中 诸多法阵的辅助 那绝对会是一场 很有意思的追捕游戏 而那两女 一旦失手被擒 下场可能就会 无比的凄惨 阿波罗不由期待起来 开始四处召集人手 去办这件事情 夜空中 血液高挂 身着血袍的女子 缓缓拿掉了脸上的血色面具 面具下是张精致美丽的容颜 她的眼睛很亮 闪烁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辉 是你 雅典娜 陈浩瞪直了眼睛 毕竟就算她想破脑袋 就算她脑袋上直接开个洞 也实在想不到 会在这种鬼地方 你找雅典娜呀 你怎么在这儿 她忍不住问道 雅典娜重新将面具 戴在脸上 小心翼翼地 用血袍 将自己身体折好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说 陈浩发现 雅典娜和她一样 也很忌惮血羊或血液的光线 但是她身上的血袍和血色面具 却能隔绝血液世界带来的伤害 这无一再次证明了 雅典娜女神无与伦比的智慧与才能 同时也让陈浩相信 眼前的雅典娜 是和她一样的正常生命体 绝对不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冒牌货 这些细节 足以赢得她的信任 这时雅典娜率先向南飞去 陈浩跟了过去 你的能量损耗得多吗 能不能跟得上 她问 没问题 陈浩道 身为男人 哪里有不行的时候 你别太瞧瞧我 雅典娜笑了起来 不再言语 比之南飞 二人的速度都很快 跨越了海洋和群山 在那山与海之间 难免地遇到了很多 黑色的生命体 甚至引起了许多黑色生命体的追击 但是无一例外的 那些生命体 皆被她和她 远远甩在了后面 就这般的 接连飞行了至少有半个小时至余 陈浩估摸着 这个距离 或许已经足够横穿亚欧大陆的时候 忽然 看见了一座雪山 啊不 更准确地说呢 那更像一道冰雪筑成的墙 冰墙不知道有多少万米高 哪怕陈浩和雅典娜本就飞在云端 竟然也只有冰墙的一半 为了翻越那条墙 他们不得不像小鸟一样飞得更高 又是许久之后 陈浩与雅典娜飞得足够高了 他们将巍峨的冰墙踩在脚下 陈浩站在冰墙上 只觉得视野无比地开阔 空气无比地稀薄 却也是无比地新鲜 再也没有什么血色遮挡视线了 陈浩向冰墙之下遥望 血色的能量沉积在万丈的深渊之中 笼罩在广谋的大地之上 血阳和血月各自照耀着一片区域 按照一种特有的规律 做着规律运动 被血阳照耀的地方是白天 被血月照耀的地方呢 则是一晚 哎 这个世界不是球体 是平面的 陈浩惊奇地说道 不识庐山之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跳出此山 站到更远的地方遥望 陈浩很轻易地便发现了这一点 不只是平面的 还更像一个监狱 雅典娜脱掉了身上血袍 拿掉了脸上的防护面具 冰墙比血阳和血月的高度更高 此地空气也足够新鲜 已经不需要使用防具了 然后 她看着高层的墙壁 继续说道 这就是神秘老人理想中的世界 用墙壁 把整个世界圈了起来 血阳与血月 高悬在距离地面 大约四十三千米的位置 按照固定的秩序 不停地做规则运动 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适配器 负责能量的掠夺 与吸收 若神秘老人需要某个区域的种族崛起 就用血阳向它们浇灌能量 让它们快速成长 若神秘老人需要某个种族灭绝 就使用血月掠夺它们的能量 这就是她追求的 所谓的秩序感 和掌控感 雅典娜无不讽刺地说道 或许她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站在这天之崖上 看世界的生生灭灭 掌控一切 陈昊对神秘老人早有所了解 所以对雅典娜所说这些内容毫不惊奇 但是她却惊奇另一件事 忍不住问道 你好像对这里很是了解 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 雅典娜道 很长 陈昊的眉间挑了起来 话说 自上一次魔界一别 她和她只是短短十数天不见而已 在很久之前 在极北遇到你之前 我的投影分身 已经在这个世界降临了 雅典娜道 哦 原来如此 陈昊这才发现 雅典娜的气息 要比上一次见面弱些 原来 留在血液世界里的 只是一句投影分身而已 可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到这里的 陈昊还是有些不解 自然是通过阿波罗那个蠢货 雅典娜送了从先 她总是生怕我不知道她有多么的势力 多么的有靠山 多么的了不起 兴许她觉得 这样能让我刮目相看 然后我便见到了神秘老人 见到了血池 某天我对血池下的隐藏世界很好奇 自然就来了 自然 陈昊无法理解她的理所当然 毕竟啊 在正常情况之下 即便雅典娜发现血池之下隐藏着一个世界入口 也没道理 仅仅因为好奇就直接跳进来吧 何况血池世界还是那么的恶心 那么的让人不舒服 我说过 我要找宙斯 雅典娜也不隐瞒 为了找到她 我不会放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哪怕是血池 哪怕是一条时空的小裂缝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陈昊没有想到 雅典娜就是为了这个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女武神 第1245集 这不由得让她更加好奇了 到底什么样的仇恨 才能让雅典娜这个小妞 上穷碧落下黄泉 也要找到她呢 然后弄死她呢 不过啊 她觉得这个话题啊 过于敏感 于是没有多问 反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消息 给说了出来 那雅花的老变态 说她是守牧者 从来没想过 要让宙斯醒过来 所以宙斯不可能醒来 我不信 雅典娜摇了摇头 世上没人能比我 更清楚宙斯的狡猾 她若真的永不醒来 那她就不是宙斯了 是吗 陈昊皱眉 她还说了些什么 关于宙斯的事情 雅典娜对这件事情 有些好奇 药丸 陈昊的 她说宙斯送了她一枚 能活十万年的药丸 并要求她在适合的时候 唤醒宙斯 十万年 雅典娜摇头 这应该不可能 我从未听说过 有这种药丸 但是真相是 那老者真的活了数万年 陈昊耸耸耸肩 说道 按照她自己的描述 她天生是怪胎 先天神力不足 修为也不高 若没那枚药丸相助 能活个三五千年也够像 雅典娜不说话了 她总觉得 那枚药丸有些古怪 不止药丸古怪 以宙斯的狡猾 选谁当守墓人不好啊 偏偏选了那个 孤僻变态的老人 做守墓人 这显得也很不正常 这里面或许藏着一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是此时此刻 她还无法想通 然后她挥过神来 看着陈昊 卑视的人影 说道 你似乎遇到了麻烦 陈昊脸上轻松的笑容 顿时消失了 无奈地点了点头 牙畔忽然变得有些安静 只有潇洒的北风 不停地呼啸 陈昊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将背上 背着的少女放下 抱在怀中 轻轻地搓着她的小手 似乎是在担心 睡着的她 会被北风吹落 雅典娜 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模样 沉默不语 她本以为 自己会有些吃错 有些不爽 会鄙视这个可恶的男人 拥有太多女人 可是呢 当她亲眼看到 陈昊无微不至地 去照顾冷小悠的时候 她就发现 其实她并不吃醋 因为现在冷小悠太虚弱了 她一眼便看出了 此时冷小悠身上的伤 有多么的棘手 她的生命 虚弱地就像一团小火苗 仿佛一不小心 就要被这北风吹灭 所以 陈昊必须很小心 她忍不住地在她和冷小悠的身边坐了下来 伸手 想帮助做些什么 却发现自己其实无从帮弃 冷小悠身上的伤很棘手 即便以她的智慧和才能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忙 然后 她看了看陈昊 张了张嘴 想要安慰些什么 却发现 所谓的安慰呢 未免太过于苍白无力 甚至 还显得虚假和客套 毕竟 那是她的冷小悠 那是她的小悠解 她最多对冷小悠有些同情 却不可能真的感同身手 真实地分担陈昊的感受 所以她除了沉默 就只能沉默 无力地沉默 不用管我 陈昊的 该知道的情况我都知道 安慰什么的不用跟我说 雅典娜瞪了陈昊一眼 心中有些委屈 心想 好一个不用管你 我真是脑子坏掉了 才想管你的事 果然是有了小悠姐姐 就要把花前月下的情人 忘干净了吗 好一个不用管你 我真是坏了脑子了 才想管你的事吧 果然是有了小悠姐 就要把花前月下的情人 给忘干净了吗 如果是平时 这番话她肯定是要说出来的 不过 她明显知道 陈昊现在心情不太好 所以只是在心里 把这笔账 给默默地记了下来 然后继续沉默 陈昊没有发现她的异样 伸手摸了我脸上 唏嘴的胡茶子 说道 况且今天实在不是 什么好日子 血液的世界是扁平的 按照所谓的日升月落 来计算时间的话 无疑不怎么准确 但是根据脸上那些 唏嘴的胡茶子 陈昊仍旧可以确定 来到血液后 时间至少过了两天左右了 也就是说 今天应该是罗兰的婚期 阿波罗虽然被她杀了 但是更变态强大的神秘老人 却没死 她并不知道 那个死变态 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陈昊的拳头 渐渐握紧了 没你想得那么坏 雅典娜说道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陈昊很是惊奇 我当然知道 雅典娜很确定 那你怎么确定没那么坏 陈昊又问 我当然能确定 雅典娜的手 偷偷翘看着紧握的拳头 努力让她变得轻松 而胡握住 因为 我喜欢你 夜色深沉 贝克城堡人影重重 阿波罗裹着厚重的黑色照衣 带领浩浩荡荡的人群 向着小楼方向进发 那是 罗兰的小楼 黑压压的人群 将小楼围得水泄不通 你们在外面守着 一旦有人想逃 就不要留守 不小心杀死了也无所谓 阿波罗露出残忍的笑容 说道 是 众人齐声回应 表示明白 阿波罗点头 很是满意地上了楼 人们看着他 向楼上的背影 不由得小楼飞飞 低声异了起来 你们猜老大声音之后会发生什么 有人好奇问道 还能发生什么 阴险的年轻人 露出了男人都总的笑 依我看 罗兰狗聪明就不会反抗 老大让咱们守在这根本就多辞一句 我倒是希望他会反抗 另一个矮挫的男人露出了猥琐的笑 他若反抗或者逃走 咱们就能出手了 你那么喜欢杀人 阴邪青年问 矮挫男人的笑容变得更加猥琐了 手指在空中去抓 当然不 只要咱们有机会出手 抓活的时候难免有些接触 众人微微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猥琐 阴杰青年忍不住笑吗 你就不想偷偷干点什么 毕竟他的肌肤那么嫩滑 挨挫男人反问 然后他环顾看上众人 满脸猥琐地笑 众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顿时笑得更坏了 那声音如群狼的吼笑 所有人都觉得 今晚必然会有很happy的事情发生 所有人也都在期待着 那种happy的事情发生 阿波罗本人对这种事情呢 更是期待得不得了 他三步病走两步地上了楼 来到那扇紧闭的门前 霸道的一张开放门 迈不进入 然后一声尖叫从小楼里传了出来 可是那并不是女人的声音 而是男人的声音 阿波罗在尖叫 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有些不对 围首的二三人 更是在第一时间冲入房间 只见房间里一个女人都没有 罗兰不在 叶红也不在 阿波罗独自躺在地上 宛如换了杨颠锋一般的 浑身纸抽抽 身上不时有道道电弧闪烁 大人 他们人呢 况且您这是 围首的两名护卫都有些懵了 此时阿波罗的头脑仍旧处于懵逼状态 他先前推开了房门 也是一个人也没看到 他以为那两个小妞躲在书房里 又打算去书房探查 奇料的 书房同样空空如也 却又雷霆扑面而来 直接把那个垫懵了 片刻之后 那电光狂虐的熟悉感觉 终于让他意识到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定又是雅典娜那个可恶女人 我以前带她来过这儿 她早就对城堡里的阵法熟悉了 所以才能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前进了 不单放走了罗兰和叶红叶 还在书房留下了一道雷光阵 等着我来处罚法阵 陈昊都死了 她还与我作对 我不会原谅她 我再也不会放过她 阿波罗勃然大怒 任着伤头从地上爬了起来 对众人怒吼道 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给我追 全程搜捕 他们应该没逃远 以方圆三百里为目标 地毯式搜索 是 众人不敢怠慢 立刻出发 然而 他们只是刚刚离开小楼 刚刚迈出树步而已 突然 噼里啪啦的 四周的空气 忽然变得暴力起来 在暴力的空气中 有无数雷霆闪烁 笼罩了小楼附近 数千米的范围 这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第124集 第1246集 众人看着闪烁的雷光 皆是有些头皮发麻 然后 伴随着噼里啪啦雷响声 他们不但头皮发麻 全身也发麻了 不好 这里针法被人改动过 又是雷光站 怎么这么多雷光站 人们哀嚎着残叫着 有实力烧弱的人 更是直接被那雷霆与电壶 烤成了比木炭还脆的焦炭 他们的索料 果真不假 这一夜对他们而言 的确充满了惊险和刺激 也果然十分的精彩 与此同时 雅典娜的本尊 已经带着罗兰和叶红叶 来到了城外五十里的竹林内 他遥望着眼中的雷光 想着贝克城堡 可能发生的惨剧 又看了看身边 安然无恙的大美女 神思不由飘到了 陈浩的身边 飘到了自己的 头影分身上 他想 真的是便宜 陈浩那小子了 身为一个女人 自己居然还要费心思 去救自己行敌 但是没办法呀 谁让他喜欢他呢 因为他喜欢他 所以今夜 终究不会台差 他是不会允许 他在乎的人出事的 他们都到安全的地方了 陈浩有些惊喜 嗯 他们都很安全 雅典娜答道 这个消息对陈浩来说 确实是个很棒的消息 正如雅典娜所说的那样子 今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最起码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他的手仍旧握着他的手 是那样的温柔 他是很有理智的人 很少会感情用事 所以在别人眼里 常常显得有些冰冷 可是他在他面前 总是会展露出 别人难以看到的温柔 对此 陈浩很感动 很喜欢 若是平时呢 他肯定恨不得心太一口 但是现在呢 他不可能有这种心思 冷小悠的生命气息 变得更弱了 情况很不乐观 从时间上推断呢 过了今晚 就是第三天了 天说曾经说过 当年宙斯 也是被秩序力量杀死的 连宙斯都没能撑过三天 也就是说 今晚可能至关重要 如果能撑过今晚 至少说明 打破了宙斯曾经的记录 多活一天 自然多收获一天的惊喜 多拥有一份希望 想到希望儿子 陈浩不由抬头 看向雅典娜 虽然理智告诉他 雅典娜应该不可能 再帮上什么忙了 但是万一呢 毕竟他是那样的智慧无双 毕竟他的知识 冠绝古今 万一真的知道什么办法呢 哪怕只有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哪怕需要付出九死一生代价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尝试 可是雅典娜的回答却是 绝不会有一丝可能的 否则当年宙斯 就不至于生死 使得自己仅剩一缕可怜的残魂了 大帝也不至于生死 匆匆匆安排后事 便去转世了 雅典娜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说世上最强的那两个人 皆不能打破铁律 你也注定难以打破 这一刻 她的声音有些冰冷 充满了理性 因为她希望她能清醒 希望她能从那 几乎不可能有希望的幻想中醒过来 冷小悠或许会死 但人总归会有一死的 还活着的人 总要学会接受现实 或许吧 或许真的没什么可能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可能放弃的 陈昊轻轻抱着怀里的人儿 雅典娜的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 陈昊口中的最后一刻 是绝对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冷小悠 那么此去那么简单 而是她会想尽办法 也会不期待价地 不停将自己神力 自己能量 乃至自己的生命拼进去 哪怕付出此等代价之后 只能让冷小悠 夺活短短两三天 这显然是极不理智的 于是 她忍不住说道 但你要清楚 这里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 以你的实力修为 若现在拼尽全力 或许还能强行打破 这个世界的封印逃出去 但 若你在她身上耗费太多的能量 可能永远都无法出去了 说不定 你会死 她看着黑暗的天空 看着血阳与血月笼罩下的血色世界 但你能量耗尽时 甚至有可能化作一滩血水 陈昊静静地听她说 神情却没有太大变化 似乎她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你更需要知道的是 外面也有人需要你 雅典娜道 你还有玉儿 你还有仙子 你还有罗兰 你还有 我 陈昊仍旧保持沉默 但是眼眸中明显出现了一抹迷茫与挣扎 是的 外面也有很多人需要她 不得不说呀 雅典娜这番话 成功戳中了她的软肋 试想一下 如果你死在了这里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该多么伤心 你确定要对他们如此残忍吗 雅典娜冷声问道 陈昊的身躯微微颤抖 她的心也在剧烈颤抖 这一刻 她几乎被雅典娜收动了 她紧紧抱着冷小幽的手 在剧烈颤抖中 险戏就这样把她给放下 只要她把她放下 或者是只要用出全力 不顾一切地对仓虫攻击 用不了多久 就能强行把这个小世界 轰得直立破碎 使得她安全返回蓝星 但如果她真的那么做了 冷小幽就必死无疑了 她现在太虚弱了 她全力攻击之时 无暇顾及她 雅典娜只是投影分身 实力很有限 同样没能力帮她照顾冷小幽 血液世界崩溃时的能量波动 只要波及到她身上一撕 她就有可能撑不下去了 如果她真的做出那样的选择 和直接杀死她 而后自己逃生 还有什么区别呢 于是她看着怀里小幽姐姐 那苍白虚弱的脸色 看着她寒风之中微颤的睫毛 感受着她此时的虚弱与无助 陈昊最终还是放弃了逃走的打算 毕竟从小到大 十数年来 常常都是小幽姐姐在照顾她 最困苦的时候 有口吃的东西 她自己不吃 也要留给她 若是没有她 十几年前 她就已经死了 此时此刻 这是小幽姐姐最虚弱 最无辱 最艰辛 最需要她照顾的时刻 她怎么可以放弃她呢 怎么可以这样离她而去呢 不 我不可能离开她 我别无选择 陈昊紧紧地抱着怀中的人儿说道 可你明明有选择 雅典娜很是冷酷地说道 你明明可以选择更多 外面有更多的人需要你 你却选择了少的 这样显然是不理智的 陈昊可以明白她的意思 却并不认同她的说法 不我无法选择 雅典娜不解 她不明白 陈昊这么聪明的人 为何在关键问题上 却又这么的糊涂呢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也知道外面有玉儿 有仙子 有西月 有燕姬 还有你 陈昊很冷静地说道 但是那又怎样 感情无法计算 无法测量 如果我可以靠加减乘除 靠着计算获得失去的比例来做决定 那只能说明 我没喜欢过你们任何一个 所以我别无选择 我不可能放弃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也不可能因为外面有人需要我 放弃眼前的人 我是绝不可能那么做的 如果我真那么做了 倘若以后遇见同样的情况 我放弃谁 我谁也无法放弃 那样我就不是我 同样的情况 若是换作你雅典娜神受重伤 或者是玉儿 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受了重伤 我也会义无反顾 做出同样的选择 因为这种选择对我来说 永远都是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 好一个永远都是别无选择 雅典娜看着寒风中固执的傻瓜 明显被弃了个不轻 毕竟 她是智慧的女神 是理性的女神 理智如她 自然觉得 现在的陈浩很不理智 很傻 但是她也必须承认 正是因为陈浩的不理智 正是因为陈浩身上 有着可以打破常理的热情与疯狂 有着世间少有的固执与坚守 所以理智的她 才会常常被她的不理智所打动 所以才会喜欢她呀 正如陈浩所说的 如果感情的事情呢 她也可以理智地用加减乘处 来计算得失 那就等于她从来没有过感情 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人 如果她真的可以那样做 那她就不再是她了 也不再是那个花心多心大流氓 却又痴青一片 始至不渝的陈浩了 若她不再是她了 若她那么容易的 就放弃了自己的所爱 那她和世上的薄青之人 还有什么区别呢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开局榜记日神 第1247集 若她不再是她 若她不再是陈浩 又怎值得让她雅典娜喜欢呢 让她雅典娜欣赏呢 想至于此 看着那个固执又可恶的家伙 雅典娜惊叹了一口气 慢慢变得释然了 世上总有一些事情 会比生命更加精彩 更加重要 所以活着的意义 并不是在于活了千年或者万年 而是要把那些最难做 最想做 并不得不做的事情给做完 所谓人生如蹄各种吃的描述 大约就是这种情形吧 所以不管理智还是不理智 不管结果如何 在这件事情上 她也只好由着谈了 雅典娜的投影分身 仍旧留在血液 她的本尊 则是带着罗兰和叶红叶 逃离了贝克城堡 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村里 暂时的安顿了下来 商议下一步打算 并且她把陈昊遇到神秘老人的事情 以及陈昊暂时被困血液的事情 转告了罗兰和叶红叶 邪恶的血池 性格孤僻的老变态 渴望掌握一切 包括完全生灵 乃至整个世界 叶红叶沉引导 联盟总部的幕后 有这种家伙操控 也难怪联盟总部 变得越来越畸形了 是的 这件事情很严重 雅典娜道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是不可能满足于 只控制一个小小的花园 也不会满足于 只控制自己创造的血液 也就是说 叶红叶的眼睛迷了起来 某天时机成熟 她肯定会对蓝星下手 雅典娜想着血液世界的模样 说道 她会把蓝星 改造成所谓的理想世界 叶红叶没有去过血液 自然不知道血液究竟什么样子的 但是只要她想到 那扁平无奇的世界里 有一个血色太阳 负责给予生物能量 另一个血色的月亮 负责掠夺生物的能量 生杀与夺 皆掌握在那个老变态的手里 甚至连他们晒太阳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都要靠别人的赏赐 不由便觉得 那种世界啊 真的是邪恶无比 应该一把火直接烧掉 那陈昊呢 他现在怎么样 罗兰则是更关心陈昊的安危 他 暂时没事 雅典娜道 暂时 罗兰觉得这个词语 充满了问题 有一场史无前例的艰难战斗 在等着他 雅典娜道 罗兰沉默 看着雅典娜的眼睛 雅典娜很清楚 他在想些什么 那是他必须要经历的一场战斗 这件事我们都帮不了他 并且 只能支持他 那我懂了 罗兰点头 下一步你们去哪儿 雅典娜道 我建议去亚州 目前整个蓝星 只有亚州是安全的 有九州商河镇在 那个变态的老家伙再怎么发疯 也很难威胁到亚州 除此之外的别的地方 都要危险得多 那你们先去亚州 叶红叶率先到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在这里 雅典娜问 对 叶红叶道 陈浩那小子 有一场无法逃避的战斗 我当然也有那么一场 不能躲的战斗 雅典娜看着叶红叶眼中的风仪 不由得好生无奈 他隐隐猜到 叶红叶要做的事情 肯定是有一些危险的 但是却没办法阻止 他想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与军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陈浩那小子身边呢 到处都是这种不讲理事 为了心中某种坚持 便不惜一些后果的人 好吧 我也祝你齐开得胜 雅典娜说道 嗯 那岂不是说 我要穿旗袍 还是开叉的 叶红叶 叶鱼笑道 深夜 陈浩静静地守在 冷小悠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他身上 自为细微的气息变化 他总觉得 这一夜至关重要 可事实证明呢 他完全想多了 所谓宙思 没撑过三天 所以第三天会很困难的猜想 宛如是一个可笑的无稽之惨 因为冷小悠 不仅是无比安详地撑过了 那所谓的男傲的夜 顺利地见到了早上 甚至在中午的时候 还醒了一会儿 醒来后 问他是不是已经过去三天了 按照约定 他应该问他 陈浩犹豫了一下 确实很坏地骗了他 他告诉他 还差一天 还要撑一天才行 冷小悠点了点头 显然是信了 他和他聊天半小时之后 再次睡下 然后堪称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他真的撑到了第四天 遗憾的却是呢 第四天他并没有醒来 即便如此 仍旧让陈浩惊喜不已 毕竟第四天 他还是没有死 他做到了连宙斯 也没做到的事情 同时 这件事情也极大地 鼓舞了陈浩的信心 毕竟 论实力的雄厚 小悠姐 肯定是不如宙斯的 可是 她却比宙斯 时间撑得更久 谁能说 这不是一种奇迹呢 第五天 小悠姐姐的情况 仍旧平稳 虽然仍旧没醒 但是生命体征 一直都在 陈浩有理由相信 他可以撑得更久 而且 这可能已经不能用简单的 奇迹二字来证明了 而应该是有 更加坚实的依据 他想到天书 告诉他的那些理论 与比 生命就是由基因 和细胞构成大楼 每一个细胞 都像是一砖一瓦 或者一块积木 由四十万亿块积木 凭空搭建的大楼 迟早会因为 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倒塌 所以 生命从原理上 注定会有尽头 而秩序神实 则像是一个 可恶的完美主义者 只要是发现 那搭建的大楼 有一丝歪斜 或者有一丁点不顺眼 不符合秩序的美感 就要把整座楼给毁掉 世上几乎没有 哪座精英大楼 可以满足这样的标准 所以 哪怕是宙斯和大帝 也没有办法 但是 凡事总是有例外的 或许 冷小幽 就是那个例外呢 他的实力 固然不如大帝和宙斯 但倘若 构成他生命的基因大楼 天生就很完美 天生便近乎于 没有缺陷呢 若是这样 是否意味着 他真的有可能 度过这些呢 而度过这些之后 完成这种 连大帝和宙斯 也没有经历过他 蜕变之后 他的身上 又会产生 怎样的变换 不知道 没人知道 会发生什么 此时的陈昊 根本不可能 去想太多 他只是过一天 看一天而已 第六天 冷小幽的伤势 突然开始恶化了 又是一次大赤江青 好在陈昊 再一次地 帮他度过难关 但是 仅仅在当天晚上 第二次的恶化 就再度发生了 于是 连能量都来不及 完全恢复的陈昊 又展开了第二次救治 费了好大力气 才成到第七天 秩序的力量 如大刀阔斧 时不时地 就要在他身体上 砍上两刀 他的伤势发作的次数 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或许 真正的恶战 才刚刚开始 而这场无声的 求生之战打响同时 叶红叶 再次返回卡萨胜城 遥望着联盟总部 那微恶的神圣大楼 暗自想着 他的恶战 也是时候打响了 幽暗的地下深处 老者手握秩序神石 全身贯注地盯着 看似平静的血池 这已经是 陈昊被打入血池的 第七天了 按照常理 若陈昊今天不能出来 想必以后 也很难出来了 但是 他并没有因此 而放松警惕 反而更加紧张 警惕 他是永远不会 小叫陈昊的 毕竟 他不会忘记 陈昊全力以拳之下 给血雨世界 带来怎样的损失 他完全有理由相信 如果陈昊不顾银械的攻击 有很大可能会彻底毁掉他的血液 同时 他也不会忘记 那双黑白匕首 斩破他的石人花 割破他脑袋式的感觉 更不会忘记 在那个可怕的瞬间里 他从冷小悠身上 看到那种 惊心动魄的秩序之美 他是不会感觉错的 那宛如是上天最完美的杰作 在此之前 他从来没见过 如冷小悠那样的人 以至于 直到此刻 冷小悠和陈昊 已经被打入血池多时了 他仍旧坠坠不安 总是担心 会有什么意外产生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已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日升 第1248集 这对他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美好的感觉 所以他才会小心翼翼的 一刻也不放松地握着神石 守在血池之前 以防止某一刻 那二人突然冲天而起 再从血池中杀出来 这一天的卡萨城 很不平静 确切来说 自从住在贝克城堡的罗兰达小姐 逃婚之后 联盟总部最有代表力的两大势力 沈玉斯与万事盟 便同时沦为了校兵 阿波罗自然暴怒 不惜代价地派出了贝克城堡内 驻防大阪兵力 全力追捕逃走的罗兰 沈玉斯主教奥夫·奥古斯塔 同样大为震怒 派出无数精英搜捕 罗兰和叶红叶的名字 与画像迅速风靡网络 一时之间 几乎成为西方大陆 最受关注的两个人 卡萨城大街小巷 更是贴满他们的画像 若画像没有清晰的通缉令三个字 不知道的人 只会把他们当作 这座城市里最当红的明星 毕竟他们天生丽质 本就是那样的亮丽夺目 大街小巷的墙上 乃至是大厦上滚动播出的屏幕上 都充斥着他们的信息 所谓最红的明星 顶多也就这种待遇了 然而 就在这种通缉令 挂满大街小巷背景下 叶红叶却是独自一个人 出现在卡萨城光明大道街头 起初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 即便是世界上最大胆的人 也不会想到 被整个联盟总部通缉的人 会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大街上 但是 只用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人们就注意到了他 毕竟 那一身红衣如血 格外夺目 何况 他是笔直地朝着联盟总部大楼走去的 一队队联盟军士 团团将他为主 叶红叶却宛如没看到他们一般 仍旧沉默着 笔直地往前走着 向着联盟大楼走去 于是 联盟军士便只好围着他 随着他的步伐而后退 所有人都紧绷着神经 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毕竟他们都知道 眼前的女子是神医司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其重要程度 丝毫不在罗兰之下 同时 也是神医司最厉害的强者之一 更因为 叶红叶本就在往联盟的方向走 他们即便动手 最终目的呢 也不过是要把叶红叶 抓到那座楼里罢了 既然如此 他们何必冒险 何必动手呢 但是 林子大了 总会有几只特立独行的鸟 人多了 也总会有几个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或许是因为 悬赏令上的赏金 太过诱人了 也可能是因为 葫芦平阳 便总有愚蠢的犬 要来欺 神医司内 民一般的情女子 圣女罗兰 情同手自的姐妹 王日里总是那般高高在上 宛如真神一般的神圣 神圣不忠侵犯 所以才特别的让人想要侵犯 尤其是 在当那种神圣 堕入尘埃时 于是 忽然 有刀光亮起 有数位自以为实力构想的人 拔刀相向 只是 在那刀光亮起的瞬间 却有一道 如续的线条 一闪而逝 亮起的刀光 影声断裂了 同时断裂的 还有正前方数导人影 沿着那一条斜斜的线条 有的人 头颅掉了 有的人被细线 拦腰斩断 长则血 露了满地 联盟军是在叹叫 街上市民 在惊叫 惊叫声中 夜红夜去脚步不停 继续往前走 然而 他很快还是停了下来 因为 在那一片混乱 与市民惊叫声音中 混杂着细弱油丝的 嗖嗖声 他回头 看到了三枚 脆毒的 漆黑漆针 惊叫的人群中 隐藏着一双 阴毒的眼睛 他看着那毒针 飞来的方向 眸中 有神光闪烁 瞬间 仿佛整个卡萨城的阳光 都变得浓烈起来 却又仿佛 什么都没发生 那毒针 却是凭空融化了 什么都没剩下 他的目光 又落在那双 阴险的眼睛上 那位用毒高手 痛苦地捂着自己的眼睛 他的眼球 如同融化的毒针一样 也融化了 滚烫的血水 从他眼空中流了出来 他脸上毒斑 变得透明了 神圣的光明神术 招摇了他 连他炼毒多年 留下的后遗症 都被治好了 只可惜 他的生命 早已经与毒 融会在了一起 光明杀死了毒 也就杀死了他 叶红爷看了他一眼 他便死了 这仿佛就是 神人之间的差距 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蹭蹭蹭 更多的军士 拔出了刀 更加警惕地看着他 却是更加没有 勇气动手了 我要见主教 挡我者死 他环顾种人说道 好一个挡我者死 这话说出来 似乎有些威风 但是他一点都不想 说这句话 因为在他看来 这很多鱼 显得很废话 可是没办法呀 世上总是有很多 不聪明的人 只有在听到 一些废话之后 才能够明白 他真正的态度 果不其然 随着那句冷冷的 飞话落地 人们果然变得 聪明了很多 叶红叶继续往前走 拦住他的军事 竟主动分开 主动为他 让出了一条道路 一条通往联盟总部的路 可是他去联盟总部 做什么 他不知道主教大人 联合外山盟的人 都在追他吗 人们精一不定 人们自然不会猜到 叶红叶是要去 做一个了断的 有些事情啊 罗兰不会做 但是并不代表着 他不会做 什么 找到了 叶红叶就在 卡萨城内 罗兰呢 罗兰也在 正大光明的大殿里 坐在主座上的 枯瘦老头 满面红光 好似一个 在死亡边缘 挣扎了寻寻的人 突然看到了 什么希望一般的 兴奋的喝道 那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可以抓人呢 然后把罗兰 给我送到贝克城堡 负责汇报的军事 面露难色 他没有想到 往日里 温重的主教大人 在这件事情上 会如此激动 如此的失常 以至于 他都没来得及说 只是发现 叶红叶而已 根本没有找到罗兰 他开口又要解释 就在这时候 不急不缓的脚步声 从殿外传来 同时传来的 还有一道冷冷的声音 其实我一直不懂 主教大人 怎就那么想把罗兰 送给万神盟的人 奥夫主教眼睛眯了起来 看向叶红叶 罗兰呢 他不在 叶红叶的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一直以来 他把您当作联盟内 最值得尊敬的长辈 您为什么这么想 把他送给万神盟 沈玉寺需要那块神石 奥夫主教道 你应该清楚 这件事 他自己也答应了 但 万神盟不可能 真的把神石交出来 所以他反悔了 叶红叶道 可你却和万神盟 串通仪器 要抓他 奥夫主教有些烦躁 他一点都不想和叶红叶辩论这个问题 他也不在乎 万神盟要把神石当作聘礼的诚意 有几分 他只是知道 他需要力量 他前所未有的需要力量 因为他已经太老了 他每一天都感觉到生命力在逝去 他看着自己手臂上 松弛的皮肤 看着肌肤上出现的无数褶皱 只觉得那些皱纹 就像是大楼的裂缝一样 构成他生命大楼 已经是满是裂缝了 每天都有不停的砖瓦坠落下来 他就快要死了 他原以为死亡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也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 真正走到死亡尽头的时候 看到不远处生命的终点 他才知道 那很可怕 现在 他只想得到神识 只想得到更强的力量 只有更强的力量 才能让他维系自己生命大楼 不至于坍塌 只要有一丝可能 他便愿意去尝试着 其他的一切并不重要 所以 罗兰不重要 对方究竟有多少诚意呢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必须尝试 必须抓住 可以活下去的一切机会 忽然 他的目光落在叶红叶的身上 惊奇地发现 原来叶红叶的身材 也是那样的婀娜 容貌 也是那样的精致 美丽 或许 万神盟的阿波罗 也会喜欢 如果 把叶红叶送给阿波罗怎么样呢 婚约 能不能继续呢 阿波罗会不会 仍旧把珍贵的人士 送过来当嫁妆呢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榜定日神 第1249集 想到此处 垂垂老矣的奥夫主教 宛如是即将溺死在河里的人 看到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根稻草 很是冷漠地对叶红叶说道 罗兰跑了 你正好在这儿 那就由你代替罗兰家的万神盟吧 殿堂很辉煌 匾额上写着正大光明四个大字 可是殿堂上传出的声音 却很荒唐 曾经即便称不上一名神武 至少也算是稳重睿智的主教大人 变得很是荒唐 罗兰不在 就让他代替 神医司的主教大人 就这么毫无底线地 想要巴结万神盟吗 叶红叶撇了撇嘴 心里好生的鄙视 并且忍不住 想起很多年间一件小事 那是他和罗兰在很小的时候 天文山囚龙遗迹 刚刚被发现不久 研究所费尽所有的心思 在门上留下一条缝隙 没人知道 那门后面藏着些什么 但是所有人都想起 那个世界里 有不可想象的远古宝藏 联盟用尽了所有正常办法 皆不得入门而入 主教大人查阅了诸多古籍 终于发现 拥有天使血脉的人 可以通过转世仪式 进入诸多不可思议的世界 当时神域司中 拥有天使血脉的有两个人 本来人选是罗兰 后来被他顶替了 所谓转生呢 自然首先需要把一个人杀死 才可以转生 具体的细节 已经被他忘得差不多了 他只去那天地板特别凉 他的血却特别热 慢慢一散开来血液 沿着他幼小的身体 在地板上紧紧绽放 如同一朵红色的莲花 大人们冷漠地看着他 只有小罗兰哭得很凶 那时年幼 倒也体察不到什么是阴险自私 他只是在想 主教大人如此伟大 做出的决定 想必都是必要的 都是神圣 并且符合道义的 必须有人做这件事情 罗兰比他小 比他更怕疼 听说转生很疼 那就由他来好了 现在想来啊 其实主教大人挺自私的 因为他从来都不会 损失自己的利益 从来都不会让自己的愿望露空 哪怕常常需要牺牲别人 即便别人并不适合做 再换一个或者换十个 也一定要做 正如此时 罗兰不在 主教大人第一反应 就是让他来顶替 叶红叶摇了摇头 暂时不想理会 这样荒唐无趣的要求 摇头说道 我今天来 不是要和你谈这件事的 你要谈人吗 奥夫主教好奇地问 他以为这是谈判的一种 叶红叶可能想对他提出一些要求 我想请您下令 让神域斯托里联盟 或者直接解散联盟 叶红叶道 神域斯主动挑头解散联盟 奥夫主教冷哼一声 这时他觉得叶红叶肯定疯了 叶红叶缓缓向前走去 是的 现在整个西方大陆乱作一团 凶兽仍旧到处肆虐 联盟之内却无人真正在意 三百年前 联盟本就是为了对抗凶兽而创立 如今他已经渐渐失去了本来的作用 理应被解散 此为奇 难不成还有其二 主教大人轻蔑冷笑 藏在地下的老变态 永远不会嫌弃血池里的血太多 凶兽就是他收集血液的特殊工具 亚洲的凶兽已经清零 西方的血 什么血池 谁在收集血液 你乱七八糟说什么呢 奥夫主教本来还算镇定 听到血池的内容之后 却如同被踩到尾巴的老猫一般的 情绪骤然变得激愤起来 竟是不但叶红叶把话说完 便强行将其打断 叶红叶却不理他 自顾自地说道 西方不应该成为血液的养量 联盟若毫无作为 至少也别拦着别人逃命才是 至少现在的亚洲还很安全 很多人都有逃命的机会 一排胡言 奥夫打怒 凭这些风言风语 就想让我带领神御司解散联盟 你觉得有可能吗 的确没什么可能 叶红叶点头 所以 忽然 他的身形如鬼门般的消失了 下一瞬间便出现在森冷的王座之前 伴随着坑出脆响 血色长剑刺入主教的心脏 神圣的大殿里 骤人变得安静了 一排排的护卫与神御司骨干成员 皆是瞪大了眼睛 没有人会想到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 一切都太突然了 其实也并不突然 从叶红叶踏入大门那刻起 他便一直在往前走 直到进入到了奥夫主教五步之内 走到最适合他发挥实力距离的位置 突然发动攻击而已 要说突然呢 也只是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人敢想 没有人敢相信 有人会刺杀奥夫主教 更没有人相信 那个人是叶红叶 毕竟 在神与司很多老人眼里 不管罗兰也好 叶红叶也好 与主教大人的关系 都是非常亲近的 甚至于禁私妇女 叶红叶突然拔剑刺向主教 这一幕宛如师父 不止众人感到意外 此时即便是奥夫主教本人 也感到十分的意外 他死死盯着叶红叶的眼睛 仿佛仍旧能从他冷峻的毛子里 看到极许他年幼时的神采与模样 十岁之前 他是被他养大的呀 他的本事也大多是他教的 为什么 他捂着胸口 手掌沾满粘稠的血液 那是从他心口处流淌的血液 因为我长大了 叶红叶道 因为你老糊涂了 长大了 自然是能辨是非 分善恶了 而老糊涂了 为了避免老糊涂 做太多糊涂事 还不如直接杀了 奥夫主教明白了他的意思 脸上露出了苍凉的笑容 但是 他的笑容 只维持了一瞬间 便消失了 叶红叶拧了拧手中剑 仿佛要把他心脏搅碎 这一剑 是帮罗兰赐的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罗兰会答应你的要求 一半是为了神识 另一半 仍旧是处于对你的恩情与尊重 他知道你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不 不是很多 而是近乎所有 凶兽是联盟制造的 三百年的凶兽大爆发 或许不是 但最近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凶兽 却全都是人为制造的 别想否认 鸣蛇公司让人变成凶兽的血清 就是制造凶兽的初步生物技术 而这一项技术 当初是由您授权的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事情 这次回来后 罗兰暗中调查很多 但他仍在犹豫 仍对你抱有一点希望 希望你可以自己醒悟 而你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辜负了他 甚至是想要对付他 叶红叶手上用力 把剑捅得更深一些 你老了 真的老糊涂了 奥夫主教却再度大笑起来 笑声苍凉 带着一抹悲凉 是啊 我老了 这一刻 他不但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 更感觉到生命的大楼正在帮他 于是 他看着叶红叶美丽的容颜 想着罗兰从十八岁之后 便再也未苍老一份的身体 不由从内心深处 涌现出浓浓的羡慕 老糊涂 这老了就糊涂吗 你们这些万年不会老的天使 又懂什么苍老 他深情悲愤 生意却又委屈极了 你们都是我教出来的 我的修为本科远在你们之上 可是我老了 我目前不过二百四十二岁 却已经老了 我曾经那么强 过去的每一年 我的实力就要锐减一分 直到变成一座快要倒塌的大楼 被人随意踹一脚补一件 都能把我杀死 为什么你们轻轻松松就能活几千年 我二百多岁就老了 你们青春年少的时候 我就得化作你们脚下的尘埃 我的天赋不弱于你们 也不弱于神灵 就因为我是人族 为什么生命就这么不公呢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开局榜定 入神 第1250集 奥夫的声音越来越悲愤 越来越不甘 忽然 在那深沉不甘情绪下 他捏碎了随身携带小瓶子 一股散发恶臭的黑色气体 笼罩他的身体 他的眼睛瞬间变成了黑色 他的面容 他的脖子 他裸露在外的肌肤 乃至于从他胸口处流淌的血液 全部变成了黑色 他变成了一个纯黑的人 身上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那种模样 就像是一个从死尸堆里捞出来的尸体 可是 奥夫的生命力 却变得空前强大起来 哪怕是被一剑灌出了心脏 也没有丝毫痛苦的模样 既然如此 不管怎么折腾都活不了 那我就不当人了 散发着恶臭的雾气 笼罩在奥夫主角的身上 他的神情显得有些争议 被捏碎的小瓶子 正是神秘老人送给他的 美其名曰 不死神药 他清楚 当瓶子打开之后 他就会变成浑身漆黑的怪物 但会拥有更为忧伤的寿命 甚至于很难被杀死 他在泥潭里面已经中山太久了 犹豫太久了 最终 在叶红叶一箭捅入他心脏子之后 迫使他彻底跳进了泥潭里 毕竟 他不想死啊 于是成为半死不活的怪物 便成为了他最后的选择 这是你逼我的 是你让我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愤怒地 探出如怪物般的黑色爪子 抓向叶红叶的心脏 仿佛是想看看 为什么天使可以活那么久 天使的心脏到底有何不同呢 可是他没能成功 一双炽热如火的翅膀挡住了奥夫的黑色爪子 这还是奥夫主教第一次看到叶红叶展露天使形态 他早就知道他有天使之身 却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种类的天使 现在他知道了 六亿如火般吃热的光意 谢红的十字审判之剑 他是主战的天使 正如正义的米加勒 裁决审判一切的罪恶 没有任何人逼你 罪恶本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若你从未选择罪恶 又何必把那样的小瓶子戴在身上呢 叶红叶的神色平静 眸中神光闪烁 所以 我以裁决之名 审判你为死刑 划落 他身上的神光变得更加强烈了 那些如火的神光 剧烈地燃烧着 燃烧着他的生命 奥夫惨叫起来 即便化作黑色生命的他 此刻也感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可是 叶红叶身上的神光 却变得更加强烈 神奇 他没想到 天使状态下叶红叶 使用神奇会这么强 更没想到 当天使燃烧生命战斗之后 会这么可怕 瞬间 无可阻挡的光芒 淹没了奥夫的身影 他的身体一寸寸地融化了 连一个细胞也没能留下 于是 他所谓的不死之身 也就成了一个笑话了 片刻之后 那赤裂如火的光明气息 终于慢慢收敛 夜红夜疲倦地坐在 宽大的王座上 额千一缕青丝 已然变成了白发 先前的一击 他燃生了足足六百年的生命 于是 神医师的主教 彻底地死翘翘了 他终究还是打赢了 大殿里死一般的安静 安静之中 突然传出诡异的冷笑 如猪一碎裂的响声 忽然接连响起 大殿上的副手教梅丽莎 光明护法 犹塔埃特 幼护法 罗斯福爱德华 在他们带领下 一位为曾经的神医师骨干 捏碎了手中黑色的瓶子 化作了一个个 与奥夫一样的恶魔 叶红叶已经很疲惫了 孤独地坐在王座上 杀死奥夫之后 他几乎连握剑都无力握醒 无数大黑色的影子 趁机扑响了他 如同联盟盛典中战斗 慢慢进入关键时刻一样 血雨中 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也逐渐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冷小油的伤势 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 由原本不怎么发作 再到半天一次 一个时辰一次 一刻钟便有一次 而且每次发作 都会变得更加严重 秩序神师的力量 宛如是冰死的野兽 变得空前的邪恶而疯狂 渐渐地 陈昊几乎失去了休息的时间 他的能量在一种 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着 冰墙下的日月 在不停轮转交换着 当血月笼罩了 绝大多数区域之后 陈昊知道 这是血雨中的夜晚 要来临了 他有些疲惫 仅仅过去了一天 他的能量至少消耗了一半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这种速度消耗下去 他顶多撑了第三天的黎明 便撑不下去了 他突然理解了 为何宙斯当初 连三天都撑不下去了 而且他发现 越到了后期 想要维持那座生命大楼不倒 便是愈发的 不可思议的困难 事实上呢 那座大楼已经倒了数次了 陈昊的任务 也早已不是 维新那座大楼不倒那么简单 而是在重建 不停地重建 不停地被摧毁 每次耗费无数心血的重建 都要面临无形的摧毁 这正是他如今正在做的工作 这样不是办法 根本撑不了太久 陈昊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眼下 除了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之外 他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规则是无情的 正如高温液体 必定向低温转化 生命必然向死亡转化 整齐搭建的金木大楼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会因为各种因素 而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 直至倒塌一样 万物遵循 伤增的定律 注定 有有序 向混乱无序方向发展 若是想让杯子里的水 一直维持高温 唯一的方式就是损耗能量 不停地将其加热 或者干脆加入更多的热水 若想大楼永不倒塌 唯一的办法就是损耗能量 用双手的力量 不停地维护 修缩这个大楼 能量 若想维持某种固定的秩序 就必须损耗能量为代价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血域内所谓的新型生命 可以长时间生活 全靠血液掠夺另一部分生命为代价 而后由血羊能量撒向大地 由此以来 寻荒往复 或许还不止如此 神秘老人似乎用了某种方式 让蓝星的杀戮和血液 也化作了血域中的能量源泉 以此来保证血域世界的稳定 冷小悠可以撑过第六天 除了他自己底子优秀之外 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陈昊一直在为他补充能量 现在棘手的问题在于 陈昊的能量也快用完了 可是他却没有血羊这种东西 来为自己补充 更没有整个蓝星血液 化作能源作为源泉 这几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只能另辟蹊径 能源问题如果无法解决 他能解决的问题 便只剩下让秩序神世能量弱一些 他将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 帮冷小悠分担秩序神世的杀伤力 这样无疑是很危险的 有可能会让他自己也进入宾死境地 而且他甚至不能保证 这样到底能不能够帮助冷小悠 但是在此时此刻 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了 除了这样做 他别无选择 毕竟他不可能放弃它 于是在落日余晖寂静之下 他满怀柔情地看着它 看着它瓶水的眉 看着它紧闭的眼 看着它美丽的脸 看着它红润的唇 然后轻轻抚身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吻它 因为他现在不知道 以后还能不能吻它了 随着那轻轻的一吻 他的眼睛逐渐变成了黑色 黑暗的能量侵入了他体内 如疯狂无惧的魔虫 吞噬着他体内一切致命的威胁 神玉丝主殿仍旧神圣而光明 叶红叶独自坐在光明王座上 显得很是无力且虚弱 一道道黑色的影子 如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 趁着战斗天使的虚弱 一个个宁笑着 猥琐地无情地向它扑过来 叶红叶紧紧紧手中的剑 哪怕无力仍旧紧握 身为战斗天使转世 身为才觉你叫黄 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不可能丢弃手中的剑 哪怕是死 他也只能站着死 于是他重新站了起来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女武神 第1251集 一道道黑色的影子冲了过来 更加悲惨凄苦的战斗要发生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黑化的诱护法爱德华 如厉鬼一般凝笑着 即将冲到夜红叶身前的时候 轰铃声 大殿的屋顶猛得破了 一道异常高大的身影 从天上悍然砸下来 狠狠叫爱德华踩在脚底下 狂信这雷鸣在此 谁敢伤吴主 来人身高足有三米之距 体型宛如巨人一般 手持巨剑 全身燃烧着光焰 可怜的爱德华 被那光焰 灼烧得不成人形 连连挣扎 不错 此人正是曾经在极北之地 帮陈昊看守院子 以一人之力守门 愣是让阿波罗 不敢靠近一步的雷鸣统领 而雷鸣统领 竟然是狂信者统领 所谓统领 狂信者在此光明永存 为了光明 神义思中 由最狂热的信徒 组成的强者军团冲了过来 他们不畏惧死亡 不惧困难 不惧疼痛的战斗战 或是用圣剑 把敌人砍成碎片 亦或者被敌人力气 刺入喉咙 鲜血在大殿里 不断地飘洒着 如恶鬼般的黑影 发出恐怖的尖叫声 这些 皆不能阻挡他们的步伐 因为他们为光明而战 为了信仰而战 夜红夜坐在王座上 默默收剑 却并未看向 大殿内外的战斗 反而抬头 向屋顶处大窟窿望去 只见 有光明透过那 被雷鸣统领 砸出来窟窿 照耀进来 光明之中 有六一圣天使 缓缓降临 他想 果然呢 知己者 没入姐妹 知己者 没入罗兰呢 当初 山村一别 他只说了句 有事情要办 还以为 能瞒得过罗兰呢 不承想 事情还没办完呢 罗兰就带着 狂信者军团 来帮忙来了 这该死的默契 未免让人觉得 太过舒服了 二人对视 良久没有说话 只不过 殿内的盛光 欲加催促 给人的感觉 欲加温暖了 疼吗 罗兰忽然问他 叶红叶看了身上 几道伤口 点了点头 又摇了头 点头是因为 奥夫领死前 进行了一次反扑 确实伤到了他 摇头却是因为 罗兰的盛光之下 他的伤势 正在迅速地恢复 所以你就不疼了 又是点头 又是摇头 我像一个傻瓜 罗兰的 另外 有些疼你本不该受的 类似于今天的事情 你应该提前和我商量 是是是 我懂了 叶红叶敷衍着他 心里却想着 本姑娘从小就被 转生在囚龙世界 独来独往多年 一个人早就习惯了 你二十多年 却是真真正正 被主教养大的 如师父般的场面 你如何下手 我又如何能让你下手 所以 这种事本来 就应该我来做才对 罗兰似乎猜到了 他是怎么想的 再次强调道 有些事 不用你提我 不管是杀人 还是转生 我可能有时会怕疼 但不代表我想逃避 叶红叶明白了他的意思 却并不认同 但我是你姐姐 那又如何 罗兰问 姐姐总是要比妹妹更勇敢 做更多事情 叶红叶道 你以后再这样 就不是我姐姐了 罗兰却道 叶红叶不由得一致 觉得罗兰 可能真的生气了 于是 变得有些沉默 罗兰却看着她额前 一缕白发 再这样来几次 你就要变老奶奶了 这次损失了几百年的寿命 叶奶奶 叶红叶顿时大脑 看着罗兰小妞 那不含一丝杂质的金色长发 好想把她给掐死 但是 她不可能这么做 于是 试图靠近的副主教梅丽莎 顿时遭了殃 血色天使之剑 在她身上掉出朵朵雪花 然后 在盛访的光眼中 她如奥夫一样倒下了 惨叫与厮杀的积蓄 光明与黑暗的影子 宛如精卫分明的黑与白 在那狭小的空间内 不停碰撞 终于 随着副主教梅丽莎倒下 雷鸣统领也将爱德华彻底击败 欲要逃走的尤特 也被罗兰净化光眼击中 至此 神医司以主教大人 和副主教为首的老一辈核心人物 几乎全都死了 剩下没死的 也不过是在殊死挣扎 战斗变得简单起来 逐渐呈现了一面党的情况 宛如 邪恶注定是不能战胜正义的 黑色的生命 终究无法战胜光明一样 伟大的胜利即将降临 可是事实上呢 人们并未因为胜利到来而兴奋 雷鸣同名 砍死最后一个黑色生命体 心情变得有些沉重 因为今天杀死的许多人 都是他以前的熟人 诱护法爱德华是熟人 很多死在他剑下的 都是以前的同僚与熟人 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种残酷 如此残酷之下 若心无旁骛的挥剑 需要绝对强大和虔诚的信念 或者信仰的支持 雷鸣同领不愧是最为忠诚的狂信者 所以无论战斗如何残酷 要杀的人是如何相熟 他一时没有一丝动摇 但是人们终究无法都如他那般的坚定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他们无瑕多想 无瑕去感受 当黑色生命体全部倒下 他们看着满地的尸体 看着被砍成碎泥的黑色生命体 看着自己同伴的尸体 又想着在那一堆堆碎肉里 或许还有主教大人的血肉 有副主教大人梅里山的血肉 曾几何时 那一个个德高望重 备受他们敬仰的人 接近沉没了脚下的碎肉 而曾经最亲近 关系最好的同伴呢 也倒在了血泊里 这种场景对他们而言 又该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呢 于是难以避免的 人们的心都变得茫然起来 他们不知道今天做的事对不对 不知道杀死伟大的主教 是正义还是罪恶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罗兰正在往前走着 脚旁却突然传来轻微的喘息声 狂面 宾死的狂信徒 用满怀期盼的目光望着他 罗兰以为他在渴求救治 连忙蹲下身减着他伤势 最终却摇了摇头 他的生命被黑色生命体上的特殊毒素污染了 光明神术可以净化一些邪恶 但也意味着当邪恶被净化同时 他也会神性俱灭 他救不了这位无名的狂信徒 可是狂信徒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畏欠 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而是在这临死的弥留之际 固执且期盼地问道 光明永不会错 对吗 这句话仿佛问出了无数狂信徒的心声 他们抬起头 全都向罗兰望去 为了信仰 他们杀死了自己同僚 不惜性命的去拼 他们不怕死 不怕任何残酷的结果 却怕迷茫 所以他们想要一个答案 想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罗兰沉默着 看着地上横流的鲜血 以他的智慧 很清楚地明白 世界上很多事情 不能以对错而论的 硬是告诉别人杀戮是对的 那未免有骗人的嫌疑 但是当他看到那双双虔诚的眼睛 看到那兵临死亡的狂信徒 最终还是说道 是的 光明永不会错 狂信徒笑了 他用出生命中最后的力气 跪下 虔诚地亲吻他的脚尖 罗兰的手轻轻落在他头上 然后在盛放的光明中 濒死的狂信者 以虔诚侍奉的姿态 身体逐渐变得透明 幸福地满足地死去了 为了减轻他的痛苦 罗兰用光明的神术 将他灵魂送到了天国里 那光明仍在盛放着 笼罩着整个大殿 无法救治的人安详地死去了 他们至少有了一个 安乐幸福的死法 而没有死去的人 则是在温暖神圣的光中 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与信念 正如他们所相信的 光明永远不会有错 而光明不会有错 追随光明的他们 自然也就没错 出来吧 仙道系统 仙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女武神 第1252集 叶红叶则是高举手中剑 对着众人宣布道 我保证 你们所流之血 没有一滴会是白柳 你们所杀死的每个人 都会起到挽救数十人数百人 甚至数万数十万人的效果 联盟已经腐朽 这些年已经不知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 我们选择脱离 是为了正义而战 为了牺牲的无辜生灵而战 为了还未死去的家人朋友而战 为了以后拥有真正美好的家园而战 这就是我们战斗的意义 此话一出 人群积愤 光明圣天使给予他们的力量 而战斗天使则是给予他们更加明确的方向 为了家园 为了正义 为了千千万万的人 他们高呼口号 义愤填膺 在气氛高涨之中 夜红夜来的属家大人神圣的宝座之下 按动了那枚最为重要的按钮 对外公开了神谕司脱离联盟的重要决定 同时 他也公开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 包括联盟目前进行的一切实验 以及制造凶手的证据 这注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 对于蓝星来说 也是一个转折性的时刻 因为随着神谕司的脱离 随着诸多秘密被公开 联盟可能真的要完了 战斗的帷幕已然落下 露出的是残破冷清的大楼 卡萨盛城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这种混乱在极短时间内波及了整个欧洲 乃至是整个蓝星 毕竟神异司的态度并不是单独单一组织的态度 他们对世界的全新看法 必然会影响古兰王国 阿曼娜王国在内的等等许多势力的做法 在西方大陆 曾有大半数的国家与势力 为神与司马首是瞻 如今 神与司带头脱离联盟 甚至还把许多以前见不得光的东西 公之于众 在这堪称是毁灭的风波之中 联盟自然毫无意外地刺分五裂 先是由接近半数的王国和古老势力 接连宣布脱离联盟 而后又有无事的贵族惶惶不可忠实 为赐保而选择追随 或者是干脆自己想办法 拉关系向着全世界唯一的安全区亚洲进发 整个西方大陆已然一盘散沙 倒车都在盛行着向亚洲东移的活动 俨然的已经把安宁的亚洲当作了目前人类唯一安全大本营 面对这种全新的格局与状态 东方大陆自然报以开放包容态度 欢迎西方同胞到来 同时希望以神与司为首的西方势力 提前做好自我约束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摩擦 此事得到了神与司的正面回应 双方的合作呢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都能算得上是皆大欢喜 万神盟确实很恼怒 阿波罗也很恼怒 他在贝克堡里刚刚被亚迪娜的雷光阵摆一倒 手下死伤无数 连修正汗来不及 并又得到了更为劲爆 更加让人生气的消息 这些年来经过不断努力 我万神盟在联盟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 话语权越来越重 就连奥夫主教也逐渐动摇 为了得到更长的寿命 跟万神盟合作 他们竟然杀老夫公然夺权 还解散联盟 好大的胆子 好大的魄力 他们怎么就敢 阿波罗几乎被欺诈了 那就像是在玩一个游戏 他客经无数 又疯狂练急 好不容易要问鼎巅峰赛了 结果游戏厂商老总被人砍死了 游戏公司又倒闭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会摊上这种扯淡又倒霉的事 他做梦也没想到 他非但没去到罗兰 没能欺负到他们中间任何一个 还为他们送上这样一份大礼 接连的受挫之下 他只好再次前往城堡的地下 寻找神秘老人 上上对策 这似乎显得有些无能 却是他如今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 只是也不知怎么了 神秘老人竟然闭门不出 只顾自己忙碌 根本懒得见他 阿波罗不又更加焦急了 在门外焦急地等待了三天 眼瞅着叶红叶和罗兰 带着神秘斯的人逐渐靠近亚洲 而没有一点办法 终于 在第三天的傍晚 地下神秘小院的血色大门 终于开起了 神秘老人披散着花白头发 瘫坐在确实旁 神情很是疲惫 仿佛经历了三天三夜的苦战一般 阿波罗心底暗惊 慌忙上前 小心翼翼地询问 您这是 无法 老者摆了摆手 疲惫的眸中 流露出了几分兴奋的异彩 阿波罗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顿时明白老者的兴奋 从何而来了 想到那件事 他不由得也兴奋了起来 你忽然闭关是因为陈昊 七天一过 他已经 他的气息从血雨消失了 老者的脏眉 向上挑着 整个血雨 察觉不到他的气息 他的气息那么强 即便在血雨之中 也像太阳一般耀眼 耀眼的不敢让人靠近 但是现在气息却消失了 你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 他死了 阿波罗道 终究还是死了 老者叹息一声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仿佛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起来 毕竟啊 宙丝永远不会醒了 大地也消失不见了 如今 连风头最近的陈昊也死了 这天下 他们还怕谁呢 懒心之中 谁还能与他为敌呢 想至于此 老者便忍不住 狂笑出声 会不会没死透 尸体呢 许是阿波罗被虐出后遗症了 他总觉得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 陈昊也没那么容易死 或者说呢 只要没有亲眼看到陈昊死去 没有亲眼看到陈昊的尸体 他便难以真正的安心 我用神念把血雨扫了一遍 没看见他的身影 老者怂了怂间 若他在雪阳的照耀下 化作血水 你让我哪弄尸体 你要有兴趣去血雨多逛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或者他的尸体 这 阿波罗想到那地狱般的世界 想着天上高挂着的血色日月 果断摇了摇头 尽管他现在也成了黑色生命题 但对那个世界呢 他仍旧抱着深深的忌惮与反感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这一辈子都不想踏足那个世界 何况若陈昊真的化为了血水 纵然他翻面了血液 也不可能有什么收获 这次过来 你有什么事吗 老者的声音把阿波罗的思绪 拉回了现实 他这才想到 自己这次过来呢 是要向神秘老人汇报 联盟被解散的事情 奥夫死了 神域似脱离联盟 带着狂信者军团 还有很多支持者去压着 他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神秘老人 静静等待着老人的反应 只可惜 老人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淡然地点了点头 仿佛在他眼中 这只是一件 无关紧要的小事 联盟四崩武裂 即将解体 解就解吧 有什么那么俩 他看着院子里的黑色花朵 说道 但是你要知道 神域似带头脱离联盟 投靠亚洲 这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很多人都会得到 亚洲的山河大阵之中 阿卜罗道 如果所有人躲入亚洲 没有生命能量和血液的天充 如何强化自己的血雨 得到更强的力量 这倒是个问题 血雨不够完美 需要更多的能量作为补充 老人放下花盆 慢慢站起身来 他决定做些事情 帮血雨弄到更多的血 更多的能量 但是在离开之前 他看着平静的血池 不知为何 仍旧有些心虚不宁 陈浩 仍旧是陈浩 如阿波罗一样 没有亲眼看的陈浩浪回血水 没能亲眼看的陈浩惨死 他也无法安心 哪怕此时 陈浩的气息 已经完全消失了 仍旧不足以让人安心 他认真想了想 片刻之后 小心翼翼地取出神石 以无上神通 将神石封入血浴之中 他想 这样一来 即便是陈浩 真的还有最后一口气 也没可能再逃出来了 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继续用神石 镇压血池 一个月之久 以防止有任何意外状况发生 在神石的影响下 血雨的天空 变得更加暗沉了 血氧与血月的光芒 变得更胜 宛如一双世界的眼睛 被高盖在空中 但是这一切呢 对冰上的人来说 并没有什么影响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一千二百五十三集 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是雅典娜的投影分身 探索血雨时的藏匿之所 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石头房 姑且可以遮风 也能避雨 房里已经数日没有动静了 雅典娜在门外犹豫了很久 最终选择推开房门 房门清起 屋内建议的葡团上 躺着两个人 那是一个男人 抱着一个女人 二人紧紧地抱着 哪怕已经全都没了气息 甚至身上也已经没有了温度 这是联盟解体后的第四天 西方大陆仍旧处于最深的混乱之中 可仅仅数十公里之隔的另一座城市里 人们却安居乐业 无比幸福地 安心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凯延城 这里是秀灵族统一的土地中 最向西的一座城 也是亚洲大陆最靠西的一座城 与欧洲大陆只有一江之隔 江的那边宛如地狱 有凶手作乱 联盟的解散 更是让整个西方大陆都人心惶惶 江的这边却是天堂 没有凶兽 也没有任何的危险 人们安居乐业的同时 也深深感受到了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是多么的幸福 生活在亚洲大陆 生活在九州山河神庇护的世界里 又是多么的幸运 当然了 他们也不会忘记 当初那个在全球直播中开启大阵 一夜突进数十亿凶手的陈浩 于是 当他们听说沈宇斯和陈浩关系很好 以及沈宇斯罗兰和叶红叶要带人进驻凯延城的时候 便如对待自己家人一般的 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热情与欢迎 罗兰和叶红叶都很开心 长途跋涉的狂信徒军团 也进入到了安全城市里 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入住城内 除了受到热情的绣灵族人欢迎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见到了仙子 玉儿 喜悦魔女 燕姬 绣灵族东道主 邓清清也赫然在击恋 西方大陆陷入动荡 亚洲最靠西的城 自然就成为了最繁忙 也最敏感的城市 这里是众人齐聚于此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呢 当然也有很多原因是呢 他们也想看看 被陈浩提起过很多次的罗兰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见面之后 邓清清安排了晚宴 这是一次很奇怪的情绪 与陈浩相关的妹子有很多 宴会的现场却唯独没有陈浩 顿怪的是 他们是因为陈浩才聚集在一起的 可是整个宴会过程中 竟无一人提起关于陈浩的话题 仿佛所有人都在刻意逃避这些什么 只不过没有人愿意再承认这一点 于是在那推杯换盏 歌舞升平中 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开心 唯独雅典娜是个例外 因为所有人都只是知道 陈浩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战斗 正试图做到一件连宙斯与大帝 也不曾做到的事情 他们都在等待着陈浩做成那件事情 期盼着陈浩在未来某一刻忽然出现 是的 期盼 结果未曾公布之前 他们至少还能期盼 而他的分身已经到了那个小屋 看到了最不好的结果 又能如何期盼呢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总是最容易开心的 他只好喝着酒 独自一人 沉默地 孤独地喝着酒 他在犹豫着 要不要把最后结果告诉众人呢 他不知道 要不要把如此残酷的结果说出来 毕竟 陈浩对他们是那般的重要 毕竟啊 陈浩那混小子是那么的混蛋 却又那么让人喜欢 而那个残酷的结果 即便理性如他 都有些不能承受 不能接受 和陈浩认识更久的仙子 于育儿他们又如何可以接受呢 雅典娜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是在喝下了第三十二杯酒之后 他还是把话说出了口 毕竟他不可能一直隐瞒着 况且看到那不幸结果后 他的心情变如一杯苦酒般的不停发酵 他早就憋不住了 他根本无法隐瞒 陈浩已经死了 他仰头灌了一口酒 说道 瞬间 餐桌上的人 皱然安静下来 玉儿和燕姬 正在争抢一块甜美蛋糕 白色奶油滑稽地点缀在 他小小的穷鼻上 他脸上笑容 本应该比奶油蛋糕还要甜美 可是在这个瞬间 他的笑容凝固了 燕姬 也不再和他争抢蛋糕了 天和雪雄 缩在衣袖中小手紧紧地握着 仙子平静地沉默地 也开始饮酒了 没有人问为什么 甚至没有人质问 雅里南的话 只是在瞬息之间 仿佛所有人都装不下去了 于是原本欢快的气氛 竟在一瞬间陷入死记之中 多多少少的 通过蛛丝马迹 他们似乎早就猜到了 毕竟 以陈昊的脾气 如果情况非常乐观 他怎么可能直到现在还没出现呢 毕竟 以陈昊的脾气 如果没有出现很棘手很危机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没去救罗兰 也没参加神与司之间那场战斗呢 那肯定是出事了 肯定是情况恶劣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 只不过 无人真的敢提罢了 此时 终于有人提了 甚至是彻底地公布了 于是 气氛全都垮了 我要知道细节 短暂沉默之后 看似最柔弱的玉儿 竟是第一个开口道 此时 他的神情平静极了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色崩得严肃极了 仿佛在集里做出一副 身为陈家大富 处境不便镇定的样子 可他那不说控制 隐隐泛红的眼睛 却将他内心深处的悲伤 与不平静暴露无遗 但是 这早已无伤大雅了 没人会在这时候 怪他不够镇静 或者是什么 有失疑态 我的分身见过他了 我已经无法从他的身上 感到生命气息了 就连他的身体 雅典娜继续喝着酒 身体也失去温度了 玉儿的脸色 转苍白 而且他身上 跟冷小悠一样 充斥着秩序神识的 特殊能量波动 雅典娜继续道 我想 应该是他发现 用普通的办法 救不了冷小悠 所以想冒险和他一起硬扛 将秩序神识的力量 吞噬了一部分 进入自己的体内 但最后 他的想法失败了 寂静 听到此处 房间里的人 变得更加的寂静了 为了救冷小悠 所以把无法化解的 秩序能量 引导入自己体内 他们确信 这像极了 陈昊那个蠢狂的作风 这个傻瓜 真的会这么干 他是一个 可以为了心中所爱 而拼命的人 他们每个人 都相信这点 于是 陈昊死了 这个消息 似乎也变得 更加的真实了 似乎 真的没有什么 侥幸可言了 众女沉默着 如死了一般的沉默 原来 真正的伤痛 其实无法喊叫 也无法痛哭的 大爱无声 大痛 同样是无声的 真正愤怒 且大喊大叫的 反而是局外人 啪的一声 稍远出的 另一张桌子上 传来酒杯 摔碎的响声 秀灵族的 书生二公子 邓清腾 摔背而怒 仰天悲喜常态 天度英才 他怎么能死 在万神盟的阴谋之下 在蔑视凶兽的威胁之下 北上血缘伏魔的是他 九死一生 从几百回来 被冤枉的人是他 凶兽肆虐虐 带头重启 孤老法阵 还亚洲一片安宁的 还是他 现在他却死了 老天爷 你可曾睁开双眼 你可曾看看 这罪恶无耻的世界 你的公义何在 天下的公义何在 严格来说呢 邓清腾和陈昊并不熟 他只是通过邓清清 见过陈昊几次而已 闲暇之时 一起喝过两碗茶 三杯酒 仅此而已 但自古书生 牢骚多 自古闻人 多感性 所以 此时在这个小小房间里 竟是他一个大男人 一边摔着酒杯 一边扬言 要敬地下的 陈昊三杯酒 哭得细里哗啦的 眼泪如玉珠一般的 不停坠落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女武神 第1254集 众女本是比较沉默的 听了书生长谈的内容 各自想到 在西北或是在魔界 与陈昊相处的事情 不禁有悲从心来 房间的气氛 变得更加沉闷了 一种悲痛的情绪 渐渐浮上众人心头 然而 就在那悲伤 渐渐不可收拾之时 房门突然被人 急匆匆地推开了 雷鸣统领看向众人 沉生说道 有紧急情况并告 紧急情报 众女疑惑 玄其心中生出隐隐的期盼 似是在期盼着雷鸣带来的情报 会是什么惊人的好消息 最好是有关陈昊的好消息 比如陈昊忽然跳出了血雨事件 在欧洲出现了 尽管他们觉得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仍旧忍不住有些期盼 然而 那个消息却是 卡萨圣城被图了 雷鸣统领沉生说道 卡萨城 被图 众女皆是愣了一下 他们原本都在期待 会不会再出现成好的消息 却没想到 竟又听说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对 雷鸣统领道 两千三百万人 一夜之间死于非命 无一性命 全都是被阿波罗和神秘老人杀死的 寂静 两千三百万人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数字 纵然听堂在宿的诸位 早已经见过了生死 可是终其一生 也不可能杀这么多的人啊 吐露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普通人 那个老变态想干嘛 叶红叶昭霉道 他可能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罗兰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们解散了联盟 以后没有联盟帮他们遮掩罪行了 他们索性就不遮掩了 直接屠城 我没想到同样身为智慧生命 他的心可以这么狠 正直斑说着 忽然 报 又有军事急匆匆地冲进来 根据情报 赫连城 伯奥威尔 罗奥城等三城遭到屠戮 预计死亡人数超过四千了 听闻此言 众人的心又是一尘 看来他并不是想要做给谁 看那么简单 雅姐那道 四千万 加上卡萨城的两千多万 仅仅一夜间就杀死这么多人 他的图谋 只怕不会太小 与此同时 西方大陆西林城 这是西方人口排名第五多的城市 仅次于卡萨省城等一流城市之后 有着极西小圣城美誉 人口规模约是一千三百万左右 连续涂露了四个大主要城市之后 浑身漆黑的神秘老者 宁晓着来到这里 他就喜欢这种人多的地方 因为只有人数足够多 才能够为他提供足够多的血液 他看着街道上 行色匆匆的人群 就像眼尘的食客 看着蛋糕店里的美食 啊不 更准确来说呢 或许应该是肉食 诚如前些天 他对陈浩说过那样 在他眼里 所有的人类和猪狗牛羊 没任何区别 就像人类可以毫无顾忌的 宰杀羊圈里温顺的羔羊一样 他也可以宰杀那样的人类 毕竟他又不是人 他是神 主宰一切的神 不过他并没有急于自己动手 就像一个挑剔的时刻 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厨子 此时 街道的人们 还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 何等恐怖的命运 他们只是听说 欧洲大陆最繁华的前四座城市 接连被吐鲁了 而西林城正好排名第五 这足以让所有人感到恐慌了 消息传开之后 人们来不及收拾财务细软 来不及带走曾经被他们认为 最宝贵的财富 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 或是开车 或是骑着摩托车 不要命的往城外逃 他们一边拼命逃离家园 一边悔恨自己太过于迟钝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四天前联盟已经解散了事实 所有人都知道 神医司撤退时 曾经对外公开了联盟的这种罪行 并且声称 目前只有东方大陆才最安全 但是 他们舍不得离开自己打平多年的城市 也不相信 神医司揭露了那些罪行 并且傲慢地相信 即便是神医司离开了 西方大陆还有万神盟这个庞然大物撑着呢 肯定不会有太严重的事情发生 毕竟 万神盟的七大首领 都是如真神一般的存在 总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然而 事实却是 忽然 西林城上空 升起了一顿太阳 太阳是阿波罗的象征 人们清晰地从那轮巨大的太阳上 看到了阿波罗的影子 可是 这时的太阳 却是黑色的 阿波罗也是无比残酷的 黑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城市 人们在那一道道 如见的光线之下 身体千疮百孔 如柱的鲜血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潘涌 他们如绞肉机里的碎肉 在浩荡神力之下 无理地 悲惨地 仰望着伟大的神灵 而后被神灵搅上粉碎 于是他们知道 自己错了 从一开始就错得很离谱 比如 他们只想过神灵的强大 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 所有神都会恋爱世人 却从未想过 若连种族都不一样 那神灵凭什么要爱人呢 或者他们吃羊肉串时 说自己喜欢羊的那样爱人吗 阿波罗宁笑着鼓荡着自己神力 看着人们如蝼蚁般死亡 这些天的郁闷 终于一扫而空 在贝克城堡里 他被陈浩女 被棱小幽女 被鸭底纳算计 处处碰壁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了 而在此刻呢 在整个城市普通人痛苦挣扎下 他终于再次找到了神灵应有的权威 是的 他觉得这样子才是神该有的样子 轻而易举 就像能踩死蚂蚁一样 灭杀数千万人 数千万人的血液染红了大地 而后进入地下 沿着一条条无形的渠道 最终注入无量血池的之中 血池与神秘老人宛如一体 更多鲜血与能量注入血池 神秘老人黑油油的脸上 竟然涌现出了一抹异样的血红色 他身上的气息 更是在一瞬之间暴涨接近一倍 整个人变得更加精神 也更加强大 恭贺神王 阿波罗恭敬的跪倒于老人面前 不知廉耻地称呼他为神王 他越来越习惯臣服于神秘老人了 也越来越习惯自己那黑色的肤色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神秘老人赐予了他生命 更是因为他从神秘老人身上 看到了毁灭世界 在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可能 他想 在那个新世界里 自己就算不是神王 但是若能做神王之下最清醒的人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倒也算不错的 他想 在那个新世界里 想必充满了黑色的生命 于是 就算现在自己奇丑无比 黑得让人恶心 但若以后的世界处处都是黑色的 那也自然无法偷显出自己的恶心了 接下来要去排行第六的城市吗 据说那里也有一千万人 一边这样想 他主动请英要去杀人 他要杀光那些皮肤白嫩 杀光那些比他帅 比他好看的男人和女人 不 这样的把戏 我今天玩腻了 老者就摇了摇头 而且你不觉得 一千万一千万的杀 效率很低 也无聊 那您的意思是 阿波罗有些不懂 神秘老人抬头 看向遥远的东方 那边有意思的很多 人也更多 怕是要三十亿 难道您是要 阿波罗等了 震惊地说道 可是东方有九州山河镇 所以我才说有意思 神秘老人道 那个镇我见过 没什么弱点 十分难搞 但是主镇的人未必没有 如果控制镇法的人都死了 那镇就死了 主镇人的弱点 比如 阿波罗请教道 山梁 政治 神秘老人道 他们都是好人 所以 阿波罗问 告诉他们 我要跟他们谈判 他们必须离开亚洲 离开被九州大镇守护的区域 否则每一个时辰 我就杀死一千万人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55集 神秘老人宛如一个恶魔 露出残忍的笑 你猜他们怎么选 是 阿波罗心中威震 而后也笑了起来 他根本不在乎 罗兰或东方仙子会怎么选 但是他知道 无论对方怎么选 都肯定很痛苦 离开安全区一冒险 很痛苦 刘守在大镇的守护之下 眼睁睁的看着数千万生灵 不断死去 或许更痛苦 他期待任务到来 另外把这件事 公布给幸存的西方人类 神秘老人的笑容 更加邪恶且残忍 人类总是自诩高尚善良 说他们什么人之处性本善 那么在极端的压力下 让明知道让别人犯险 就可以保全自己性命的情况下 处于绝望中的人 是选择善还是恶呢 这是个有趣动人的誓言 消息很快传到了亚洲的海岩城 巨星的房间里 播放了一个视频短片 那是阿波罗毁灭一座新城事实 记录时的画面 城市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地上布满碎肉 人的残肢和头颅 像屠宰场的畜生尸体般的 被堆积到了到处都是 阿波罗满脸的宁笑 指名道姓的要见 罗兰和叶红叶或东方仙子 并说 从此时开始 若见不到想见的人 每过一个时辰 就要涂掉一座城市 神秘老人只是说 要和主阵之人谈判 他却指名道姓地 让罗兰和叶红叶兜去 显然是刻意为之 因为在贝克城堡的时候 他没能办到想办的事情 还让那两个小牛给耍了 这是种耻辱 此时有了计划 他便要洗刷耻辱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阴谋 手段拙劣地让人发笑 雅典娜淡淡地说道 肯定是神秘老人让他这么做 目的是把你们骗进 他设计好的陷阱里 是的 这一点也不难猜 叶红叶点了点头 可是他的拳头 却紧紧地握着 财军女教皇是最嫉恶如仇的 哪能忍受这种挑衅呢 何况 若他和罗兰不再出现 那每个时辰都要死去一千万人 我想 叶红叶要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别想 罗兰轻易猜到了他的想法 直接打断道 要去就一起去 你休想像上次那样 一个人去 叶红叶无奈 还想再说些什么 你们谁都不准去 仙子斩钉截铁一般地说道 叶红叶顿时不乐意了 他要做出的决定 从来都不需要别人的允许 况且 你也出不了这座城 仙子女教官 亦是彪悍强势的主 一眼便看出了叶红叶的不服 直接说道 九州山河镇 能够护人 亦能困人 没有我的允许 你就不可能出城 叶红叶不又更加不爽了 眼瞅着就要和仙子 激烈地掰扯扯扯 却听玉儿说道 若陈昊在这里 也不会让你们去的 他是最了解仙子的人 也是最了解陈昊的人 所以他了解 仙子不让叶红叶和罗兰去冒险 是因为仙子知道 陈昊不可能允许 叶红叶和罗兰去冒险 于是 他自然也不能允许 这两人去冒险 听到陈昊的名字 见到这位传闻中 最先和陈昊在一起的可爱少女 争执不下的众人 顿时都沉默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玉儿说的肯定是对的 若是陈昊在这里 肯定不会允许他们冒险的 玉儿只不过是把陈昊会说的话 给说了出来而已 于是 他们不得不听玉儿的话 罗兰悄悄烂了叶红叶的衣袖 示意他别再说话 叶红叶果然沉默了 他发现 原来除了罗兰 某个已经不在的魂小子 对他的影响仍旧很大 雅典娜却是所有人中最理智 最冷静的一个人 哪怕会有数千数万乃至上亿的人会死去 亦不能让他动摇一分 我希望你们都能想清楚 并非真切地明白 你们并不是一个人 西方或许会死几千万的人 但你们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 你们的命 一点也不比数千万的命轻 并且只能更重 因为在你们的身后 还有足足三十多亿人 如果加上这四天来 不断从西方大陆逃来的难民 已经有四十亿了也说不定 对这四十亿人来说 你们的力量没损耗一分 他们就危险一分 或许继续守在这里 确保更多人的安全 才是真正的善良 又是一阵沉默 因为他们清楚 雅典娜说的是对的 全当没听到那些传来的消息好了 仙子道 散会 最终在仙子的决定下 众女决定 对那神秘老人和阿波罗的诡计 置之不理 哪怕 很可能这个决定 会让无数人死去 西方的落日 正在缓缓落下 将玻璃窗染红 看起来像血一样 冤臭的毛座城里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血 要染红多少个窗 仙子摇了摇头 暗想 至少眼不见 心不烦 全当没说的消息 全当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目前众人的对策 眼不见 心不烦 也是此刻 众人的选择 然而 老天不会那么容易的 让他们眼不见 也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的 心不烦 因为 他们从会议室出来之后 立刻就看到了很多人 凯岩城内 很多很多的人 都拿着手机 聚集在会议室的门前 手机内 是一场即将开演的现场直播 直播地点呢 是人口排行地级的罗沙城 距离直播开始 还有一分钟 城楼之下 人们摇晃着手机 向着强大的仙子和天使质问 他们都是善良的 他们都是富有同情心的 所以 当他们看到一场千万人级别的屠杀 理所当然的希望阻止屠杀 理所当然的希望 强大的女武神 强大的女英雄 强大的仙子和天使 可以拯救那些可怜的人 请求仙子 请求仙子 请仙子救人 请求仙子普度众生 他们跪在地上 虔诚地祈求着 他们都是那样的善良 都是那样的好心 却也是那样的强人所难 仙子站在城楼上 看着贵岛的人群 陷入了沉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直到最后直播开启的最后一秒钟 也过去了 瞬间 血腥光芒透过手机 传了进来 无数声凄惨的惨叫声 透过手机的声音 弥漫在广场上 仙子仍旧沉默 没有说话 也没有去救人 本在祈求的人 不由得深深失望了 他们亲眼目睹了那场屠杀 亲眼目睹了女英雄 沉默的剑丝不救 怕死 胆小鬼 顿时 广场上嘻声一片 遥远的西方 尚未遭到屠戮的人们 得知又一个城市被屠了 并且得知 只要仙子和罗兰等人出现 神秘老人就会停止杀戮之后 更是骂上一片 都怪他们 他们早点出现就好了 如果他们直接出现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了 一切都怪他们 害人惊怕死鬼 让数千万人再不停地死去 他们却躲在东方不敢出来 难道他们的命 比千万人还要金贵吗 处于绝望中的西方人 在最后的倒计时里 通过网络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他们谩骂着仙子 谩骂着罗兰 谩骂着叶红叶 谩骂着一切可以谩骂的人 仿佛在他们的眼里 只有他们的命是金贵的 英雄和强者来救他们 都是应该的 而英雄不管出于如何的理由 在最需要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的话 那就是活该被骂 活该受到谴责 哪怕英雄战死 那也是活该的 可是奇怪的是 此时此刻 怎么就没人去谴责那些 真正杀死了数千数万人的恶人呢 这种现实 未免显得有些过于讽刺 更讽刺的是 生活在九州山河镇的庇护下 生活在仙子庇护下的人 再见到千万人的死亡 又见到数千万人网络骂马之后 竟然觉得他们是对的 夕阳正在堕落 天空 黑不黑 白不白的 分不清黑白的人们 总是容易被鱼类的洪流所引导 而对所有人来说 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批评别人 从来都是轻而易举的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日生 第1256集 于是 平时见了小混混都瑟瑟发抖的胆小男人 此时却跳了出来 指责这仙子的不对 简直太怂 如果你不去拼命 要这么强的修为作甚 真是怕死 他身旁的青年 倒是有些理智 对那人嘲讽道 你行你上 说那么厉害你不去 你不去救人 我弱呀 胆小男人露出了一副 我弱我有理的表情 我想他那么强 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少年摇头 因为他知道 像胆小男人这样的人 不可能成为强者 所以这样的保证 毫无意义 对 如果我像他那么强 我不会见死不救 胆小男人却重复着这句话 好像对他而言 只要重复了这段话 只要表明了他有救人的决心 他的道德高度 便立刻凌驾于仙子之上 可以有资格 对所有怯懦的英雄 直指点点了 当世上没有了黑白 便只剩下混乱 如胆小男人这样的人呢 只不过是人群中最普通的一员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愤怒的人还有很多 忽然 一枚生鸡蛋投了过来 向仙子投掷而去 臭鸡蛋落在仙子 结白仙群上 染了一片污秽 我的宝贝外孙 就住在洛茶城 现在他死了 是你杀了他 一个风筑残念的老太婆 恶狠狠地咬着自己的牙齿 从篮子里 又抓起了第二个鸡蛋 同时还有更多烂菜叶子 也在准备中了 甚至有人拔刀拔剑 一场大规模的暴动 即将爆发 仙子仍旧沉默着 远远地 向远处的老太婆看了一眼 目光如见 老太婆中间死了 仙子杀了他 这还是他此生 第一次杀普通人 而且还是一个 垂垂老矣的普通人 他面色平静 面无表情 随着老太婆的倒下 人们顿时安静了 鸡蛋不飞了 烂菜叶子油烦乱撒了 只有仙子的剑在飞着 一缕剑气在人们头顶飞着 同时 一队队军士拔刀拔剑 随时做好了 对付报名的准备 人们惊恐地再次跪下了 先前叫嚣最厉害的胆小男人 是第一个跪下的 接到网络 从即刻起 特殊期间 寻刺闹事者 杀无赦 仙子对下方军士吩咐道 而后离开 异常暴乱 最终在爆发前 被强行扑灭了 但是 所有人的心里 都蒙上了一层阴霾 回房 仙子冷酷的神星间 涌现出了一抹疲惫 脑子里回想的却是 关于陈昊的画面 邮寄的不久之前 在神州市的联盟广场上 市民被正义之身蛊惑 险些害的 解救整个亚洲的计划失败 陈昊为了顾全大局 残忍地杀害了至少上千人 当时他只是觉得 这个决定极为不易 今日才发现呢 原来是这般的不易 杀死那个无辜老太的时候 他的手是颤抖的 心也是颤抖的 直到此刻 他甚至不知道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他只是在想 若是陈昊在场的话 肯定会这么做的 于是就这么做了 陈昊 若是陈昊在场 若是小师弟在场 他心里难难念叨着 这才发现 原来一直强势的自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竟然已经这么依赖小师弟了 怪不得有他在世 总是那么轻松 原来小师弟这么好 承担了这么多 越是这般想着 仙子不由得便越是思念 他想 若是能再见的 那个混小子就好了 他发誓 如果他再出现他面前 他肯定要狠狠骂他一顿 然后再也不顾面子了 也不要矜持了 扑倒在他的怀里 痛哭一段 那样肯定很爽 他心里这样想着 就在这时候 只压一声 房门猛地被人推开了 仙子有些惊喜 还以为真的可以想什么来什么 只可惜啊 这个世上终究没有奇迹 他不可能是想到了陈昊 陈昊就真的出现了 来的人是玉儿 仙子脸上的疲倦之意 瞬间连去 毕竟他是教官 在玉儿面前 他不会露出丝毫的疲态 这样就不好看了 玉儿缓步来到他身前 帮他擦掉仙裙上的屋子 帮他整理微烂的长发 以前这样的事 都是仙子帮他做的 他知道仙子很疲惫 所以现在轮到他帮仙子了 我没事 仙子明白他的意思 然后二人同时沉默 他和他情比姐妹更深 但是没了神号 却想多了很多的忌讳 于是相处之时的氛围 格外的沉闷 我在想 两久之后 玉儿忽然说道 老公可能没死 是的 那小子命那么大 哪有那么容易死 仙子摸着他的头 听似是附和 却更想长辈 毕竟啊 玉儿是那么的可爱 心灵是那么的弱小 兴许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恶好 于是宁愿骗自己 也要坚信 陈昊一直没死吧 若是如此 他愿意配合玉儿一起演戏 一起骗自己 不是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玉儿却打漏了仙子安妇的手 我知道 老公他肯定出事了 也知道雅典娜不会撒谎 但是 我能感觉到 老公他就是没死 感觉 仙子的眉间挑了起来 时隔数日 他那如死水般平静的眉眼 第一次变得生动了起来 他的情绪也在一瞬间 变得激动起来 因为他知道 玉儿和陈昊之间 一直都存在着 一些冥冥中的感觉 比如在十只求龙 哪怕彼此相聚万万里之遥 陈昊也总能感觉到 玉儿在何方 玉儿也总是能感觉到 陈昊的心情 是的 天师和天道系统是相连的 他和他的灵魂是相连的 我能感觉到 他的灵魂之火 玉儿微比着双眸 无比确信地说道 他的灵魂之火 如一个火星般渺小 仿佛随时都要熄灭 却如是要燎原的星火般 在寒风中倔强地燃烧 所以他肯定没死 他肯定还活着 星火 辽云 仙子沉默不语 看着玉儿的眼睛 仿佛通过他的双眸 看到一缕渺小的火焰 那一缕渺小的火焰 就是陈昊的灵魂之火 在寂静寒冷的荒原里 默默积攒能量 只需一阵东风来袭 便要星火燎原 与此同时 血雨之中仍旧一片死寂 死寂的食物里 陈昊和冷小游紧紧地抱在一起 他和他好像的确是死了 甚至由于气温的影响 他和他的尸体 也已经被冻僵了一般 雅典娜看着这幕场景 悠悠叹气 他想 世界上果然不可能有奇迹的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忽然从寂静的房间内 察觉到了温度的存在 那温度很渺小 就像是世上最不起眼的火焰 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火星 那火星般的生命气息 从陈昊身上窜了出来 雅典娜争主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陈昊 据他所知 陈昊与冷小游生命相连 共同抵御秩序神识的毁灭能量 按理来说 已经不可能生还了 况且 当年大地和宙斯还在全盛时期 亦不能硬扛秩序神识的能量 陈昊似乎更没希望才对啊 可是 一 混沌圣体绝职 百分之五十 沉睡中的天书 响起了自动应答的提示音 是的 化解秩序神识的力量 是大地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但拥有混沌圣体 也是大地无法做到的事情 陈昊却早已经做到了 秩序神识的力量 是大地也无法抵挡的能量 而以纯阳为基础 同时容纳山河大地 风雨雷电 百花幽谷 幽冥深渊 穷尽天地间美好与邪恶 融为一体 才能达到混沌圣体 依然是大地未曾达到过的体处境界 而偏偏呢 陈昊就达到这样的境界了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与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日风 第1257集 对抗秩序神识需要能量 需要难以想象能量 去填补那个无底洞 偏偏混沌圣体 尚未完全觉醒的潜力 就像一个能量构成的荒洋 成了陈昊索取能量的源泉 仿佛是一种巧合 又如同是早已经注定了 似乎出人意料 却又早在情理之中 倔强的灵魂如不灭的星火 只需一阵东风便要燎原 而混沌圣体的潜力 正巧便是那一阵珍贵的东风 丁 智慧神识的毁灭能量再次爆发 再次毫不留情地 欲要摧毁陈昊与棱小悠的生命 第 混沌圣体觉醒51% 更恐怖倔强的能量 从陈昊身体的深处涌现了出来 如摧枯拉球般地 重铸了他和他的生命 两种能量在互相拉扯 互相消耗着 但是很显然的 随着混沌圣体不断觉醒 陈昊正在镇去唱风 雅典娜并不能听到天术的提示音 亦无法察觉 在陈昊体内正在发生的那场 惊心动魄之战 但是他仍旧轻眼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崩的一声 空间仿佛发生了轻微的颤抖 又像是风的轻浮 急许沉寂在陈昊额头的寒霜融化了 他的脸色本是那样苍白 没有一丝血色 看起来宛如尸体一般 可是在寒霜融化的瞬间 雅典娜清晰地看到 他的脸色迅速地变得红软 房间内传来沉闷的声音 那声音如同沉钟 如同木骨 却更像是冰河开裂 洪水滔天时的动静 那竟然是陈昊的心跳声 在此之前 雅典娜从未听到过如此有力 如此震撼人心的心跳声 不只是心跳声 他甚至能听到 陈昊体内血液流动的声音 那些血液仿佛携带着 无穷无尽恐怖的能量 宛如真正的洪流 在他身体世界里狂奔着 此时陈昊仍在沉睡 但是雅典娜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又变强了 强得不可思议 强得不可想象 并且他相信 那些有力的心跳声 足以证明 陈昊已经渡过了 最难熬的关口了 陈昊肯定会醒来 而且很快地就会醒来 冷小幽的状况 也在迅速变好 雅典娜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 即便是以他的冷静 也不由的是欣喜若狂 微亮的天光洒在血压的牙畔上 一枚深埋地下的种子冲破了冰层 崭新的绿芽散发着异香 那仿佛代表着生命的复苏 雅典娜要把这个好消息 说给人们听 与此同时 更清晰了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了 小院里 玉儿小美女兴奋地跳了起来 手舞足蹈地在原地转着圈圈 是吗 仙子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 脸上挂着迷人的红月 他肯定没事了 玉儿无比确信地说道 我能感受到他 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每一秒钟过去 他的情况就变好一分 所以 不管他之前的状况有多么糟 那些肯定都已经过去了 他很快就会醒来 或许今晚 或许明天 他总是会醒来的 或许今晚 或许明天 仙子重复着这句话 心情也变得激动了起来 除了激动 其实还有害怕 毕竟啊 不管玉儿把自己看到的内容 描述多么真实 终究不是他亲眼看到的 不管此时 陈昊情况有多么的好 终究 陈昊还是没有醒来 哪怕是明天 陈昊肯定会平安无事 但此时 终究不是明天呢 于是 结果仍旧不够确定 夜太长 梦就会多 越是期盼什么 自然就越容易害怕什么 所谓患得患失 也不过如此了 如此种种 都让仙子非常紧张 他发誓 他从来没有如此紧张过 从来没有如此害怕过 也从来没有如此期盼着 明天早点到来 哪怕是他幻想中的出家场景 也不如此时此刻 那般的让人紧张 害怕 又那般的让人兴奋 激动 他想 陈昊那小子 是真的该死 竟然如此牵动 他的修道之心 然后 为了消除这种患得患失 又兴奋 又紧张的交集情绪 一向端庄稳重 喜怒不清一色的仙子 竟是破天荒的 陪着玉儿手拉着手 转着圈圈 而后 二人又奔走相告 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告诉了燕姬和雪穷 告诉了青青和魔女 告诉了罗兰和叶红叶 最后 遇到同样兴奋激动的雅典娜 众人都笑了起来 在这星光璀璨的夜里 在这寒冬临近的夜里 在他们欢快的笑声之下 整个院子里的花都开了 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就是后院里最美的花 是人间最美的风景线 他们笑了 花变开了 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陈昊醒了 接下来的事情 应该会好办许多 雅典娜亲眼见证了一个 更加强大的陈昊在复苏 自然对陈昊很有信心 只有他和冷小悠 真正体会过秩序之时的威力 叶红叶道 如果他能醒来 或许我们能更清楚 如何应对那块石头 在此之前的任何冒险 都是不理智的 听闻此言 罗兰不由狠狠地 摆了叶红叶一眼 心想 原来你也知道不理智 知道秩序神时的威力 太危险了呀 之前又是谁嚷嚷着 要出城去拼 去冒险 那就这样定了吧 仙子说道 陈昊醒来之前 任何人不得冒险 严防死守 守住凯严城 这道边界线就好了 其余事情 等陈昊醒了再做定夺 同意 雅典纳道 反正按照目前的进度看 他最迟 也迟不了一两天 小院内 一片欢声小鱼 众女非常和睦地 制定了后续的计划与安排 面对未来 他们越来越有信心 越来越乐观 只是 除了小院的其他地方 并没有鲜花盛开 除了他们之外的人 也不能感到任何的乐观 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正在滋生动乱与危险 断网 竟然真的把网断掉了 外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死人 所谓的强者们不救人就罢了 还把网给断了 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应断 这跟严调道零有什么区别 难道那个仙子觉得 只要断了网 自己就看不见 外面就不死人了是吧 被强行镇压的暴乱 就像一只被摁进水底的皮球 总会在无人里时 重新浮出水面 院子里的人正在迎接希望 静待花开 而黑暗的角落里 却有人群正在为死去的老太婆 名冤着 这里鱼龙混杂 聚集着曾经的贵族 曾经的富豪 曾经的西方骑士 也有地痞流氓与流浪汉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 他们全部都来自于西方 在屠杀与毁灭到来之前 他们或来自于卡萨城 或来自于威尔城 也有人来自于 刚刚毁灭一个时辰的罗沙城 他们都是幸存者 都是暂时在这儿做 亚洲边境小城里避难的人 他们身份就在这里格格不入 他们来不及逃出西方的亲人 和朋友们已经死亡了 或者正在遭到屠戮 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得他们变得愤怒不安 什么狗屁正义 什么仁慈 什么仙子 这些东方的人根本靠不住 一颗落魄的中年人 狠狠地抽了一口香烟 骂骂咧咧地抱怨道 他们就没把西方人的命当命看 他们之所以无动于衷 只怕在他们眼里 咱们西方人的命像狗屎一样轻茧 否则 何至于一小失死一千万人 他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仙子终究是仙子 凯若成也是东方人的地盘 他们指不定看着咱们落魄的 无家可归还偷笑呢 怎么可能救人 而且一言不合 他们就杀了一位西方的老人 又有人制止老太婆的尸体 这是暴行 他们从来没把咱们当自己人的佐证 还有我刚才路过他们院子 真的听见有笑声传出来 西方大陆已经完了 一天之内死了上亿的人 他们在大笑 在庆祝 我没法理解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理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榜定 日升 第1258集 他们一定是看咱们西方人以前强 卑鄙 联盟总部也一直在咱们西方 号令天下谁敢不走 看看咱们现在处于弱势 他们就觉得扬眉吐气了 要不然为什么笑 可惜联盟解散 我现在怀疑这一切都是阴谋 从神域斯托里联盟那一刻 开始阴谋就产生了 这是一场针对西方的阴谋 人们越是深想越是愤怒 诸多推测便是越来越歪 以至于到了一种离谱的程度 仿佛在他们眼里 管束他们的仙子才是最大的恶人 甚至就连罗兰和叶红叶脱离联盟的一举 也被看作了是一个阴谋 终于 一个经常穿梭于东西方的睿智商人 实在看不下去了 敲着自己的阴带说道 拜托你清醒一点 正在屠城的人不是神域斯 更不是东方人 而是万神盟的人 如果神域斯的行为是阴谋 那为什么坏事做绝的人 反而是万神盟呢 人们顿时不说话了 挑食的落魄中年人 却是不依不饶 我怎么知道 那些大人物到底在耍什么阴谋诡计 万神盟的阿波罗不是好人 神域斯的罗兰和东方仙子互相勾结 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 那你呢 你又算什么 伤人忍不住嘴道 这两天你吃的是谁 住的是谁 前两天你们惶惶不可终日 如丧家的野狗 齐齐跪在城门之前 祈求仙子打开城门救你们的时候 若仙子不曾开门让你们进来 你们的命此时在哪 我 落魄中年人面红而赤 觉得很是羞辱 咬牙切齿地为自己辩解道 谁 谁让他们救了 我那时把他们当好人 再投靠他们 事实证明他们都是松包胆小鬼 还不把西方人当人敢 伤人耻小一声 懒得再和这种人多多辩解 因为 他突然想到了东方的一句老话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同样的道理 让一个心胸狭窄的疯子 变成理智的 那也是无疑非常困难的 落魄中年人从商人吃下的神情中 看出了对他深深的鄙视和不屑 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尤其是当他看到商人落魄时 仍旧干剪滑服 看到商人手中金贵的烟斗 又看了看此时落魄的自己 他的心便更加刺痛 忽然他认出了商人烟斗上的标志 那是亚洲的一个知名品牌 瞬间挽住抓到商人弱点一般的 大声嚷嚷的 快看 他用的烟斗是东方货 他是个叛徒 说不定早就被东方先子收买 故意在人群之中宣称东方的好处 让咱们放弃一切抵抗 商人看着自己手中的烟斗 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荒谬的说法 他觉得 世上只有疯子才会仅凭一个烟斗 仅凭一个商标的品牌 来给别人定罪 至少啊 在商人所认识的圈子里 没有人会那么傻 那么疯 只可惜 他们忘了 此时他们所在的圈子 已经不再是他们熟悉的圈子了 顿时 一个拳头落在他的脸上 鱼龙混杂之中 愤怒的毫无理智的人一窝而上 他们喊着奸细 喊着盼 捡起地上的石头 砖头 不停砸在商人头上 脸上 他们早就看这个帮东方说话的 气货商人不爽了 更准确的说呢 当商人说到他们跪下 祈求先子开门时的场景时 所有人的心都被刺痛了 于是 当有人高喊商人是叛徒的时候 众人便把他砸死了 有些讽刺的是 这些用残暴手段 把商人砸死的人 前一分钟还在批判着仙子的暴行 罪恶的夜色里 处处弥漫着偏见 但是 也不过如此 不过只是偏见罢了 不过只是暴行罢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场暴行在角落里 不为人知兴起 又不为人知的消失 异货者 会有一队 凯延城的巡逻士兵们 将闹事的人全部抓起来 为这场闹剧 画上圆满的句号 今晚 也不会再有任何闹剧发生 正巧 骚乱之中 正有一队巡逻兵走来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声凄惨的惨叫声 毫无征兆地 从远方传来 那惨叫声 当真是凄理极了 如万鬼的哀号 是的 万鬼 从声音判断呢 至少有数千数万人 在哀号 巡逻士兵们 喊猫顿时倒数了起来 再也无暇顾及 城内斗的小事 匆匆地向声音传来方向赶去 然后 他们发现 声音是从城外传来的 凯延城外 黑压压的一片 有着很多很多的人 也有着很多很多的血 人 凯延城外 黑压压的一片 到处都是人 血 在那如潮水般的人前 是黑夜之中 也仍旧刺眼无比的血 那些不值钱的血液 就像夏天的雨水一般的 在地上横流着 倒在地上的尸体 涌向地面 看上去就像地毯一般 死的都是普通人 他们生前来自欧洲大陆不同角落 却被一同驱赶到了凯延城的门前 而后 如畜生般的 被毫不留情地宰杀 先前那如历鬼的哀嚎声 正是出自他们之后 外山盟的人来了 打起精神注意防守 另外 通知仙子他们 城墙上的士兵们 无侠感叹眼神场景 太过残忍 在第一时间 做出正确的反应 命人去通知仙子 其实 也根本不用通报 毕竟先前的 那如鬼哭的哀嚎 那样的犀利 仙子他们 早就自然听到了 并且 此时已经出现在了 城墙最高处的塔楼处 洁白的月光 照耀着地上的血光 映红了他们的脸 欺人太甚 他们这事想干嘛 叶红叶 看着城外的鲜血 看着人群中 万神梦的旗帜 拳头紧紧地握了起来 传承跑来 别人的城门口杀人 就算是图城 也没有这样图的 万神梦实在欺人太甚 他刚说完 对方欺人太甚 阿波罗便更加嚣张 更加可恶地 从远处跳出来 听说你们这网罗不好 为了让你们每个人 都看到图城的直播 我万神蒙大发慈悲 特意抓了一百万个俘虏 现场杀给你们看 从此刻开始 每过一段时间 我就会杀死一万人 同时没死去一万人 也就意味着在西方大陆 要有一座千万级的城市 或者百万级人口的 小城市毁灭 他浑身欲着 星红黑暗的血光 看起来邪恶无比 说出来的嚣张话语 更是透过神力放大 如雷霆般的 在凯延城上空 回荡不息 瞬间 凯延城 愤怒被点燃了 抓百万平民为俘虏 专门驱赶到城门之前 杀给他们看 每杀死一万人 就要再随机 毁灭一座城市 在此之前 他们从来没见过 如此可恶 如此残暴 如此的毫无人性 我知道你们不爽 不服气 阿波罗可恶的声音 再度传来 但是如果不服气的话 你们倒是来看我 东方的仙子 你可敢与我一战 罗兰 红叶 你们可敢出城 与我一战 只要有胆量出城来战 我立刻停止杀人 怎么 难道自诩正义的你们 连这样的胆量都没有吗 这个挨牵刀的 叶红叶 银牙紧咬 明显是被气得不轻 如是在平时呢 他肯定不管不顾的 出门把那魂球弄死 不巧的是 半个时辰前 他们在小院里 刚刚下定决策 在陈浩苏醒之前 不出城 不迎战 少惹事 只要守好亚洲隐戏的 第一道防线就好了 但是现在呢 他的眼睛 忍不住向仙子飘去 似是在询问 先前定下的规矩 能不能改 不带仙子说话 雅典娜便甩心说道 他们耗费周折 不辞辛苦 不怕麻烦地专门押送百万俘虏 拔山涉水而来 就为了迎你们出城 因此 你们就更不该出城了 永远不让敌人 最想达到的目的得逞 这是很有必要的 何况 神秘老人手握秩序神石 可能就藏在某处 等着埋伏你们 一旦你们其中有人被抓 情况就会变得 无比恶劣且被动 比如 你和罗兰被抓了 雅典娜看向 叶红叶和罗兰 最后把目光 落在仙子的身上 仙子会更加为难 神秘老人 很可能会用你们的命 要挟仙子 关闭伤和大阵 莫忘了 你们都是 陈浩最重要的朋友 难道仙子会 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死 说那种情况真的发生 不仅仅是仙子很为难 即便陈浩醒过来 也会非常为难 问题的关键在于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把握 抵抗六神石中 最特殊的秩序神石 盲目出手 不可能逆转局面 也不可能真正救到人 所以冲动 不但毫无意义 还会让处境变得更糟 让凯延城 也变得危险起来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理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日神 身为最理智的智慧女神 雅典娜 也然已经成为众女的智囊团了 她几乎是把各种利害关系 与前在的危险 掰开了 揉碎了 讲给她们听 于是 你们看我干嘛 夜红夜贪手 我不乱来 做一个乖乖女就是了 老实说呀 被人管束 要像一个乖乖女般的听话 她觉得挺冤的 毕竟 她又不是陈浩那种朋友 不是陈浩的女人 但也不知为何 在觉得很冤枉的同时 她竟然觉得 这种感觉 其实挺不错的 或许是以前 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 所以这种被人管束 被人关心 如同有家人一般的 并且能够深刻感受到 自己性命 无比重要的感觉 就变得难得可贵了吧 这个时候 现场寂静一片 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仙子身上 所有的 所有指的是 不知众女的目光 落在仙子身上 整个凯岩城 乃至是城外百万平民俘虏 与万神盟的目光 也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可是仙子 却迟迟没有做任何的决定 雅典娜静静地看着她 看着万众瞩目的她 突然觉得 这段时间以来呢 最辛苦的 最疲惫的 最有压力的人 就是仙子了 因为她的每个命令 都关乎到数百万 乃至上亿人的生死 她心中每一次挣扎 都是理智与仁义 道德美德的交战 而真正残酷的是呢 很多时候 理智往往与美德无关 真理 也总是在经历了 血与火的印证之后 才开始被世人所接受 此时还没有出现 真正的血与火 世人都在仰望着仙子 期盼着她 做出正义的决定 他们善良地双手合十 默默祈祷 祈祷仙子可以仁慈 祈祷上天可以怜悯 而在砍岩城外的 数百米之外 阿波罗却没有耐心地 命令属下再次举起头刀 整齐划一的刀剑摩擦声 在黑夜之中 显得那么的冰冷 让人毛骨悚然 伟大的仙子 您还在等待什么 敌人已经到了城门口 为何还在犹豫 为何还不去惩处邪恶 有无知的民众喊道 仙子沉默无言 仍旧没有下达任何命令 阿波罗冷笑着 做了一个残酷的手势 手起刀落 一万俘虏齐刷刷倒下 如秋日收割的麦田 又像是今连倒下都明落骨牌 生命和其脆弱 万人一起死去时 飞进了雪花 也不过如烟花绽放的一瞬间 转瞬即逝 和上次一样的哀嚎传了过来 整个海岩城都静静的 静静的听着淒厉的哀嚎 静静的看着人命如草劫般的被投落 而后他们齐刷刷的看向仙子 眼中尽是不理解与愤怒 事情发展到此处并不是结束 反而仅仅是开始 当一万个尸体倒下了一分钟之后 西北处的远方忽然传来如雷鸣的轰鸣声 人们向西北望去 由火光滔天而起 远处一座座摩天大厦被火焰所笼罩 城市里有无数座大楼 所有大楼都被无情的烈火点燃时 从远处看就像是一个火炬一般的染红了半边天 啊 那个方向是莱斯城 那是一个有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他们竟然把整个城市都烧了 我的一个朋友也住在那座城 天哪 他是一个好人 他肯定死了 这次又要死去多少人 这都怪我们的仙子无动于衷 不敢出城 也不敢应战 他们实在软弱 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多少人死 民众之中尽是不满的谴责之声 相比于上次的网络直播 这次的屠杀就在他们眼前 哪怕被焚烧的城市 万商盟也特意挑选了一座距离砍岩城最近的城市 于是那些血与火都更加的真实 更加的触目惊心 火越来越大了 正如民众不停积攒的怒火 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 城内的人尚且如此 城外那些马上要被杀逃的人 自然便更加的愤怒 脑中 城里的脑中们 你们身为男人都像个女人一样没胆 马上就轮到老子死了 但是老子起码是站着死的 老子再怎么弱 也不至于在别人打上家门的时候不敢应战 不分内外的 猖狂的笑声 悲愤的嘲讽声 甚至污秽难听的叫骂声 从凯岩城内外不同角落里传了出来 不停地攻击仙子 然而 被他们视作软弱怯怒的仙子 承受着无数人的骂声 承受着整个天下的压力 脸上的神情 也没有出现过一丝的动摇 真正的勇敢 从来都不是迎接一场战斗 甚至不是面对死亡 而是当面对整个天下压力时 仍旧可以面目改色 是当整个世界都要反对的时候 仍旧可以坚持自己的选择 仙子无疑是坚强且勇敢的 所以他说 天方厮守 看好大门 不准任何人用战 不准任何外人进入凯岩城 他的声音质地有声 是那么的勇敢且明智 可惜 听到他的声音后 整个天下都笑了 他们不理解地笑了 苍凉地笑了 严防死守 这可真是高明的战术 敌人不过一两万人 还驱赶着近百万的俘虏 看言成为边境要塞 更是全民皆兵 驻扎着真正的千万雄狮 千万雄狮面对一两万人的敌军 居然需要严防死守 我真是没办法 形容这战术有多蠢 根本不需要千万百万 在我看来 此时排出一个千人的精英小队 稍稍冲杀 对方看守这百万俘虏就会自乱 可是我们伟大的仙子 竟然要求紧逼大门 严防死守 因为他的胆小 现在咱们也成鼠杯了 我不想回家之后 告诉我三岁的儿子 在凯严城的战役里 我当了懦夫 一位正系领人的中年特异骑士 偷偷抽出了剑 看来整个凯严城 都是没用的怂包啊 城门外 阿波罗很是无聊地挥了挥手 让属下又拉出了一万个俘虏出来 真是无聊 要不放低些条件吧 不用先辞应战 凯严城内 但凡有万千儿郎 站出来救人 兴许我见他们有骨气 心生心上知情 就把俘虏全都放了 明眼人都能听出这段话很虚假 但是除了虚假之外 更多人听到的是一种不屑与嘲讽 果然整座城都是松包 没人敢站住了 阿波罗尖酸刻薄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如仙子和雅典娜这样 境界高分的人 必要的时候 自然都可以道行通明 而不受别人言语的干扰 可是 凯严城中无数军士 却是齐齐握紧了拳头 或把手搭在剑柄上 他们的怒火压抑得太久了 他们也忍耐太久了 即将到达爆发的边缘 尤其是对加入凯严城的西方人来说 以及狂信者军团来说 他们的情况已经近乎崩溃 毕竟他们本就属于西方 西方发生的每一次屠戮 死去的就有可能是他们的亲人 正义 光明 这时 一万俘虏已经被推到前面了 其中一个大胡子俘虏仰天大笑 我是光明的信徒 我终其一生信奉光明 可是光明带给我什么 此时我在这等着被杀 光明的圣天使会救我吗 正义的仙子会主持公道吗 此话一说 情绪本被压抑到极点的狂信者军事 和守上军再又发忍耐了 尤其对于狂信者来说 他们失去了亲人 在叫骂声中又失去了荣誉 心中唯一留下的至少是信仰了 可是现在 竟然有人当着他们的面 辱骂神圣的天使 践踏他们的信仰 我要去死烂他们的嘴 我要把圣剑塞进他们的脑袋 好洗涤他们肮脏的灵魂 如果连信仰也被玷污 那生命还剩什么 若不能守护信仰 不能坚守正义 我情愿去死 终于 有人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几乎在同时 为了正义必须勇敢 大不了就是一死 又能如何 我宁愿死 也不当没用的怂祸 一群勇敢的正义之士 不顾一切地打开城门 冲了出去 凯岩城的城门 终究是被自己人打开的 远处的阿波罗笑了起来 那一抹阴险的笑容 显得特别意味深长 如果仙子和罗兰他们 始终不出凯岩城一步 如果凯岩城始终不乱 城门也始终不开 他还真没什么办法 可是现在呢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日升 第1260集 现在只要你们冲进凯岩城 就能活命了 他音小着对所有俘虏说道 于是 那近百位平民俘虏 就像是被利用的棋子 发了疯一样的 往凯岩城内冲 顿时 场面变得更加混乱了 俘虏死命地 往凯岩城内冲 正以知识们 勇敢地往蒙外冲 短兵相接 并没有所谓的拼杀产生 这是混乱 所有人都茫然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 阿波罗究竟想要做什么 就在这无尽的混乱 与茫然之中 忽然 天黑了 四周再也没有了一丝的光明 所有人都觉得 眼前往的一暗 宛如 末日要到来 这是怎么了 天怎么黑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突如其来的黑暗 让人们感到惊恐 因为 他们忽然发现 缺少光明之后 他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物体 可是 他们却没有想过 天 其实本来就该怎么黑 因为现在是晚上 并且是黎明 黎明前的黑暗 都是最黑暗的 而之所以 他们以前不觉得 天地如此黑暗 完全是因为 他们生活在光明的过渡 沐浴在光源 更加充足的世界里 片刻之后 终于有人意识到了什么 震惊地 向东方天际望去 这才赫然发现 东方大陆 久到冲天而起的 剑气光柱 少了一根 少的那根光柱呢 本该在凯岩城内 正是因为 那根剑气光柱存在 凯岩城 才能在深夜之中 亮如白昼一般 正是因为 那根剑气光柱存在 所以 凯岩城方言千里之内 才凶手不生 斜碎不乱 正是因为 那根剑气光柱的存在 阿波罗和神秘老人 才不敢冒人乱闯 所以当半个西方 惨遭屠戮的时候 凯岩城才能 依旧地 滚如泰山 同时也正是 那根剑气光柱的存在 所以 他们这些 所谓的正义之士 才有闲情去追求 所谓的荣耀和勇敢 才一直活到了现在 然而此时呢 那根至关重要的 剑气光柱 却消失了 在剑气光柱 消失的一瞬间之前 在城内的正义之士 勇敢地打开城门 去救人的时候 当数以百万计的俘虏 和正义之士们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制造更大的混乱之时呢 有一道黑色的影子 趁着城门打开的混乱 在数以万计 正义之士掩护之下 顺利地混入城内 而后 以全身狂暴的能量 炸毁了 剑气光柱的 阵法基石 仙子的反应很快 哪怕被数十万 数百万人混下了视听 在混乱产生的一瞬间 他还是警惕地意识到了 阵法基石 可能出现危险 他发现那道 奇快无比的黑影子 并且用最快的速度 用阵法的力量 将那道影子 斩出了碎片 可是 剑气光柱 终究是消失了 那道黑色人影 实力极强 只用了一击 就摧毁了阵法基石 这是一次成功的投他 仙子的脸色 变得有些苍白 闯祸的正义之士们 此时却如同 金光小白鼠一样忙着 因为 他们只想过 大不了就是一死 可是 当剑气光柱消失之后 他们看着 失去山河大阵守护的 凯延城 才忽然意识到了 他们的行为 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绝对不是 自己一死那么简单 黑色的影子 缓缓地慢慢地 在血液中蠕动着 逐渐地化作人形 重新出现 那是一个 全身皮肤焦黑的老者 血液就是他力量的源泉 他一边在血液之中 恢复着先前 被斩了数捡的伤势 微笑着看着 城墙上的仙子说道 紫色 趋利避害 目光短浅 傲慢自大 害怕失去一切 永远都是人类 千万年改不掉的漏蟹 他们热爱生命 于是当看到希望 永远不会考虑混乱 会制造什么结果 他们只会向 取光的小虫子 死命往有光的地方冲 更不会管别人的死活 他们热爱荣誉 于是绝对不会允许 自己的荣誉设的亲爱 为了守护自己的荣誉 愿意拼掉自己的性命 于是根本不考虑 除了自身荣誉之外 还有更多重要的东西 鬼根到底 大家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喜欢傲慢地 以自己那可怜的短浅的眼界 来评判世界 一论是非 并且以为自己真的比那些 真正的领导者更从更正确 所以哪怕要堪称 今天精神之阵的守护凯延城 还是破了 没什么力量能阻止 我前进的步伐 今晚所有人都要死 老者侃侃而谈 神经似得意 却又像是隐藏着几分怜悯 与这样的人类为伍 因这些无知的人类失败 仙子是否感到绝望 沉默 寂静 在神秘老人阴森的声音下 是无数人的绝望与悔恨 直到此刻 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之前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愚蠢 直到此刻 他们才明白 自己的行为 带来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他们全都被利用了 老东西我跟你拼了 死我也拉进所垫背的 人们再次发疯发狂了 如同扑火的飞蛾 紧接着扑向那浑身焦黑的老者 不得不说啊 他们勇气可加 但是飞蛾的命运注定是悲催的 他们连冲到老者身前都无法做到 便在一股无形力量之下 化作了恶心的血水 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作怪了仙子 一有人悲痛欲绝 当场取出匕首 插入自己的心脏 可是即便如此 又能如何呢 即便他们自杀 又能挽回些什么呢 不过是一群绝望的人 在绝望和悔恨之下 再也不敢面对苍白的现实 而选择懦弱地去死罢了 一切终究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和仙子始终的沉默 与冷静相比 谁才是真正的软弱 真正的懦夫呢 那么成破在即 仙子会如他们那样绝望 那样怯懦地自杀吗 亦或者仙子会投降吗 神秘老人相当好奇这一点 而且此时他对仙子 有着浓厚的兴趣 因为按照他的预估 照他对这些无核之重的理解 凯严成应该更早发生动乱才对 仙子能一直撑到现在 着实的不易 或许吧 但人总有犯错的时候 仙子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们有时或许愚蠢 有时或许自私 但总有一种无法泯灭的热情 隐藏其内 比如 他们可以为别人而死 为理想而死 为道义而死 尽管愚蠢 也总是有可取之处的 嗯 神秘老人很是意外 他没想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仙子竟然还在为普通人说话 人性必然是有弱点的 渴求所有人完美无缺并不现实 相比较而言 你想打造的世界 又是什么模样呢 没有人性 没有兽性 没有一切 万物如花朵般被你摆弄 两者相比 人性虽然有时愚蠢 却终究 比一个死寂的世界可爱太多 花落 仙子拔出了剑 万道光滑如影随形 他拔剑了 被所有人视作是懦弱无能的他 却在最让人绝望的时刻 最勇敢地拔剑了 这一刻 那华丽的剑光 不知耀红了多少人的眼 亦不知有多少人 忽然泪崩了 因为仙子说他们是愚蠢又可爱的 因为他们尽管愚蠢 生而为人的仙子 终究为人们而拔剑了 万道光滑如万道剑影 绚丽夺目 带着人们无数的希望 落在神秘老者的身上 激荡的气场 将地上的血与泥卷了起来 到处飞扬 可当一切落幕时 老者却一脸平静 仿佛那些剑 没有给他带来一丝伤害 事实上 也确实无法看到有任何的伤害 老者的皮肤有黑的有些发亮 如同黑色金属构成一般 硬挡住千子数剑 也毫发无伤 人们看到这种场景 不由得是更加绝望 没用的 改言成除了九州山河大镇 没有让我忌惮的东西 老者覆手而立 神情很是自信而从容 然后他向前踏出一步 于贱人在前而不顾 是所有人入屋 就这样 待人而从容地 一步一步向凯延城内走去 不要太嚣张了 燕机跳了出来 忽然有火焰降临 老者看也不看 甩手灭了火焰 继续往前 又有冰霜来袭 他抬脚踩碎了满地的尖兵 任由蓝色晶蹄飞舞 继续往前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61集 有雷霆四女 亦不能挡他一步 雷霆四女之中 火灾烧 光明盛放 黑暗清晰 陨石坠落 各种神通 各种神力 接近轰于他一人身上 终于 似乎是 察觉到了一丝危机 老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但是 也仅此而已 他只是 稍微歇息了一下罢了 散发着浓烈腥臭味道的血光 猛然从他身上升了起来 那些血光邪恶极了 每一缕能量 都至少代表着 数十或者数百人的生命 而无数大的血光 就是数千万 数亿的生命 最近 他实在很饱 血池经过上亿生命能量灌入 使得他 比以前强大了数倍不止 若在几天前 那些招数对我有用 现在伤不了我 他猙獰大笑着 血光顿时大胜 雷霆与火焰都被弹开了 同时被能量弹开的 还有众女的身影 老者冷笑一声 继续向前走 果真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止他进城了 这一刻 无数人因为神秘老者 强大而占领 他们悔恨着正义之事 冲出城门 制造了愚蠢的混乱 又因绝望而痛哭 而后便只能恐惧地看着老者 越来越近的身影 如在看着末日毕竟 现实总是充满讽刺的 当光明犹在的时候 人们总是容易习以为常 毫不在乎 也毫不珍惜 而当真的失去光明之后 曾被视作为空气一般廉价的光明 此时却成了众人的渴望 终于 老者到了城门之前 距离入城 只差一步之遥 首当其冲的便是 叶红叶和罗兰 以及天和雪雄他们 试图阻止神秘老者时 他们已经受了伤了 神秘老者 也一步一步向前 举起了无情的手 可是奇怪的是 少女们的眼中 却并没有绝望 就在这时候 忽然 天空变得明亮起来 宛如是东方亮起了 鱼肚般的白 宛如黎明前 最深的黑暗 已经过去了 白天 就要到来了 那光 确实是从东方亮起的 但是 并不是天要亮了 八道建筑 化作亿万道剑影 如同一条巨龙一般的 遮蔽了半边天空 这些剑 曾飞到九州各个角落 斩杀了数十亿的凶手 如今 他们远离了固有的位置 不远千里万里 如有灵性般的 齐聚在了此处 而剑是被仙子招来的 不要忘了 九州山河镇守的是九州 这里仍旧是九州的范围 仙子看着距离凯延城 只差一步之遥的老者 老者停下了脚步 仰头看着天空中的剑 眼眸中 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惊讶 他这是才明白 原来先前少女们一翁而上 并非是无脑疏私抵抗 而是在为仙子打掩护呢 为仙子争取时间 好让东方那些剑 全部都飞来 有点意思 但是守护九州的九炳剑 少了一顶 这样的九州山河镇 终究不够完美 差了那么点意思 他淡淡评价 淡淡问道 而且这些剑器 远离了原来的阵机 如无根之水 威力逊色了很多 你真的觉得可以杀我 你没有那样的把握 他继续说道 如果真的有 你就会选择 在我踏入凯炎城 踏入九州山河镇的区域之后 突然召唤那些剑 把我就地格杀 不是像现在这样 把这些剑召来 让他们悬而不攻 所以你没有任何把握 并且担心一旦攻击 不能奏效 局势没法收拾 仙子却道 你与凯炎城只差一步之遥 却没有进城 若我没有把握 你岂不是一样没有把握 这些剑器便杀不死 至少也会让你受很严重的伤 想必你是不太愿意受伤的 神秘老人大笑了下来 他笑得有些开心 有些张狂 因为他觉得仙子很聪明 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他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 但是在最后的问题上 仙子却错了 我在这不进城 不是我怕了 他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打量了仙子 看着他那仙尘不染的仙裙 感受着他那宛如天仙般高级的气质 忍不住地说道 我只是想问你 愿不愿意做我的新娘 这样我饶你不死 如果你让我开心 我能饶整个凯炎城的人不死 你那么恋爱普通人 考虑一下这个要求 仙子不说话 神奇因愤怒而隐隐颤抖 天空上无数饼剑也在闪斗 他的性子是最刚烈的 断然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 凯炎城的人们神情各异 有人大骂着神秘老人的卑鄙无耻 有人则回答子文 宁肯生死也不愿自己成为仙子的累赘 成为神秘老人要挟仙子的把柄 确实也有人目光闪烁 阴险地低着头 暗自期待着某种事情的发生 所谓死道有不死贫道 所谓人不为己天竹地面 所谓个人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仙子会遭到什么羞辱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他们能活着 他们哪里会管仙子的死活呀 善与恶在凯炎城上空交织着 仙子面临着抉择 雅典娜悄然走到他身前 小声提醒道 别忘了陈浩 他的意思很明确也很简单 别忘了还有陈浩呢 别忘了陈浩很快就会行 别忘了即便凯炎城破了 即便凯炎城里人全都死了 凯炎城后面还有更为广袤的九州 异常战役的输赢 证明不了什么 现在远远没到绝望的时候 仙子瞬间明误了雅典娜的意思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就在这时候 我改主意了 神秘老者忽然说道 你有真正不去的灵魂 任何人或神妄想征服别人的灵魂 都是无知的 傲慢 傲慢会导致失败 甚至导致死亡 为了保险 你还是做我的鬼新娘 老者宁小着 取出了一枚星红的石头 这样你就会如同温顺的花朵 乖乖听我的命令 花落 智序神石 亮起了星红恐怖的光 与此同时 血液世界里也亮起了一道光 那光有些刺眼 沉睡许久的陈昊 睁开了眼睛 陈昊睁开了眼睛 眉间有些失良 洁白的莲花映入他的眼帘 莲花 到处都是白色的莲花 陈昊有些纳闷 不知自己身处何处 只觉得是游在梦中 一滴清洁的露珠 从花瓣上滴落 落在他如刀削的眉上 轻轻的凉意 终于让他清醒了许多 他发现身边虽然不满 洁白的莲花 但是房间呢 却仍是冰墙上 雅典娜 留给他那个房间 他想起来了 这里是血雨世界的高墙 怀里传来软软的感觉 软妹子的软呢 倒是其次 关键是 怀里的感觉 不大很软 而且很暖 他低头向怀里 小悠姐姐望去 此时 小悠姐姐脸色红润 气息强大 而且稳定 身体棒棒的 简直健康的 不能再健康了 哦不 他的身体状况呢 已经不能用健康来形容了 而是完美 近乎绝对的完美 秩序神识的能量 就像是一个 最挑剔的建筑师 一言不合 一眼看不爽 就要拆除掉 生命大楼那种 他的生命大楼 本就很特殊 本就趋向于完美 而在对抗秩序能量过程中 他那本就接近于 完美的生命大楼 在近乎无限的 能量知识下 经历了无数次的毁灭 与重生 终于 在不知道第几百万次尝试之后 这座近乎不可能存在的 完美生命基因之楼 终于建成了 足足四十万亿个细胞 遵循一种 无法想象的完美秩序构造 呈现出了 精实的极致美感 他美丽的睫毛青长 悠悠醒了过来 发现 陈浩正在看着他 现在 总应该到第四天了吧 他的脑子 有些灰尘尘的 显然是 与睡得太久有关 而有趣的是 太长时间睡眠 使得他 脑子都有些睡晕了 他连自己在什么地方 都不太清楚了 却仍旧惦记着 那件小事 出来吧 仙道系统 仙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 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62集 陈浩俯身 轻轻吻向他的唇 那感觉过于甜蜜 棱小游 终于彻底被填醒了 弟弟 乖 以后叫老公 雪莲花下 有轻轻的喘息声 他脸红 暗脑 这小子好坏啊 玄机意识到 这莲花盛开之地 不知在何地 他难道不在血液吗 印象中的血液 明明到处是污秽 是生命的禁地 怎么会有莲花呢 难不成真是做梦吗 陈浩站起身来 向小屋外走去 随着他的步伐 冰墙的积雪融化 青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钻破冰层 茁壮发芽 然后迅速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花 他每迈出一步 身边就要开出好多的花 所有的花都影响了他 花见花开 好一个帅哥啊 这并非是陈浩故意耍帅的 也更不是他用仙术 表演什么戏法魔术 而是他体内潜藏着 过于强坑的生命力量 这种力量 简直比一个星球 所有生命力相加 还要旺盛 还要恐怖 以至于 使他无法完美驾驭那些能量 造成一定程度的赛影 仅仅是 赛影开来的丝丝绿绿的能量 便能让尖兵之下 埋葬无数年的种子 焕发新生 所以 雪地变成草地 它所过之处 遍地划开 他看了眼天书 好家伙 他直呼好家伙呀 因为 在石海空间内 天书光屏上 布满了刷屏文字 最后那行文字 赫然写道 混沌圣体融合程度 达到 百分之九十九 棱小悠看着这神奇的画面 看着那迎着陈昊招展的百花 莫名其妙生出 好大的醋意 好家伙 他也直呼好家伙呀 那小子本来就算 本就那么招女孩喜欢 现在还花见花开的 这要是去蓝星逛上一圈 那岂不是要把天下妹子们的魂 全部给迷倒了吗 而且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此时陈昊的身上 不停散逸着一种 非常独特的能量 那种能量 极为珍贵难得 冷小游不动声色地 闻了闻 顿时是神清气爽 他有理由相信 从陈昊身上 一散那些能量 轻而易举的 就能让重病将死的人 起死回生 让受冤将近的人 长生不老 好家伙 弟弟这是变成唐玉帝了 还是变成人生果了 或者 陈盘桃 但是毫无疑问的 他变得更加诱人了 他不着痕迹地主动 拉着他的手 凑到他的身边 冰墙之下 仍旧是被血色笼罩的世界 数日不见 血色似乎更加浓郁了 血羊如血月 也变得更加强盛 怎么要怎么回去呢 冷小悠没有在意 那些血羊与血月 他只注意到 陈昊弟弟 现在比他高了半个头了 真是好生高大为猛了 他真的长大了 所以 他好像真的不用 总是冲在他的前面了 除此之外 按照小时候的约定呢 好像真的也该开口了呀 陈昊却在看着 冰墙下的血色世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直到此刻 陈昊才更加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 在此刻他的眼里 血色世界是不存在的 庐山也是不存在的 他向远处眺望 那天 那地 那群山 那百川 那万物 皆遮不得他眼 空间与世界 接触一层浅浅的隔膜 仿佛随手一戳就能破 世界的构成也不再复杂 所有的奥秘 接近呈现在他的眼中 于是 他一眼便看穿了血液 看穿了魔剑 看穿了球龙 看穿了无数个 隐秘的空间与世界 而直到蓝星 最后 他看到了海岩城 心中顿时杀意顿起 冷小悠明显察觉到了他的杀意 有些不解 为了庆祝你的醒来 我决定送你一件礼物 陈浩忽然说道 礼物 是什么 冷小悠疑惑 陈浩看着前方 看着无数个世界相隔的海岩城 看着全身焦黑的某个老人 冷小悠是被那老人所伤的 那个老匹夫现在还正在试图伤害他的千子呢 然后 他不再看老人 反而转头 看向血液世界的日和月 看着神秘老人亲手打造的世界 嘴角微微笑起 对怀里的美人道 摘下日月送给你 言吧 他淡淡地向血液的日月挥了回首 狂风卷进着乌云 血液的血阳和血月 顿时被一道尾压的力量给禽住了 在那股力量不断挤压之下 硕大无比的日月 被压缩成只有拇指大小 体内血色污秽的能量被清理一空 变得透亮而美丽 如同一对绝世的宝石 血液世界却因此决断了能量的来源 摇摇欲坠 摇摇欲坠中 是亿万生命体的哀嚎声 凯岩城外 神秘老人宁笑着 秩序神石闪亮起了星红恐怖的光 整个凯岩城的人都紧张到了极点 毕竟无论是仙子还是雅典娜 都知道秩序神石的可怕 神石上的光越来越星红 越来越恐怖 老者的脸色也越来越争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手握神石的老者 眼睛瞪得流圆 神色极为痛苦 如同被人摘掉了心脏 又如是遭受到的 某种可怕力量反噬 张口喷出一口血来 而后 他若惊惊之鸟 也顾不上攻击 也再顾不上对付凯岩城 竟是猛地后退了数百米 警惕地看着四周 如同风鸟般的惊恐大鹤 神秘老人 警惕地扫射着四周 这一刻他惊恐极了 甚至有些怀疑人生 因为 就在他使用秩序神石 准备杀死仙子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一种 如同心脏被捏爆的恐怖感觉 尽管他早就已经没有了心脏了 可是那种濒死的压迫感 却很真实 很让人惊恐 已经很久没有人 能给他这种感觉了 可是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宙斯不会再醒了 大帝死了 陈昊也死了 魔君永远无法离开魔界 昆仑祖师 依然有自己 不能离开昆仑的苦衷 或者说 即便是魔君和昆仑祖师来了 也未必是他对手 纵观世界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威胁到他了 可是 为什么 他却突然被人给伤了呢 难道 这个世间 还隐藏着他不知道的 爵士高手吗 这一点的确很让人怀疑人生 不同于老者的经营不定 仙子和玉儿他们 看到老者退走 短暂的惊恶之后 立刻便想到了同一种可能 尤其是当雅典娜告诉他们 他刚才留意了一下分身 发现血雨发生了变化 此时很可能与陈昊有关之后 那种可能 顿时变得真实可信起来 可是 不管有多么的真实 多么的可信 终究也只是可能罢了 他们终究没有看见 终究无法触摸 于是 终究完全无法放心 直到 抱歉 这一觉睡得有些久了 他的身影在城墙上响起 他的身影出现在仙子的身前 真的是你 看到他熟悉的笑 看到他熟悉的脸 听到他熟悉的声音 仙子再也忍不住了 他不顾一切地扑进他怀里 不要面子 不顾矜持地缠在他身上 因为他为他紧张了太久了 担忧太久了 因为他太希望再抱他一次 太渴望再抱他一次 众女笑而不语 初期都没有一拥而上 和他去讲真好 因为他们也知道 这段时间以来 主持山河镇的仙子 是最有压力 最辛苦的人 所以 这个温暖的抱抱 总该是 应该属于他的 仙子笑了起来 笑他此时 没有出息 笑他此时的黏人 笑此时的仙子 根本不像仙子 忍不住地说道 现在的仙子世界 好像一个小蜜妹啊 听闻此言 仙子不由大炯 觉得这样真的好糗 好丢脸 忍不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成想 竟是把眼泪给瞪出来了 眼泪当然不是他 被陈昊这个混蛋气哭的 更不是 见到了想见的男人 故作矫情 要哭给他看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63集 而仅仅是因为 这段时间以来呢 他一直紧绷着一根弦 一方面担心着他的生死 一方面还要面对 神秘老人的威胁 维持山河大阵的运作 维持 凯延城的治安 所以 一直以来 他的脸色 他的心情 就像他紧绷的弦一样的 都是紧绷着的 一直到此刻 他才忽然感到放松 不需要再紧绷着脸色 可知自己的情绪了 于是 他纳如 男儿有泪不心弹的泪 便弹了出来 陈昊看着他的泪 抽其的没有安慰 任由他的泪水 痛快地横流 很坏很坏地说道 流吧 流吧 反正你今生今世 你的泪 只能为我一人而流 全世界 我也只允许我自己 一人欺负你 这真是好坏 好没良心 好流氓的情话呀 不愧是陈昊派的情话 千字不满地瞪他 狠狠拧着他腰尖的肉 竟又是笑了起来 这真是美好的一幕啊 不远处 冷小悠看着这一幕 又看了看脖子上 日月宝石项链 却是酸酸地小声嘀咕的 臭弟弟好欠揍啊 明明前一秒还说什么 摘下星星送给我 摘下月亮送给我 下一秒 又开始泡别的牛 只是 他嘴里虽然这么说着 眼中却是没有任何敌意 反而看着那二人 真挚地相拥 宛如一个傻姐姐般的 看着亲爱的弟弟 终于长大了 并且找到了美好的伴侣 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只是 当他意识到 他不只是姐姐的时候 这种笑容 就又变得奇妙了起来 一切都很美好 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呢 莫过于 有情人终成建树 并长相厮守 莫过于团聚在一起 而某种程度上而言 此时此刻 聚集这世上所有的美好 然而 忽然 一道星红恐怖的光芒 毫无征兆地 从眼出袭来 直指陈昊的眉心 那是秩序神识的力量 遥远处 神秘老人握着神识 笑得无比阴险 仙子健壮 不由大惊 众女的笑声 假让而止 直到此刻 他们才意识到 因为陈昊的到来 他们似乎有些过于放松了 神秘老人刚才 虽然受了重创 但是没有死亡 更重要的是 神秘老人手里 有秩序神识 他们真的太大意了 众人不由得 由此而惊恐 却是 什么都来不及做了 然而 眼瞅着那道 星红光芒袭来 陈昊却很淡然 他淡然地 伸出了一只手 混沌圣体的能量 散发着迷蒙的光 星红恐怖的能量 落在他手上 却没能给陈昊带来任何伤害 而后 陈昊手上用力 啪的一声 那能量 变如脆弱的玻璃一般的 碎裂成了无数的光点 随风飘散了 这 神秘老人 呆呆地拿着自己的神识 整个人都傻住了 仙子和雅典娜也呆住了 他们早就预料到了 陈昊搜醒之后 固然会变得很强很强 但是 却也未曾想过 竟然会这么强 毕竟 秩序宝石是六神石中 最可怕的神石 即便是宙斯和大帝 也忌惮不已 可是 陈昊却能徒手应接 秩序的能量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师弟你 真的 没事 是 仙子似乎仍旧不放心 小心翼翼地拉起了陈昊的手 果真是一点伤口都没有 即便是被蚊子钉一下 大大小小的也要留个伤口吧 可是 陈昊的手上 却是真的连一丝伤口都没有 细腻完美的皮肤 简直比白玉还要无瑕 当然没事了 他那无瑕的手 轻轻抚摸他的脸颊 师姐官 站在此处等我 带我去灭了那个恶心的家伙 我 他欲言又止 似乎有些担心 似乎还有话要说 陈昊那可恨的小子 却封住了他的嘴 吻住了他的唇 轻狗之后 他跳下城楼 对他挥手 别忘了 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只能我欺负你 说别人想欺负 他就死定了 仙子的脸色有些发烧 看着他那高大帅气的背影 暗自嘀咕 我 有没有搞错呀 我只是想 再说声小心 要不要这么聊 什么 秩序神神的能量居然 眼睁睁地看着陈昊 应急了秩序神神的能量 不但没有受伤 还生龙火虎地跃下城楼 神秘老人不禁有些傻眼 毕竟那是秩序神识的能量 连大帝和宙斯也不敢想去 即便是他在使用秩序神识的时候 也需要小心翼翼 生怕遭到神识的反噬 可是 陈昊却能硬挡住秩序神识能量 这实在是太邪门了 这一刻 甚至他怀疑自己的神识是假的 可是 神识上的恐怖波动 却又是那般的真实 他的身上肯定有某些奇异的变化 所以才造成了这奇特的免疫 神秘老人无暇细想 只能隐约猜到陈昊体质可能很特殊 不惧怕秩序神识的威力 既然如此 他索性把神识收了起来 看着月下城楼冲过来的陈昊露出满脸的凝笑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本事 血光猛然大声 从他身上升起 如冲天的血柱直冲天际 血柱的颜色不断变得加深 越来越红 也越来越暗 红的有些发黑 红 有滚滚天雷落下 落在那黑红的诡异能量处上 能量处上 雷光萦绕 点舌乱舞 如一道接天连地的雷光处 看起来极为恐怖 不远处 雅典娜看到这一幕 眉头忽然皱了起来 因为这一招他很熟悉 因为那些雷电的能量让他很熟悉 与此同时 他手中神王权杖剧烈颤抖了起来 那是宙斯曾经的权杖 剑隔数万年之后 权杖再次感应到了曾经主人的息息 雅典娜看了看手中权杖 又看向了远处老人 眉头越皱越紧 在老人身上 还有着很多的疑点 他没有弄清楚 比如 宙斯曾送了老人一枚不死丹药 让老人做守墓人 可据他所知 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那种丹药 再比如 以他对宙斯的了解 狡猾 多疑 连自己的儿女也不会相信的 必要的时候 连自己儿女也要加害的宙斯 没有道理会相信 神秘老人这种畸形变态的疯狂之神吧 这里面想必藏着一段 不为人知的隐秘 此时 神秘老人竟然连宙斯的招数都用出来了 雅典娜 不由觉的事情 一发的古怪可疑起来 我倒要看看这一招你怎么接 此时 雷电光柱凝聚的能量已经极为恐怖了 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 爬满了如蚯蚓般的青筋 额头上伸出汗水 毛子里写满了疯狂 然后 那雷电光柱如天柱倒塌了一般 向着陈浩身影 汉人杂趣 神秘老人对这招极为自信 因为这是宙斯的绝招 同时 也是除了秩序神识之外 他所能动用的最强攻击手段了 而且 陈浩的身后就是砍严城 城里有陈浩最在乎的人 有数千万的军士和平民 所以这招呢 不但威力很强 战略性也很强 强迫陈浩无法夺审 只能硬扛 很容易受伤 雷电光柱寒然杂下 再无数人注视下 陈浩果然没有躲避 只是淡然伸出了一只手 此时 他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 在浩荡天微之前 是那么不起眼 可是呢 仅仅因为他伸手托举的动作 那如天柱倒塌 蕴含着浩荡天微的一击 便硬生生的被他给截住了 举重若轻 倒塌的天柱 被他轻描淡写的单手托着 电蛇在狂舞 流窜在他身上 如清风般卷起他 额前发烧上的几根头发 似乎 所谓的毁天灭地的威力 在他面前 也只能起到这点效果了 他将额前几根头发 烫得有些卷了 而那黑红的能量柱 颜色逐渐变淡 就连上面雷霆 也无法狂舞了 然后 陈浩伸出了第二只手 他用了第二只手 一只手在上 一只手在下 一只手拖地 一只手折天 然后 他的双手 抓着能量光柱两端 手心相对 用力向你压缩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64节 顿时 所谓接军连地的恐怖雷电光处 在陈浩手心里 急剧缩小 最后 扑的一声 发出轻响 所有威能 接近在陈浩手心炸开 不得不说呀 那威力可真大呀 爆炸开来的威能 把陈浩的衣袖 都给炸黑了 但是 也仅仅是炸黑了 他的衣袖而已 仅此而已 寂静 风消消息 吹散了陈浩衣袖处的 一小个破口 卡延城内外 人们看的那一片 小小的焦黑布片 无论是敌是友 无论之前是否认识陈浩 此刻却全都傻眼了 这 这算什么 那么可怕的雷霆电流 只是让他发肆微弯 那么恐怖的能量 在他手心里被强行挤爆 只炸黑他的一片衣角 城墙上 叶红叶美丽大眼睛 瞪得比平时要大了很多 不停在心里想着 我了一个乖乖 怎么感觉所有人和这家伙 都不在同一个层次内了 强到这种程度 他还算个人吗 呸 应该说 强到这种程度 他还算个什么 与此同时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最震惊 最受刺激的人 莫过于神秘老人本人了 照他的意想 他的攻击 应该能重伤陈浩 再怎么不计 也应该让陈浩 受其轻伤吧 顺便再波及到凯延城 弄死个万尔八仙人 结果却是 他所谓的恐怖攻击 莫说想要伤到陈浩了 或是想要伤到陈浩 身后凯延城的人了 他的攻击 连陈浩脚旁一株青草 都没能伤到 落差过于巨大 已经到了一种神秘老人 完全无法理解 无法相信的程度 于是 这一刻 他甚至怀疑 自己看到的全是幻觉 是陈浩 用某种迷心之类的幻术 欺骗了他 一切都是假的 我苦心经营万年 我的实力早已不可能 被任何人打败 肯定都是幻觉 对 幻觉 从我站在凯延城的门前 即将进城 忽然受伤的时候 幻觉就已经产生了 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用幻术来迷惑我 老人受误阻挡的 仿佛洞上什么真相 指着陈浩 与凯延城的方向 吐血受伤是幻觉 陈浩其死回生是幻觉 他不可能不具 只需真实的能量 能轻易化解我的绝招 那就更是幻觉 我眼前的一切 都是假的 你们休想用这种 拙劣的手段骗我 看我破除了你们的幻术 他张牙舞爪的 如风里一般的 弄出了一株株黑色植物 那些植物 舞动的之外 与他一样瘋魔 所谓旁观者青 神秘老人被打击太严重了 明显已经疯了 以至于无法区分 什么是坏 什么是真 但是一直处于旁观者位置的 阿波罗 却很清醒 他清楚感觉到 此时陈浩 究竟有多么的可怕 清楚的知道 强大的神秘老人 完完全全的不是陈浩对手 甚至和陈浩都不在一个层次之内 这就意味着 他和老人已经彻底的败了 一切计划都跑汤了 不要说什么建立新世界 创造新秩序了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了 今天之后 即便他阿波罗还能够活着 也必然要像一条丧家之犬一般的 苟延残喘地活着 这让阿波罗非常的苦涩 更让他苦涩的是呢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明明他和神秘老人计划那么收权 为什么会失败呢 为什么陈浩会变那么强呢 强得那么离谱呢 以至于让他不得不逃跑 而且还是像只蚂蚁一样的 卑微地小心翼翼地逃走 是的 此时的阿波罗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蚂蚁 而蚂蚁逃跑 往往都是很悲哀的 因为他自以为翻山越岭 跑了很长时间 人们只要一迈步 就能重新追上他 只要那人注意到了蚂蚁 并且打算捏死那只蚂蚁 那蚂蚁就必死无疑了 而现在呢 他就是那个蚂蚁 可是造成这一切的后果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阿波罗无论如何也无法想通 仅仅是几天不见 明明已经该死在血域的陈浩 怎么会变成这么强呢 只是他怎么能想到 陈浩拥有大地意志梦想达成的终极圣体 并在秩序神石威能压迫下 因祸得福 使圣体潜力加快觉醒 直接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程度 百分之九十九啊 陈浩只觉醒了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和魔君搬腕子了 更何况是百分之九十九呢 百分之九十九的程度 力量还真是难以掌握 微风中 陈浩拍拍手 拍落掌心中的极雪黑灰 一副很伤脑筋的表情 圣体觉醒这么快 他真是伤脑筋的 比如 走几步路 搞不好就是遍地开花 实在是太骚包了 出场画面太娘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他是花神之类存在呢 再比如啊 严先神秘老人的攻击 以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完美让其弥灭消失 结果 操作过程中呢 他一不小心用力过猛了 导致能量内部压强太大了 发生爆炸了 把自己衣袖都给炸烂了 能量太强真是伤脑筋 居然还炸了衣袖 好这么丢人 陈浩很是苦恼地想着 然后 他握紧了拳头 看着不远处的敌人 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加苦恼的问题 究竟要用几分力呢 一半 或者三成 算了 三成吧 如果三成能量打不死 大不了再补一圈 万一用力过猛 把半个世界都毁了 那就操大了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陈浩最终选择了 只用三成力 毕竟啊 坏蛋努力那么半天 也没能把世界给毁掉啊 若因为他用力过猛 导致世界毁灭 或整个西风大陆 直接沉没 十几亿人 生灵涂炭什么的 那就真的是太操大了 受死吧 三成功力的一圈 尽管只有三成功力 威力仍旧悍然 沿着他的拳进 空间层层叠叠出现 无数的波纹 少在这儿骗人 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神秘老人 仍旧处在张牙舞者状态下 足有十万根藤蔓 与九千多颗石人花 迎上前来 顿时 全尽四米之下 花与藤蔓都被震得粉碎 那就像是一堆碎纸 遇到了无形的粉碎机 连稍大一点的碎块 都没能留下 眼睁睁地看着 十万藤蔓被毁灭 看着九千九百九十九朵 被他悉心培养了 三万多年石人花覆灭 神秘老者 终于清醒了一些 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 原来都不是幻觉 未曾秘密的拳击 扑敏而来 这次 陈浩算计得刚刚好 毁灭那些藤蔓与石人花之后 这一拳剩余能量 刚巧能灭掉神秘老人 或者说 刚巧能灭掉一个神 与此同时 阿波罗正在更加卖力地逃跑 他才是看出来了 已经完蛋了 神秘老人已经完蛋了 自己再不跑的话 也要完蛋 然而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就在他刚刚逃出一段距离 趁人无人注意 打算彻底开流的一瞬间 忽然 一条黑色藤蔓 缠住了他的腰身 阿波罗神经愕然 沿着那根藤蔓向起始点望去 不出所料的 黑色藤蔓的起始处 正是神秘老人的手心 在陈昊的拳头肆虐开了的一瞬间 在生死的一瞬间 他满脸凝笑着 猛地拉动藤蔓 把阿波罗拉到了自己身前 不 阿波罗绝望大叫着 恼恨地挣扎着 却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不 他甚至连挣扎都没有办法挣扎 不但他没有挣扎 还不受控制的 主动的 不顾一切的 释放自己的能量 使自己如同一个黑色太阳般的 挡在神秘老人身前 因为 他是黑色的生命 所有的黑色生命 都是神秘老人创造的 只要神秘老人愿意 任何黑色生命 都要乖乖听他的话 阿波罗终于懂了 从一开始 神秘老人就骗了他 从他被血池中复活那刻起 他的命运 变和一朵被随意摆动的花 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 没有任何意外的 阿波罗悲催地变成挡箭牌 出来吧 天道系统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65集 他明明不甘到了极点 明明这一刻 他对神秘老人痛恨到了极点 却是还要憋屈地 不受控制的发光发热 用尽所有能量和生命 抵挡陈浩内一拳的余威 为神秘老人换取生机 神秘老人笑得更阴险 更无情了 把阿波罗拉回来之后 在爆炸余波之中 他的身影像是一道黑色闪电一般的 向远处逃逸 很显然的 这都是他算计好的 他才不可能真的疯掉了呢 他在地下忍受数万年的孤独 搞了数万年研究 经历过数百万次失败 也没疯掉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疯掉呢 所有的发疯啊 不过是装疯卖傻 好让所有人对他放松警惕 以此来谋取一个逃跑机会罢了 留得青山仔 不愁眉山烧吗 他从来不害怕失败 只要他还能活着 只要他还能继续搞自己的研究 便必然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总有一天 他还会再回来的 他才不会认输 他才不要死呢 于是 死的就只能是阿波罗了 轰鸣声 剧烈的轰鸣声中 阿波罗的身体化作一堆碎泥 在化作碎泥的一瞬间 他的目光仍旧停在了 神秘老人和陈浩身上不停转换 眼神中满是不甘与怨恨 他早已经认定了自己身为蝼蚁的命运了 也做好了有可能被陈浩追上 然后被踩死的准备 却是 做梦也没想到 他这只蚂蚁 最后竟然是被另外一只更大的蚂蚁陷害 然后被陈浩踩死 所以 他死也无法瞑目 事实上呢 他根本就无法瞑目 他早已经没了磨 陈浩踩在他破碎脑壳上 向远说跳望 心想 那老头还跑得真快啊 一点也不像 几万岁上年纪的人了 他本来打算追过去来着 但是 当确认老者逃跑的方向 想到那方向上有某人之后 脸上顿时浮现出了细小的笑容 便不急于去追了 神秘老人根本不知道 陈浩追没追过来 他连回头都不敢回头 死命的低着头往前冲着 他想得很清楚 不管不顾的 先一路狂奔一万里 然后一头扎进深海里 在深海海底 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一万年之内绝不露头 万年之后 陈浩应该早就把他忘记了 若是陈浩短命一点 搞不好啊 万年之后已经死了 最终 能赢的人 还是他 只可惜啊 梦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别说是先飞一万里了 他连十里也没飞出去 突然被看到 前方有一个人 那是一个 亭亭玉立的黑衣美少女 手里握着一双黑白的匕首 神秘老人只看了他一眼 便再也无法 移开自己目光了 那少女身上 有这一种 让人着迷的秩序感 而且更加完美了 相比于上次相见 他的生命气息 更完美 更诱人了 如果是在平时 他绝对不介意 多看对方几眼 甚至把对方抓走 彻底研究一番 但是现在呢 他只想逃命 不想做任何事情 滚开 他凶恶地对少女喝道 他绝不愿意和少女交手 绝不愿意 让自己逃跑的速度 慢上一分 少女却是不理他 只是把玩着手里的匕首 吵死 神秘老人彻底怒了 立刻取出秩序神石 秩序神石再度亮起 星红色的光 那光芒如一道光刃 向冷小悠斩去 他要速战速决 他甚至想好了 用神石秒杀冷小悠之后 或者可以选择 顺便将他带走 毕竟 谁让他不开眼地 拦着路呢 然而 噔 空中传来脆响 冷小悠轻轻挥舞着黑色匕首 那道星红色的光芒 瞬间泯灭了 啥 神秘老人又傻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而下一瞬 冷小悠的另一个白色匕首 插在胳膊上 神秘老人眼睛瞪得更大了 不是因为疼痛 而是因为 他感受到了秩序的能量 冷小悠没有秩序神石 却拥有着和秩序神石 一模一样的能量 那种充满秩序的能量 通过他的匕首 插入他胳膊上 而后迅速向他全身扩散 秩序能量如淡淡的波纹 极浮秩序的美感 在神秘老人身上扩散 恐怖的是 那能量每扩散一寸 他那堪称不灭的身体 便被彻底摧毁一寸 他终其一生都在钻阴 秩序的力量 都在追求秩序的美感 最终 他却要死在秩序力量之下 这仿佛代表了某种因果与轮回 或者说 这种死法对他来说 是最好的归宿 不 尽管这可能是种不错的死法 但是神秘老人 却仍旧不想死 他咬着牙 瞪着眼 硬着头皮 体内的能量猛地爆发 砰的一声 那汹涌的能量 硬生生地将自己双臂 从肩膀处起去炸断了 在秩序能量扩散全身之前 他狠了 并且极为果断地自断双臂 所谓壮士道万 也不过如此了 黑色散发恶臭的血液 见到他满脸都是 他因此 付出了极为惨重代价 重伤的躯体 向地面坠落 原本在他手中的神石 却是随断壁处 飞溅的血液 一起飞了起来 脏臭的血 并没能够玷污 少年那干净的裙摆 但那枚绝世神石 却飞入他手心里 晶莹剔透的血色神石 是那么的恐怖 是那么的美 握在少女手心里 搭配少女那冷酷的黑衣 竟是那么的般配 好似 在千万年之前 那枚神石 本就是属于他的 神秘老人 残破不全的身体 不断向下坠落 看着那握着神石的少女 只觉得她是掌管一切秩序的女神 然而 少女却不会这样想 她看向神石时 毛子里 神采很淡 她只是在想 原来这就是秩序神石啊 原来这就是差点害得 我和我弟弟死掉的神石啊 原来 也不过而而 是的 原来 秩序神石也不过如此 不过而而 秩序神石又能如何呢 秩序力量又能如何呢 她那本就具有秩序潜力的身体 在秩序神石毁灭力量之下 在陈昊不停帮她续命帮助下 足足被摧毁重建了数百万次 以至于达到了一种完美的程度 此时 她的身体是符合秩序的 她的每一次攻击 天然具有秩序的威力 有没有秩序神石 对她来说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所以啊 哪怕神石在手 她的神情仍旧很随意 而这种随意 落在神秘老人眼里 却是一种胜利者 风淡云青的表情 她看着她 恨不得成为她 恨不得娶她而代之 因为她身上 有她梦寐以求 想要达到的极致的秩序感 她看着此时的她 像是看到了自己梦中 才会出现的画面 梦中自己才能达到的境界 只可惜啊 砰的一声闷响 她重重摔在了田间的田野上 摔得满脸是泥 也摔碎了她的梦 让她重新清醒 她顾不得此刻的狼狈 顾不得满脸的泥 反而鼓起了能量 像滑稽的泥丘一般的 要向地底深处钻 哪怕没有了双臂 此刻她仍旧想要逃 只是 嗨 陈浩的声音 忽然在她背后响了起来 饶有兴趣地看着 试着用头 在地上钻出裂缝的神秘老人 神秘老人的脸色 顿时白了下去 她回头向陈浩望了过去 知道自己完了 因为她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能量球 那能量球凝聚在陈浩的指尖 看起来那般的随意 可是蕴含能量却是无比巨大 至少足以摧毁她的神魂和身体 连一个细胞也不会留下 马上她就要死了 神秘老人不由绝望了 陈浩 等等 就在这时候 远处忽然传了一条声音 有雷光闪烁 雅典娜出现在麦田里 怎么了 你不想我杀她 陈浩有些疑惑 先等一下 雅典娜的 有些问题我没弄清楚 想多问她几个问题而已 你总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 陈浩总数据 第1266集 这个小小的面子 她肯定是要给雅典娜的 而且她也挺好奇 雅典娜究竟想问什么呢 以及神秘老人身上 还有什么秘密呢 回答问题 可以活命 不但雅典娜法问 神秘老人率先说道 你本来就是死的 谈何活命 人间不属于你 陈浩直接说道 那我凭什么 要回答你们的问题 神秘老人冷笑起来 因为选择权不在你那儿 若你想跟我耗着 就只能让自己 每天都很痛苦 直到开口为止 我想 以后世界也很太平 我有足够的耐心 让你开口 陈浩总 老者不说话了 在陈浩的话里 他听不出来 自己还有任何的希望 或许 体面并且痛快地死去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陈浩的一气 缓和了一些 奢求你们放过我 确实不现实 死得体面一些 或许还算不错 他做出老师的模样 说道 想问什么就问吧 宙斯给过你一枚 可以让人活十万年的药丸 这是雅典娜的第一个问题 是 神秘老人点头 但我从来没听说过 世上有这种药丸 雅典娜道 而且不管是宙斯时期 还是宙斯之父 上一代神王 乌拉诺斯所统治的时期 在整个神族历史里 这种药丸 从来不曾存在过 那我不知道 神秘老人自嘲道 我只是一个天生神力不足 畸形矮小 说明又短的可怜畸形的人 哪知道你们上层的事 他告诉我能多活数万年 甚至十二年我就信了 我没法不信 我快老死了 干嘛不相信 所以他送了我要玩 我就吃了 雅典娜为他为咒 两久不渝 那你是如何得到了 宙斯的力量 为什么你可以使用雷电 雅典娜问道 传诚 老着说道 我以前就说过 我是他的守木人 得到了他部分的力量 说得更清楚些 雅典娜继续追问 那是什么样的传承 通过什么方式来传承 那些力量 又是如何进入你的体内 你又要通过什么媒介来掌握运用 我 神秘老人欲言又止 似是没想到 雅典娜会追问得这么详细 这涉及到了另一个秘密 雅典娜沉默不语 盯着他的眼睛 等着他来回答 或者说 他在等着他露出马脚 等他承认自己说了谎 神秘老人仰头 看着他智慧的双眸 忽然有种错觉 他觉得雅典娜不是在追问他 而是在找他确认一些东西 而所谓的确认呢 很可能代表着他全都猜到了 他已经知道了一切 真相胡执一出 只不过终究无法完全确认罢了 这次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不愧是最聪明 也是最机智的女人 老者忽然大笑起来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也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不打算帮你确定那个答案 所以 声音到了此处假然而止 他的笑容也在瞬间凝固 身体毫无征兆地从内而外分解了 剧烈的能量在波动 他要自报 这就是他选择的死法 也是他最后的报复 宁死也不让陈浩和雅典娜知道答案 宁死也要让他们不爽 或许不只有不爽 还有灾难 当一个人决定要死的时候 是无论如何有法拦住的 何况 神秘老人选择死亡的方式 是这般突兀 他本在狂笑着 笑着笑着就把自己笑诈了 小心 陈浩把雅典娜拿进了怀里 几乎在同时 砰的一声 绿色田野被炸出一个大坑 黑色的碎肉与泥土漫天乱飞 成功掩饰了无数碎肉块里面的一枚小小的褐色丹药 毕竟 没有人能在碎肉和泥块乱飞的情况下 发现一枚同样是黑褐色如泥块般的丹药 哪怕那丹药如奇迹一般的 在神秘老人体内待了足足数万年也未曾被消化 即便是陈浩也没能发现 怎么的 临死还护海庄稼 他骂骂咧咧的 好似是在为那些被糟蹋的麦田而感到惋惜 雅典娜没有接他话茬 若有所思的像被炸出深坑处走去 好巧不巧的也是有意无意的 刚巧的向着那要完的方向走去 所以其他话茬的人呢另有其人 作为补偿 他的血肉成了肥量 不也挺公平吗 叶红叶的 这时 仙子和玉尔 燕姬 雪穹 罗兰和叶红叶 还有棱小悠 全部都聚集了过来 可谓是众美银级 远处的凯延城 更是响起了欢呼声 那喜悦之情 即便是尖隔了树里之遥 也能清晰被人感知到 众女的脸上依然挂着轻松愉快的笑容 神秘老人并没有说出所有的秘密 但是 那又怎么样呢 他终究是死了 万神梦也完蛋了 凶兽也完蛋了 这个世界将回到以前 无法想象的和平与安宁之中 既然如此 知不知道那个所谓的秘密又能如何呢 陈浩只是看着众女 美滋滋地想着 按照这么个节奏 以后我是不是能陪着媳妇们过上平静 没修没臊的生活了 他恨不得像那种生活狂奔 可是在狂奔之前 不知为何 心中忽然生起莫名其妙的警照 此时 雅典娜仍然在向那个深坑靠近 神秘老人已经死了 深坑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可能有什么危险 似乎此刻 从任何角度来想呢 都不可能再出现什么危险了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陈浩心中的危机感 确实越来越强烈 实力达到他这种层次 不可能会莫名其妙的疑神疑鬼 一切所谓的感觉呢 都是与天地间明明的奥秘相连 所以陈浩清楚 这种危机感绝对不容想去 只不过一时之间 他还无法确定 危机感究竟来自于何方 直到他看到了雅典娜 直到雅典娜 按到了一枚小小丹药之前 那枚丹药 就在他脚边上 看起来是那般不起眼 就连陈浩也没注意到 但是 陈浩提前一瞬 感应到了危险的到来 首先 他说他喊道 同时整个人飞扑了过去 几乎在同时 嗡的一声 那不起眼的丹药 闪烁出了雷光 半死耀眼的雷光 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 毫无征兆地出现 极为突然地抓住雅典娜的脚踝 然后向着地下猛一拉 带着雅典娜一起沉入地下了 顿时 那枚小小丹药消失了 雷光也消失了 雅典娜也消失了 谁能想到 那枚数万年前的丹药 不但能生出雷光 还能变成一个人 并在所有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掳走了雅典娜呢 这的确很出人意料 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前想到 即使是陈浩也没想到 但是他的反应很快 动作很猛 力量很大 他飞扑了过去 扑了个空 想也不想的 单手抓地 猛了一圈 咚 伴随着恐怖的巨响声 在他那惊天动地神力之下 大地如海浪一般的 被凭空掀了起来 地不知有几千尺身 但是仅被陈浩掀起来土地 至少有三千尺那么深 三千尺的泥土伴随地下水 冲天而起 竟是比凯岩城内 最高的摩天大厦还要高 比西方大陆最高的 那座千米高山还要高 比山还要高的水和泥土之间 有雷光闪现 那淡淡雷光悬浮在空中 停止了逃逸 毕竟啊 若在最佳时刻无法抽成而退 被挖出来之后再退 那便意义不大了 更何况 他手中还有不少筹码呢 所以哪怕陈浩在一番机遇之下 强得离谱 却也不至于让他因此而慌乱 泥土和水从空中速速落下 填满了地上的沟壑 陈浩站在地面上 看着那道雷光 不由得烧松了一口气 因为不管那道雷光是什么 不管雷光中的人是谁 只要没跑掉 只要可爱的情人雅典娜 还在他视线之内 一切便问题不大 一切便仍在掌握之中 然后他抬头向那道人影望去 发现 斜持雅典娜这个人 身材魁梧高大 狭如刀削 棱角分明 双眸不怒而微 最显著的特征是 在他没心处 有着一个雷电的标记 系统正在检测速度 检测完毕 速度离合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日程 第1267集 区区二十亿年人生 陈浩的阅历还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再怎么有限呢 看着那醒目的雷电标记 他也总能猜到 对方应该是雷电神之类存在 不妙的是 传说中的雷电之神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神王咒思 强大如你 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 真是让人惊讶 陈浩笑着看向对方 在血狱里待了七天以上 却没死 反而变得更强了 你才真是让人惊讶 咒思冷笑说道 显然 他知道和神秘老人 有关的所有事情 毕竟 千万年以来 他一直藏在神秘老人肚子里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原来 所谓的传承就是这个 你就是那枚丹药 因为你在他的体内 所以神秘老人的寿命 被延长了数万年 因为你在他的体内 他才能借用你的力量 来发动雷霆 来战斗 陈浩已经想通了 也难怪 当雅典娜问到神秘老人 关于传承细节之时 老人会不愿作答 也难怪 神秘老人临死自爆之时 会放声大笑 露出一副 即便是要死了 也要报复的表情 想必就是因为 神秘老人明白 只要自己死了 宙斯就会出现 与此同时 雅典娜也想通了 怪不得他寻遍整个世界 甚至连血液那种地方 都探查过了 却始终找不到 宙斯的下落 原来 宙斯化作了丹药 藏在了别人肚子里 认真想起来啊 这点其实也并不难猜 毕竟肚子里藏人 本就是宙斯的强项 他很擅长那么做 唯一区别呢 这次他是反其道而行之 没有在自己肚子里藏人 而是藏在了别人肚子里罢了 事实上 他早就这样怀疑过 所以才不止一次地 格外留心那枚所谓的 让人万年不死的丹药 只不过 以前最多只是怀疑 到了此刻呢 才彻底证实罢了 但是 他还是有些意外 宙斯会选择藏在神秘老人 那样畸形变态之人体内 按他对宙斯的了解 本以为他会更体面一些 不错 我就是那枚弹药 宙斯回答着陈浩的问话 当初我伤得太重 部分神力还被封印在了魔戒 处于最虚弱的状态 急需进入半死亡的沉睡恢复 而且这一睡 可能就要数万年 为了防止沉睡时遇到危险 我幻化成胆药 骗那个可怜的老家伙吃下去 至于为什么要选一个 那么畸形古怪的变态 则是因为他很擅长 让自己活着 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活着 他绝不贪财 也不怎么喜欢女人 不若是 不生非 爱钻研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像一个老鼠一样 躲在地底身处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也不露头 他绝对耐得住寂寞 如果要找安全的沉睡之地 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是不得不说 我也因此吃了一些苦头 他比我想象之中 活的时间更长 哪怕我已经醒来 却受险于腾出幻化丹药时 那些自我封印 无法主动脱离他的身体出去 换个角度 我能重获自由完全是你们的功劳 但是我没打算感激 陈昊沉默不语 听着宙斯的讲述 这才明白了故事竟然是这样的 故事讲完了 该讲点别的了 宙斯看着陈昊 猛地把手里挟持着雅典娜往前推了推 把六块神石给我 或者我杀了他 别试图耍花招 你应该确信 我有那种能力 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简单 这一刻 宙斯的声音无情极了 身上的气息霸道而有能力 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 他其实是雅典娜的父亲 田野里发生的事情有些奇葩 从某种程度来说呢 或许可以用可恶来形容 更为准确一些 毕竟身为一个父亲 却挟持自己的女儿 逼迫另外一个男人交出宝物 这画面 分明就是电影里的 示茧无耻的老父亲 胁迫女儿 并向有钱女婿 索要财富的既视感 显得是既猥琐又可恶 遭人鄙视 可偏偏呢 宙斯给人感觉 并不是那么猥琐 他远比电影里所谓老父亲 震惊多了 冷漠多了 狠辣多了 陈浩无法从他毛子里 看出一丝犹豫 仿佛只要听到半个步子 他就会立刻的让雅典娜去死 而且张口就要六块神石 好比张口就要拿走 陈浩所有的财富 这也比电影里那些 市井小人物霸道贪婪得多 贪婪无情霸道狠辣 他是一个活脱脱的枭雄 但是陈浩仍旧有些无法理解 这宙斯究竟是如何做到 对自己亲生女儿都如此狠辣的呢 难道这家伙连畜生都不如吗 陈浩最 陈浩觉得这让人很惊讶 可是雅典娜却是一点都不惊讶 反而是异常的平静 好似在他眼里 宙斯本就应该是这样的 宙斯的所有行为一点都没出乎他的预料 而既然不曾出乎预料 甚至连宙斯变成丹药的事情呢 他也就早有所怀疑 所以一股特殊的波动 突然出现在雅典娜的身上 那股波动混乱极了 与一切秩序相反 仿佛是另一个难以形容的极端 宙斯感到那种波动 骤然有种很不妙的感觉 不妙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呢 是能量波动给他感觉很不妙 其二呢 是雅典娜太聪明了 太精于算计了 早在数万年前就算计过他一次 那次便险些害死他 他不得不对他保持警惕 在你沉睡的这些年 我一直在学习您的技艺 努力掌握雷电 雅典娜悠悠说道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 我要毁了他 所以 这就是你的方案 混乱之力 此时 宙斯已经明白那种波动 源自于何处了 是的 雅典娜道 雷电本就生于混乱 所以属性最不稳定 也最难掌控 以至于一不小心 就会误伤自己 所以掌控雷电的人 从来不害怕敌人 最怕被雷电所伤 宙斯沉默了 因为雅典娜说的是对的 人们常用雷霆 来形容暴怒的情绪 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比喻 暴怒的情绪 真的就像雷电一样的 不但伤人 也会伤己 所以 若宙斯身上的浩瀚无边 雷电之力一旦失控 所造成的后果 你害怕失控吗 雅典娜笑着问他 得到混乱神识的数千年来 我不惜时常让自己失控 也要掌握混乱的本源能量 为的就是这一天 原来你是故意的 宙斯狠狠地看着他 他终于懂了 原来雅典娜是故意被他挟持的 雅典娜早就怀疑那单要有问题了 也隐隐约猜到了 他可能藏在神秘老人肚子里 所以 他才会在神秘老人自保之后 故意靠近那个深坑 故意在那些碎肉和血泥里游荡 最终目的的 就是为了吸引他来结识他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发动 近万年新掌握的混乱之力 拉着他一起同归于尽了 不得不说 这真他妈的太疯狂了 即便是如宙斯这般冷漠又狡猾的枭雄人物 也不由得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你疯了 快停下 我是你的父亲 他大声嗤嗷道 是的 你是父亲 可你却想杀死我 雅典娜道 那是因为遭在神王兴的时候 你就背叛了我 宙斯怒道 你用技把我绑起来 企图推翻我的统治 可我刚出生你就吃掉了我 以及我的兄弟姐妹 雅典娜道 那是因为诅咒 吴师说我的儿女会推翻我的统治 而且当年乌拉诺斯的统治也是被我推翻的 这是每一代神王都会有的诅咒 宙斯道 雅典娜显然知道那个诅咒 当年宙斯的父亲乌拉诺斯被无事告知 在他的众多子女之中 会有一个推翻他的统治 成为新的神王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离合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开局绑定日神 第1268集 最终宙斯推翻了乌拉诺斯的统治 成为了真的新神王 而讽则的是呢 屠龙勇士在龙死之后变成了恶龙 宙斯在成为神王之后 也面临着同样的诅咒 他将会被自己某个孩子杀死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宙斯便把自己所有儿女 吞进了肚子里 后来某天宙斯头痛难忍 让医疗之神劈开自己头来治疗 雅底那披肩耻睿地从他脑袋里蹦出来 这就是所谓智慧之神的由来 也是神王星球一场新的争端的开端 亦是众神之战的开端 如今回想起来 却早已经恍如隔世了 现在好了 若你我都死了 诅咒自然便不存在了 雅底那摇头说道 不 你个疯女人 我是不会死的 宙斯挣扎着 我乃真正的雷霆之神 对雷点的控制远在你之上 这种招数是杀不死我的 死的只会是你 他色列内人的恐吓呢 即便杀不死你 你也要受很重的伤 会有人帮我补上对你的致命一击 雅底那的语气平淡 仿佛早就算计好了一切 唯有在他目光撇向陈昊时 李氏无情的眸子里 才涌现出一抹不舍 他说会帮他补上致命一击的人 当然是昊了 正如当初在魔界约定好的那样子 他可以把神石白送给他 但以后某天 他希望他帮他杀死一个人 只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这一天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之时 他竟然会有些不舍 混乱的力量在不停加剧着 雷霆疯狂肆虑 一切都即将走向终结 宙斯完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 此时他可以选择立刻放了雅典娜 这样可以避免继续被他体内混乱之力影响 但是他会因此失去人质 无法继续威胁陈昊索要那六块最终的宝石 当然他也可以继续选择威胁陈昊 但是雅典娜这个聪明的女人 为了对付他专门研究了上万年的绝招 那也不是那种玩的了 他必须面对体内雷霆神力失控的风险 此时此刻无论怎么选 对他而言都不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很明显的他必须做出选择 混乱之力越来越强大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 再不选择他就无法选择了 然而就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 有人比宙斯更快地做出了抉择 神石给你 快放人 陈昊的声音突兀的响起 同时一块块神石已经率先飞向高空 最先飞出的是五块神石 那些神石滴溜溜旋转着 交相辉映 每一块神石都蕴含着极强神力 每一块神石都珍贵地不可想象 每一块神石对陈昊而言呢 也都是一段特别的记忆 但是 看着那些神石远去 陈昊的表情却很平淡 不管神石多么珍贵 不管那些记忆有多么的有意义 终究还是每一个大活人更加珍贵 也没有他陈昊和汉媳妇的命更加珍贵 然后 第六块神石也飞了出去 那块神石呢 是冷小妖手里飞出去的 他的神情一样的很淡 正如他得到神石那一刻想的一样 神石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终究啊 没有自家人的命重要 而且经历过血雨的事情之后 他非常理解陈昊的心情 如同在血雨中 陈昊绝对不可能放弃他一样 陈昊也绝对不会放弃雅典娜 何况 在血雨事迹中 若非有雅典娜投影分身 帮他和陈昊提供了安全的期许之地 他和陈昊能不能如此顺利的渡过危险 其实还很难说 总而言之呢 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考虑 雅典娜都是必须要救的 哪怕不顾一切代价 于是 宙斯想得到的六块神石 便仅在一瞬之间 便全部集齐了 全部出现了 六块神石不仅代表着陈昊和冷小悠 同时还代表大家庭的集体心意 比如 昆仑的天元神石 代表仙子和玉儿 黑暗神石代表魔女 宁静神石代表天和血雄 吉义神石代表燕姬 秩序神石代表冷小悠 混乱神石呢 更能代表陈昊 因为这块神石是雅典娜送给他的 并且让他杀人的 可是他却选择用这块神石来救他了 一群总是做傻师的傻瓜 雅典娜脑恨地想着 眼眶却微微红了 李志告诉他 陈昊和仙子他们的作为傻透了 可是李志如他却不禁被这种集体的傻所打动了 所以本无情本冷漠的他 不由自首地被感化 被驯服 他想 关于0520的一切 果然都是有魔力的 就像是这双数字一样 本就是有含义 有魔力的 看着六块神石高悬于空中 进退两难的宙斯狂笑起来 因为现在他不用两难了 从今以后 这个女人是你的了 他毫不犹豫地甩开雅典娜 仿佛丢起一箱物品般的 把自己新生女儿丢给了陈昊 而后两眼放光地看着高空旋转到神石 就像是恶狗看得骨头一般的 疯狂地向神石飞了过去 陈昊没有理会冲向神石的肉丝 也没有试图阻止 甚至连看都没看那些神石一眼 他只是在看着雅典娜 宛如看着自己最珍贵的宝贝 然后小心翼翼地接住他 把他搂在怀里 六块神石都给了他 接下来怎么办呢 雅典娜无奈问道 怎么办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陈昊怂怂先 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雅典娜不紧地看着他 你没听你爸说吗 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了 他向前迈出一步 做我的女人 站背后歇着就行 哪需要生这种浪迹 天上雷声滚滚 各种不同能量互相撕扯 宙斯握着梦寐以求的六块神石 严肃了莫如他 此时也不禁放声大笑 六块神石 大地的六块神石 当年的一战 他把所有的心血都 如如在这六块神石之中 如今神石全都落在了我的手里 若有神石在手 谁还是我的对手 六块神石彼此靠拢 彼此融合着 光明与黑暗的力量在交织 机翼的火焰 与宁静的蓝色冰灵 在碰撞着 极致的混乱中诞生秩序 秩序中依然有混乱的存在 伴随着这些能量的融合 一种更为极致 更为可怕 也更为复杂的波动 逐渐出现 那是一种穷尽世间美好 与邪恶的极致能量 感受到那种美妙又强大的感觉 宙斯的笑声越来越大 眼睛越来越亮 他紧紧盯着神石 宛如国王盯着自己的玉玺与宝座 宛如夺权者 看着自己即将得到的山河 而除了这些之外 他的眼睛里便再也不存在任何东西了 更不可能存在一丝柔情 情欲不过是兽性的发泄 哪怕女儿也只是可供利用的工具 唯有权力与强大 才是此生至高无上的追求 这就是神王咒思 铁血无情的咒思 与此相比 陈昊却完全站在另一个极端 做我的女人 站在我背后歇着就行 哪还有伤这种脑筋 空中仍回荡着她的情话 雅典娜听着她的情话 又抬头看了看冷酷无比的神王 心中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从小到大 她从未体会过真正被疼爱的感觉 哪怕是父母也从来没给她这种感觉过 她从小就发誓说 这个世上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住 父亲靠不住 男人更靠不住 她再也不要依赖任何人了 她只依靠自己 她永远不会相信任何男人 更是永远不会假人 所以她是理智之神 是处女之神 但是她必须承认 和陈浩相处这段日子里 她不止一次地体会到了 以前做梦也体会不到的那种 被呵护被疼爱的感觉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定 入生 第1269集 她的内心深处 所有的创伤都被她治愈了 陈浩 她忍不住轻轻唤了她一声 这才发现她已经转身走远了 我爱你 她看着她的背影 小声地说 这是她第一次说指三个字 哪怕陈浩可能不会听到 不晓得是 今天的风特别地友好 清风带着她的话 钻进了陈浩的耳朵里 她转过身来 满脸坏笑地看着她 口说无凭 只是嘴上说说可不行 得有点实际行动 比方说这次事情干完之后 你得帮我多生几个孩子 好个没正经的 还多生 你那么多老婆 说每个都多生 以后姑且要热闹得不可开交 雅典娜的脸色瞬间变红 心想 好个没正经的 还多生 你那么多老婆 说每个都多生 那以后估计要热闹得不可开交了 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 陈浩满意地笑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忽然轰的一声 一团恐怖的毁灭能量 将陈浩的身影吞没了 雅典娜的脸色瞬间惨白 抬头看向远处的宙斯 活该 在这种时候还分心谈情说爱 敢背对着我 找死 宙斯脸上露出残酷的笑容 丝毫不觉得自己手段 有多么的卑鄙 或者不光彩 或者说呢 她即便知道这样做很不光彩 能够偷袭的时候 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什么狗屁道义啊 什么强者的风度啊 她才不会管这些呢 此时此刻 陈浩是唯一能对她有威胁的人 但凡能有机会 让自己赢得更彻底 她都会毫不犹豫去做的 于是 当陈浩和雅典娜 你弄我弄 谈情说爱的时候 刚刚掌握六块神石的她 毫不犹豫地 就动用了最强的能量 瞄准了陈浩毫无防备的后背 发动了这致命的一击 所以 在她看来 此时的陈浩就算侥幸不死 多半也是要残了 毕竟 六块神石的能量是那样的惊人 陈浩先前又是那么的大意 混合六块神石的能量 如毁灭的焰火 在陈浩的身上升腾而起 她像被困在火中小小飞蛾 好似无论如何 也无法逃脱了 人们的脸色 不由得有些苍白 宙斯的神色却是越来越得意 为了防止陈浩逃脱 她更为卖力地 催动六块神石能量 以求将陈浩直接弄死 然而 老实说 从背后攻击挺没品位的 尤其是对伟大的神王而言 陈浩的声音 从毁灭光眼中传出 宙斯的脸色顿时变了变 因为陈浩的声音太平淡了 仿佛六神石的神力赛前 也只是等闲 似乎是为了印证她的猜想 陈浩微微抬手 随意挥了回衣袖 顿时 那光也灭了 陈浩从容地站在原地 衣装完整 发型不乱 莫说是受伤了 她身上连一片衣角都没破 这怎么可能 宙斯的眼睛 弄得比灯笼还要大 张大的嘴巴 足以塞下一个电灯泡 这足以可见她的惊讶 事实上呢 她也无法不惊讶呀 毕竟 早前陈浩和神秘老人交手时 应接一道雷霆而已 至少被烧掉了衣袖 此时 她应接他聚集的六神石之力 竟然是连片衣角都没破嘛 这根本不科学 除非 宙斯很自然地想到了一种可能 从一开始 她就嘀咕了陈浩 陈浩和神秘老人战斗时候 可能连一半的力量都没用出来 她的猜测是对的 陈浩与神秘老人交手时 从始至终 都只用了三成的力量而已 但是 宙斯只猜到了其一 却不知道其二 其二则是 果然跟我猜想的差不多 陈浩看着融合为一体的六花神石 回味着先前那攻击中 蕴含的混合神力 不由露出了笑容 她想 她已经知道了一切了 她知道大帝的终极目标 也知道大帝 因何要弄出六花神石来了 一切果然和她猜的都差不多 什么 宙斯不解地看着她 你知道什么了 这个嘛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她满脸欢笑 而后 轰的一拳 她拳头对宙斯老脸砸了过去 与对付神秘老人是不同 这次她用了很大力 玩这一套 宙斯还以为 陈浩是故意引她分心 神经有些不屑 六神石能量挡在她面前 抵挡了陈浩的拳头 可是当她感受到陈浩的拳头上携带的内容 无比熟悉 却更为完美强大的波动 脸色顿时就变了 果然 正如陈浩所说那样子 他马上就知道了 现在 他也懂了 然后 能量破碎 陈浩的拳头 落在了她的脸上 横的一声闷响 宙斯的身影宛如炮弹一般地飞了出去 撞在三十里外的一座山上 伴随轰隆巨响 山体轰然倒塌 烟尘四起的废墟中 宙斯擦了擦带起的嘴角 却不小心擦掉自己三颗牙 以她神体之强悍 以六神石融合之后提供神力之强 她竟然仍旧被陈浩内丝 一拳打掉了三颗牙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相比于陈浩的强大 更让宙斯惊讶的是 陈浩内一拳中隐含的能量 回味那全境中熟悉的波动 他的神情变得有些呆滞 太像了 简直是太像了 陈浩使用的能量 简直和六神石融合之后能量 一模一样 更准确来说 陈浩所使用的能量 比六神石融合能量 更加的圆融物如一 状态更加完美稳固 所以也要更强 身为大帝的宿敌 身为大帝争斗多年的人 毫不夸张地讲 宙斯对大帝了若指掌 他清楚大帝六款神石 是做什么用的 也清楚大帝的神通 又岂会不知道 大帝理想中最强大的追求呢 混沌圣体 宙斯有些不敢置信地 难难收到 这世上竟然有人可以修炼成混沌圣体 他竟然是混沌圣体 不错 陈浩的声音从天空传来 同时到来的还有他那从天而露的一角 其上蕴含着恐怖的混合神力 宙斯咬牙 使出全力抵挡 神石浩荡能量不出意外的再次溃散了 混沌圣体是大帝一生追求 六款强大神石呢 其实就是大帝融合无数神通 对理想中的混沌圣体的演化与魔法 换句话来说 六神石融合后最大的威力 也不可能超过混沌圣体的威力 这就像是假的 终究不是真的 而魔法呢 总是要比原创少几分的神韵 所以即便宙斯得到六款神石 也仍旧要稍弱陈浩一筹 于是陈浩的脚击碎他的防御 落在他的肩膀上 沉重的压力让他脊背微弯 双膝微弯 而后最终没能承受住那恐怖的力量 砰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大帝也没能承受住那庞大的压力 周遭数十米地面整体向下凹陷了三尺有鱼 坚硬的花钢岩 更是如豆腐一般的 油皱丝跪的粉碎 他跪在尘埃里 双手抓着粉末一样的粉尘 身体不禁地轻轻颤抖 因为他是神王啊 他从来不会跪谁 也从来没有失败过 从来没被人击败过 即使当年的大帝 也从来不曾给他带来如此强大的压迫感 可是现在呢 他面对陈昊的一脚 却被压得无力反抗 被压得跪在地上 这让他心里非常的不甘 非常的愤怒 你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即使六块神尸融合 也不会比混沌生体更强 所以才那么轻易地交出神尸 对吗 他沉生问道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猜测 陈昊淡淡说道 和神尸接触那么久 我不可能感受不到 可恶 那你还故作一副抉择的表情 分明就是在骗我 宙斯不由生出了一种被耍的感觉 心中更加恼怒 挣扎着一拳向陈昊递了过去 他确实有被骗的嫌疑 毕竟啊 若是六神尸的神力 仍旧无法提过陈昊 他何必和陈昊做交换呢 还不如直接拿压底纳做神智 使得陈昊不敢轻易出手吗 系统正在检测宿主 检测完毕 宿主您好 我是天道系统 欢迎您收听 开局绑地 日神 第1270集 越是这样深想 他便越恼火 他的神力因他怒火而变得更加汹涌 然而 陈昊却从容接受他攻击 一脚踢碎他的下巴 顺便在他那张威严的脸上留下一个脚印 高高在上的神王摔了一个狗肯尼 脸上的痛感终于让他清醒了一些 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 所谓的事实就是的 混沌圣体要比六神石略强一筹 所以 不管他如何努力 陈昊都能轻而易举压过他一头 他痛苦不甘地嚎叫着 他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样的失败 毕竟他是神王啊 理应成为天地的掌控者 怎么可能失败呢 连大地都难和不了他 他怎么可以输呢 可是 在短暂一秒发泄与哀嚎之后 他的身影却猛地向远处掠去 他最终接受了失败 狼狈的相条夹着尾巴的狗 用最快的速度逃窜 起头逃走 他的身形如电 如同真实的闪电 瞬息之间便是千里 身为雷电之神 快到了极致的速度 便是他唯一的仪仗了 陈浩神色平静 向他逃走方向望去 只是一眼 却将整个大千世界看穿 然后他从中踏出了一步 无数空间隔膜 如同水文一般的被轻易劈开 他出现在了宙斯的前方 见到陈浩如鬼魅般地忽然出现 陈浩不由地生出了绝望的感觉 他毫不犹豫地调转了方向 卯足了劲地继续逃窜 他是那么的疯狂 那么的卖力 一路上电闪雷鸣 可是陈浩却那么的从容 宛如闲听进步一般的轻松 总能轻而易举地把他追上 顺便在宙斯的身上 添上一道心伤 于是只用了不大一会儿功夫 强大的宙斯已然是遍体鳞伤 战斗到了此处 好似已经没有了悬念了 胜利的天平 几乎已经完全倾斜到了陈浩这一边 无数关注这场战斗的人 不由地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昆仑山上 轩缘祖师站在满是云雾的崖边 观察着九州山河里的世界 他脸上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眯着那双几乎要消失的小眼睛 一边看着蓝星世界里的战斗 一边满意地抚着自己的后须 好 打得好啊 这么多年 这小子不惜重生 不惜自毁修为 终究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也成就了胜体 所谓不迫不力 破而厚力 那么牛逼的修为 说不要就不要 真是好魄力 在他身旁 冯梦龙沉默不语 只是暗暗想着 第一次见到小师弟就觉得不烦 如今看来 真的很不烦 此时此刻 轩缘祖师的心情很好 话也很多 继续对身边的人说道 话说回来 你觉得那家伙和以前相比 是不是变了很多 以前 冯梦龙不解 大概三四万年前 宣言祖师到 冯梦龙明白 祖师说的应该是 陈昊上一世的事情 顿时好生杆杆地回道 师尊 那时我还没出声 宣言祖师挠了挠头 这才发现 自己问的问题 实在是有些超纲了 冯梦龙不过是他近些年 新收的弟子而已 自然不太可能知道 大帝那个时期的事情 更无法评论 上一世陈大帝 和这一世的陈昊 都有什么区别 然后 他想到自己年龄 已经大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程度 依心能记得的 有人什么的 骨头都在地下熬霉了 在这世上 早就没有和他同时带的人了 于是 看着昆仑山的风景依旧 不由得心中生出几分伎俩 然而 就在这时候 与当年相比 他的变化当然很大 一团黑气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了昆仑山的崖畔 化作一位黑衣中年的虚影 此中年 要么俊义冷酷 岂都不凡 美中不足就是 他竟然少了一颗门牙 说话有些漏风 所以 原本的冷酷和俊义呢 顿时添了几分滑稽 不错 此人正是当初啊 在魔界 被陈昊爆锤一顿的魔君打捞 哦 差点把你忘了 你这小家伙还没捞死 昆仑祖师 抚须二笑 魔君嘴角抽了抽 好歹他也几万岁年纪了吧 居然被叫小家伙 而且听了老不死的口气 说这个小家伙还没老死 怎么就感觉那么怪呢 打我是打不过那家伙了 以后我的目标是你 我要把你熬死 成为天下第一长寿的人 魔君没好气地说道 毕竟 他不能万年老二啊 每方面都老二啊 仙岩祖师并不在意 笑道 对了 刚才说到哪了 你说这个家伙和以前不一样 对吧 魔君道 当然很不一样 上一世 他是无痴 是道之 执迷于修行 虽说不止不记女色 但是对他而言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达到至高的境界 我到现在都没明白 怎么才算至高的境界 不得不说 他有很宏伟的理想 宣言祖师感慨道 那么现在呢 这一世的他 魔君向蓝星那群美丽的少女望上去 不自觉的甜蜜蜜 消失的门牙 恨恨地说道 是情耻 到处招风引蝶 堪称妇女之友 而且谁招惹了他的女人 谁就会倒霉 听了这话 看着魔君无奈又无力的表情 宣言祖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魔君没牙了 但是这也并非坏事 难道不是吗 所谓有心灾化划不开 无心插流流成音 上一世他那般执着于修行 反而没达到自己最想要的境界 这一世他不迟迷了 无意之中成就自己 到这玄妙 有的时候是说不清的 宣言祖师道 或许吧 魔君耸耸耸肩 继续观看着蓝星的战斗 此时战斗已经进入尾声了 宣言祖师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 鲜血染红他的战袍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 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了 陈浩却仍旧云淡风轻的 连衣袍也没有一丝破损 更别提什么受伤了 高下力判胜负力分 一切已经毫无悬念了 可偏偏在这种 看似没有悬念的时刻 宣言祖师站在 窗衣满地的土地之上 看着近乎无敌的陈浩 却忽然大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淒凌 又带着几分疯狂 最后化作了兴奋 我承认你比我强 老实说我以为这次死定了 但是咱们已经过了三百招 你没能杀死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陈浩懒得和他打雅谜 直接说道 不管这意味着什么 你已经不可能再成三百招 但是在这最后三百招内 若我不顾生死 疯狂翻扑 完全有机会杀死很多人 宙斯的笑容变得愈加阴冷起来 倘若被杀死的人里有雅典娜 有冷笑游游你的仙子 玉儿呢 你有什么感性啊 四周的风 忽然变得阴冷了许多 一如宙斯此刻 阴冷卑鄙的笑容 曾经雅典娜对他总结呢 一点没错 宙斯就是一个卑鄙冷血 阴险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顾一切 也不择手段的人 所以 哪怕他经常以万身之王自居 身上却从来没什么王者高贵的心神 只要能取胜啊 他才不管什么卑鄙不卑鄙呢 只为求胜 所以 这种人通常很可怕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宙斯不存在任何的负担和弱点 这下糟了 见到这种情况 魔君不用变得焦急起来 女人会影响战士臭刀的速度 强者如果情感丰富 迟早会遇到麻烦 而且那小子从来不知掩饰 现在好了 被人一眼没有准弱点 倒不是太糟 昆仑祖师轻腹白须 更为认真的盯着蓝星战场 仿佛已经做好了某种准备 魔君立刻懂了他的意思 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喂 我刚说完要熬死你 你就要去寻死 他知道 昆仑老祖可能打算出手 比如老祖可以保护众女 不受威胁 保护很多人不受威胁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71集 但是他更知道 昆仑老祖长寿的秘密 与昆仑仙山密不可分 就像是 鱼不能离开了水 人不能离开了空气 倘若离开了 可能就命不久矣了 这么多年我在想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达到一个又一个高峰 爬到最高的那座 然后又如何 万首无将跟天地同哨 若只是为了修行而修行 那追求更长的寿命而活着 即使才活个几十万年 不也挺无聊的 难道这人生注定是一场苦差吗 站在这座山头 仰望着更高的山头 就像山下那些凡人一样 没钱盼有钱 有钱盼有更多些 少年在期待之中快些长大 中年在期盼儿女成家利益 照看孙儿的老人 在期盼孙子长大 按想到孙子成人 自己就可以一样天年 修行也是一样 所有修行者都在期盼 更高的静静 达到更高的水平 人身先 万千生灵 永远都期盼明天 期待着将来某个特殊时刻 有一道光降临 那道光蕴含着幸福的味道 仿佛只要得到了那种幸福 人生就有了意义 一辈子也就值了 可是在那种人人追求终极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为此我不知道困惑了多少年 直到我看到这小子风流快活 活得如此高兴 我才明白 生命或许根本不需要意义 有意思就够了 老子活了几十万年早就活够了 是时候干点有意思的事了 言吧 他飘然若先 仿佛要乘风而去 然而 魔君却死死抓住老祖的手 一个老不死的 少在这拽文胡说八道 还是多活几年吧 这种事就算要干 也是我干比较好 魔君呢 你若离开魔界 赵司就会寻回更多的力量 就会变得更强 老祖说道 无所谓了 他在墙也不是陈昊的对手 魔君道 关键在于那小子有人善后就行了 你离开昆仑会死 所以那个人必须是我 昆仑老祖沉吟了片刻 他觉得魔君说的还真他妈有道理啊 但是当他想到他乃是昆仑仙主人 魔君却是魔界之主 所谓正邪不两立 魔君却这么怕他死 这真他妈好没道理啊 魔君拉着老祖的手 心里却在想着 老不死的 你千万不能死 你若死了 宙斯也死了 能和陈边太教授的只剩我 他以后寄阳小召人打架 岂不是天天怼着我一个人走 那还不如死到 只是 当二人处于争执之中时 宙斯身形如垫 快速离开原地 向着众女所在方位飞去 陈昊一步踏出 拦住他的去路 你紧张了 你怕了 宙斯狂笑起来 你拦不住我 只要我愿意冒着 受更多伤的代价前进 总是可以达到 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陈昊你认输吧 你不会有任何机会 尽管你现在强谈 你有致命的弱点 你不可能不在乎他们的生死 他们现在是你最大的累赘 宙斯哈哈大笑起来 身影再度化作雷光 陈昊不动声色 再次轻而易举地跟上他 宙斯毫不以为意 因为他知道 陈昊一两招之内 是不可能杀死他的 直到他听到陈昊叹息 以某句话之后 才改变了这种主意 看来不释放出 混沌圣体百分之一百的 潜力是不行了 陈昊难难说道 百分之一百 宙斯顿势争主了 你之前一直不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 陈昊很老实地答道 宙斯不说话了 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百 看似只差了百分之一 但是他知道 那百分之一可能无比重要 因为有了最后的百分之一 混沌圣体才能达到真正圆满 这将是一种质的蜕变 陈昊已经强得有些离谱了 他根本无法想象 若陈昊能再进一步 达到真正的圆满 究竟能强到何种程度呢 对此他无比恐惧 竟是也无比的好奇 毕竟啊 无数年来 论古说今 他皆是世间巅峰 足以与大地争锋 那么巅峰之上 究竟该是怎样一片天地呢 大地梦寐以求的 圣体大圆满 究竟是什么境界呢 强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太好奇了 也太心痒了 竟是有些忍不住想要见识 而且他相信 陈昊敢说这番话啊 多半是有把握 达到圆满的 既然如此 那好啊 你展示给我看 我看看你哪比大地强 又是如何达到了 我和大地触碰不到的境界 在此之前 我发誓 我不跟任何人动手 你放心大胆地去探索 如何让自己变得圆满 这我死当 我坦白说 我不觉得自己比大地更强 根据已知的事情来看 他应该比我勤奋 比我坚韧 比我有悟性 有着无数我无法企及的优点 好像只是我幸运了一点而已 陈昊拍落尖头一片枯黄落叶 看着那片普通叶片 继续说道 但是后来我发现 并不是这样的 人与人本就不同 哪怕所有人都说 大地是我的前世 哪怕他真的可能是我的前世 今生也是不同的 他有自己的优点 我的身上 也有他不可能拥有的特质 那些特质你也不曾拥有 或者说你和大地身上 都有一种致命的缺陷 是什么 宙斯道 孤寡 陈昊道 孤寡 宙斯无法理解 大地是地 地就是孤 神王是王 王就是寡人的寡 陈昊道 不管仁慈的 以天下为大任也好 还是残暴的 要统治世界也罢 本质上 你们只相信自己的力量 也只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你们很难有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知己 更难放平心态 以平等之心对待身边的人 乃至整个世界 这么说倒是有点意思 宙斯笑的 从这方面来看 我跟他确实相似 但是这算什么缺陷 燕雀安之鸿湖之志 鸿湖又何必和燕雀谈理想 自古高处不胜寒 无敌者多寂寞 又有什么稀奇的 燕雀安之鸿湖之志 鸿湖又怎知燕雀的想法一定低气 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陈浩的 愚蠢 难道强者 要和蝼蚁平等交谈 宙斯不屑的 如你一样 若非实情与几个弱者女人 有那么多累赘 怎会被我威胁 能容纳这世界上的美好和邪恶 方为混沌圣体 王者自学高人一等 是万物如蝼蚁 神思早已不在人世之间 是不可能体会到人间的美好和邪恶的 自然不可能羞肠混沌圣体 这 就是我所说的缺陷 陈浩呢 这 宙斯终于明白了陈浩的意思了 但是我跟你们不同 我有很多朋友 而且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我的累准 相反 他们是我的力量和源泉 一边说着 陈浩叹起手臂 不留余力地释放着体内能量 那些能量极为强盛 就像一个耀眼的太阳 任何人都能感受得到 宙斯的眉头紧紧皱了下来 他不明白陈浩的意思 可是 三千里面的仙子 却是准确明白了陈浩的意思 因为 他能感觉到 陈浩在寻求帮助 在寻求与他的某种辉影 然后 不但他感觉到了 燕姬 天河雪雄 还有棱小悠 他们全都感觉到了 于是 他们也抬起了手 丝丝缕举精纯能量 从他们身上涌了出来 与远处陈浩的能量 互相辉映 互相连接 红色的线是火焰 代表燕姬 蓝色的线则是冰丝 代表着天河雪雄 还有 白色的 黑色的 正义的 邪恶的 混乱的 秩序的 各种各样的线条 代表各种不同的能量 在空中连接成网 通过那张奇特的大网 他们体内 那足以与六神石 相提并论的能量 接连涌入陈浩体内 自离开血狱后 觉醒99%的混沌生体 终于有了反应 这些反应很轻微 却足以让宙斯恐慌了 因为这说明 陈浩成功了 陈浩真的又在变强 然而 这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网 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72集 同一时刻的海岩城里 雅典娜举继续双臂 罗兰继续双臂 叶红叶继续双臂 邓卿卿和周诗诗也举起了双臂 喜悦魔女举起了双臂 然后 整个海岩城的人都举起了双臂 所有人都向着天空大王 一起倾注的能量 育儿见到这种情况 却仍旧觉得能量太少 有些不够 于是 他小手在空中虚抓 通过天道系统 他可以分享陈浩百分之五十的战力 所以这么轻轻一抓 威力相当之扭逼 竟是将十只囚龙和魔戒空间避障 同时击穿了 天空上 顿时出现了两个大口子 三个世界的人仰望着 同一片有破口的天空 囚龙世界 孟兰国之内 成功代替陈浩登基的苏菲亚皇女 仰头看向天空 天空之上空空入野 但是他仍旧清楚地感觉到了某种熟悉力量的召唤 于是对郑国大将军点头示意 于是 整个孟兰国 包括魔法学宫 一起向天空之上那个窟窿贡献着能量 而在遥远南蛮丛林里 精灵部落之内 刚刚当上精灵族组长的少女 也同时举起了手臂 她的手臂仍是那般的光洁美丽 水蓝色的长发一如数年之前那样的温柔 大抵遗迹 眼眸不足 长相与小燕姬一样的小女孩 瞪着乌溜溜大眼睛 仰望着天空 最终她像是感觉到天空中那道气息 确定了什么 欢快跑进了古色古香的小屋里 娘亲 您看 是不是爸爸要回来了 眼眸女王笑而不语 仔细感应着那道气息 暗想 那个没良心的小家伙 现在居然已经这么强了呀 然后她举起了手 大大方方送上自己的能量 蓝星毛毛饮料加工厂 身穿黑色T恤的小萝莉 捧着果汁喝个不易乐乎 她就搞不明白了 为何同样都是果汁 蓝星的却这么好喝 怎么喝都喝不腻呢 以至于她一直兴起 用陈昊当初送她的银行卡神器 直接把整个工厂都买了下来 然后她的日子就彻底爽歪歪了 喝着饮料刷着剧什么的 简直不要太爽了 咱们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卡琳娜在一旁说道 还玩了这么久 也没去找陈昊 我 可我迷路了呀 小萝莉一副很无辜 这事儿一点都不赖她的表情 卡琳娜顿时讨声无语 心想 四神大人 您这是直接迷在饮料厂里 走不出来了吧 就在这时 少爷 他 圣骑士大人的召唤 来了 狄鲁鲁和艾莉莉小脸红扑扑的 穿着粗气的样子 看起来可爱极了 然后他们一起走出了房门 看着天上的窟窿 并真切地感受到了陈昊的气息 小萝莉顿时紧张起来 暗想 完了 这下被她抓到 肯定会被打屁股的 为了弥补最近太过贪吃 太过贪玩 而忽略陈昊的罪过 所以在这最后的时刻 她果断举起了可爱的小手臂 如同投降一般的 奉上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一时刻 摩羯血泽女王和杜落天使 昆仑上昆仑弟子 天本山玉三家 包括蛇女在内 无数人无数力量 接近汇聚在天空上的巨网上 又通过那张巨网 尽数汇聚到了陈昊的身上 这注定是一股强大的 难以想象的能量 是穷尽世间一切美好 与邪恶的极致的能量 是最终极的混沌圣体 才能掌握的能量 九十九点六 九十九点七 陈昊身上的气息 变得愈加混乱且可怕起来 在宙斯眼中 原本如楼椅般渺小的力量 极为成功地 在陈昊身上重新组合 画作了一座 让他也只能仰望的高山 在那座巨大的山前面 他反而渺小得如蝼蚁一般 这怎么可能 一群弱者的力量 怎么会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威力 他的神情变得越来越慌张 然后 他趁着陈昊 闭目汲取能量时 他宁笑着 手中凝聚出霹雳化作长剑 狠狠刺向陈昊的模型 是的 狡猾的宙斯 再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生死胜败面前 他从来都不介意 违背誓言的 他本就是如此的卑鄙 如此的不择手段 早在他告诉陈昊 绝不趁机动手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若陈昊在某一刻 进入顿悟的关窍 他就可以趁机动手 毫无疑问的 现在就是那个关窍 是他神王宙斯 反败为胜的绝妙时刻 可是 嗡的一声 他的剑 刚抵达陈昊意志之内 宙斯连剑带人 就被一股强大能量弹飞了 此刻陈昊太强了 强到宙斯 都无法靠近的程度 宙斯冷笑着 他并不气馁 反而更为阴险的 飞向凯延城的方向 瞬间来到 雅典娜和仙子的身旁 此时 他们双目威逼着 全身贯注地 向陈昊灌输能量 宙斯喊拉的灰剑 斩向他们脑袋 在他看来 只要是陈昊能分心 并且阻止陈昊 达到圆满 然而 碰 比先前更为强大气劲 猛然从仙子和雅典娜身上爆发了出来 宙斯连人带剑 被直接震飞了 张口喷出了一口淤血 他受伤了 强大如他 仙子与雅典娜 在他眼前 就如蝼蚁一般 可是 他却被仙子与雅典娜身上的气息 给震伤了 这怎么可能啊 宙斯几乎要傻掉了 雅典娜眼睛微眯 淡淡瞥了他一眼 嘴角忍不住得意地翘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 把不可一世的宙斯震飞 这种感觉很爽 此时 他们和陈昊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通过无形的网 他们和陈昊的生命相连 气息相连 又岂是宙斯所能伤的呢 可是 宙斯却不相信这点 他看到雅典娜那挑衅的笑容 不信邪地再次攻击 于是 雅典娜又开心了一次 一次又一次地尝试 一次又一次地被弹飞 此时的宙斯终于绝望了 因为 他发现 他不但杀不了陈昊 杀不了雅典娜 杀不了玉尔 甚至连凯燕城里 随便一个普通人 都杀不了 天上大网覆盖了整个视线 整个世界能量 都归陈昊所有 所以 世界上所有的人 此刻都如陈昊一样 而他 堂堂的神王宙斯 曾视视人为蝼蚁 此刻 却像真正的蝼蚁一样 连一个人都杀不了 不管去杀谁 都会极为狼狈地 被能量弹飞 好似 在整个宇宙中 就他自己最弱了 他从来没有体会过 这么可怕的感觉 他觉得 此刻的自己 真的就像是蝼蚁一样 九十九点八 九十九点九 感情经验 陈昊睁开了眼睛 不玩了 老子不玩了 有种你就杀了我 他发疯般地大喊着 如同飞蛾扑火弯地 向陈昊扑过去 身上能量疯狂肆虐着 看样子 可能想与陈昊同归一见 陈昊神情淡漠 很是淡定地 伸出了一根手指 顿时 覆盖整个世界 能量大网 改变了形状 变得就像一根手指 一根如山般 庞大无比的手指 手指扇 狠狠地戳在 宙斯的身上 压在他的身上 就像是 碾死一只蚂蚁似的 将它给碾死了 临死前 它用满腔的不甘 和怨愤 向陈昊 发出了 最狠毒的诅咒 世界 慢慢安静下来 陈昊手指上呢 最后一丝雷电明面 世界的新秩序 渐渐恢复 覆盖天空的能量网 渐渐消失 唯有宙斯的 恶毒诅咒声 仍在他耳边回荡 陈昊摇了摇头 丝毫不在意 根本没把那诅咒 放在心上 死 死了 宙斯死了 靠 宙斯居然真的死了 昆仑的牙判 互相拉扯着的 昆仑祖师和摩军 大眼瞪小眼 话说 他们本还争着 谁去保护陈昊的家人来着 结果 一转眼的功夫 宙斯却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家伙你看清了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1273集 魔君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没有天才 混沌祖师吹胡子瞪眼睛 世上唯一一次圆满状态的混沌 圣体出手 难得以前的画面 全被你个天才耽误了 这么说 你是怪我了 魔君大脑 又是要与他厮守到一块 两个加起来 不知有多少万岁的老家伙 扭打在了一起 只是 打着打着呢 闹着闹着呢 两人却又细节而起 抱在一起 很没形象地磨起了眼泪 因为啊 足足四万多年 这场战斗 终于结束了 他们心底压了很多年 那块石头 终于可以落地了 魔君终于可以离开魔界 到处走走了 昆仑祖师 终于不用时常站在牙畔 偷偷关注那云云众生了 这是一个值得普天同庆的时刻 不只对魔君和昆仑祖师而言 对于整个男星呢 也是一样 凯延城的民众们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只知道 卑鄙的黑暗的老人被杀了 最后好像又冒出一个浑身闪电的东西 但是最后强大敌人也被陈花击败了 他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于是为胜利欢呼 西方大陆的人们 原本还处于最深的恐惧和慌乱之中 他们听着一座座城被屠戮的传说 纷纷逃离了自己各自的城市来到荒原 而荒原之上呢 仍旧不满的危险 凶手到处肆虐 疯狂的到处吃人 可是忽然之间 天空之上出现了一道大网 然后一切都被改变了 附近的城市 没有出现新的火焰 地上凶兽也奇迹般的 被迅速清理一空 这简直就是神迹啊 于是绝望中重获新生的他们 虔诚地跪拜在地上 祷告着他们所信奉的神灵 有第一粒阳光降临世界 给世界重新带来光明 照耀着这个残破的世界 带来了以前绝无仅有的安宁和祥和 然后在这安宁的新世界里 勤劳的人们开始重建美好的家园 联盟已经不存在了 还好啊 西方有神育司 在重建家园组织秩序的时候 关键时刻 神育司理所当然的 在西方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叶红叶重操旧叶 替代那日被他砍死主教大人 成为神育司新的主教 西方大陆的新教皇 与此同时 东方大陆 在仙子和诸多能人意识引导下 城市的秩序和安定 也在稳步的恢复之中 全世界的人们 都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只是 在这个过程中呢 最被人人乐道 身上最有传奇色彩 经常被人提起 尤其是在与宙斯一战之后 已然被人们神话的称号 却消失不见了 很长时间之内 整个蓝星没有他一点音讯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而巧合的是 在陈昊消失的时间里 猫猫饮料加工厂中 猫哥在当地 疾伏盛名的佛罗利 也消失了 一系有人记得 猫天夜里 办公室里传来了 老公我错了 相比果汁 我肯定更爱你啊 以及 少爷轻点 之类的争议 所以 有人推测啊 饮料厂的富婆大罗利 应该是被他神秘老公 给接走了 九个月之后 东海的一座小岛之内 有一座别墅 背靠大海 春暖花开 陈昊一手抱着 强威大罗利 另一只手 抱着西方的圣女罗兰 看着电视里的节目 享受着安逸的生活 强威和罗兰 也很享受 这九个月以来的安逸 脸上时常挂着笑容 但是 有些人终究没那么安逸 难免有些不满 于是 哄 叶红也把女教皇的神官 砸在桌子上 不满地嚷道 有没有搞错啊 凭什么你们那么悠闲 我却这么忙 因为您现在是 神域寺女教皇 西方大陆最牛的掌权人 是女皇般的人物 这还不够拽吗 陈昊笑嘻嘻地说道 去 现在又不打仗 整天管那些琐事 我都无聊死了 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忽然落在罗兰身上 罗兰 教皇赶你去当了 听闻此言 罗兰小妞顿时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一副小女子已经退出江湖了 以后只陪夫君相扶教子 游山玩水 绝对不过闻事实的表情 那就你当教皇 叶红叶干脆把锅甩给了薔薇 凭什么是我呀 薔薇自然很不乐意啊 凭什么 你竟然还好意思问凭什么 叶红叶顿时露出了一副羡慕嫉妒恨 外加气息败坏的表情 就凭这段时间 就属你最安逸 就凭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 你在饮料厂里喝着饮料游戏着人间 所以现在也应该让你忙碌一下了 薔薇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关于这件事呢 他其实也挺愧疚的 他并不知道在回到蓝星之后啊 陈浩遇到很多麻烦 当初分开的时候呢 陈浩曾经叮嘱他 在蓝星啊 不要睡意惹事 不要乱杀人 不要乱动武 小罗里的思维呢 终究简单 陈浩这样叮嘱 他便很听话地这么做了 没有乱扰事 没有乱动武 尤其是进了饮料公司之后呢 便更是有一些乐不思蜀了 而身为永生不老之神 时间对他毫无意义 他对时间感觉一直都很模糊 曾经在长生店里 长生一觉睡醒啊 孟兰国的皇帝都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而那饮料公司地处偏僻 消息根本不太灵通 他又不像现代人那么爱玩手机 刷直播 自然也是无从知道 这世界上都发生什么大事了 更是不知道陈浩偷在做些什么呢 于是一不小心 就神经大条都玩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叶红也觉得他最安逸 这是有道理的 此时想来想去啊 在蓝星之上 几乎没能帮上陈浩的忙 也确实有些遗憾 但是 这遗憾归遗憾 欠意归欠意 即便要欠意 他也应该以后偷偷地多补上陈浩老公啊 这为何要当神运寺的女教皇呢 为了别人才是忙碌呢 于是他果断摇头拒绝 反正我不去 你 叶红也不由得好气 你若是不服气的话 强威看向陈浩的帅脸 巴基亲了一口 不服气 就也找个老公疼你啊 我 叶红也这次啊 是真的被气到了 他终于明白 为何小萝莉可以如此的安逸了 这分明就是陈浩惯的嘛 这分明就是有老公疼 所以说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呀 啊 强威却是忽然想明白了什么问题 看着叶红叶继续大气说道 我倒是忘了 以女教皇您的眼界与修文 除了我老公之外 可能您也很难喜欢别人 哼 谁会喜欢他呀 叶红叶嗤之以鼻 满脸不屑 可我共强老公的记忆时 却发现 你被他亲过 第一次是在御花园 第二次是在 强威小萝莉 一脸天真的侃侃而谈 叶红叶的脸色 腾得一下子红了起来 最近一次 是在贝克山中的地牢入口前 你们 小萝莉继续说道 罗兰别拦我 是我掐死他 叶红叶起得张牙舞爪 几乎要疯 就在这时候 砰的一声 一道人影出现在叶红叶的身后 很坏很坏地推了他一把 叶红叶没有防备 身体一个亮相 向沙发上的陈昊 扑了过去 必须要说的是 推叶红叶的人 绝对是一位超级高手 竟能把推人力道和角度 计算如此精妙 好巧不巧的 能让陈昊那坏小子 吻上叶红叶的唇 最近一次是 现在 强威恶然道 陈昊抱着怀中大美女 满脸无辜 叶红叶再次当中美情 脸色红得要低血 然后 她回头看向身后那个人望去 棱小悠一本正经 总算抱了初吻被夺之丑 出来吧 天道系统 天道系统 加载完毕 正式出击 欢迎收听搞笑系统文 开局绑定 女武神 第一千二百七十四集 叶红叶想起来了 当初啊 陈昊那混小子 让他帮忙找棱小悠 并且带过去一个吻 于是 小悠姐姐出吻呢 就没了 所以 小悠从背后推他 这是要让他把那个吻 再还给陈昊的意思吗 呸呸呸呸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分明这一家子都在欺负我吧 他心里悠悠这么想着 呸呸 陈昊干咳了一声 适时地把话题移开 女教皇若是当累了 放全给沈宇司的后辈也无所谓 反正西方的重建工作也差不多了 没必要太操心 另外 最近若是无事 我想组织一次远游 大家结班到附近转转 全当放松一下心情 我现在一点也不忙 棱小悠第一个开口说道 以往 她总是很忙 现在 她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说不忙的人 若把沈宇司的事撂下 我也不忙 叶红也道 不知道鱼儿和仙子 他们有没有时间 罗兰道 小声一下 演唱会要开始了 强威专注地看电视 期待着明星的演唱会 众人听完此言 立刻停止了说话 全都看向了电视 因为 这场演唱会的明星 实在不一般 他们就是 新时代著名的三小只 是新时代 风靡了整个蓝星的美少女组合 他们就是 一语儿 演技 天和雪穷 世上再也没有了凶兽了 东南西北到处也不打仗了 曾经身为女武神的他们 终于可以放下刀剑 追逐一下心底潜藏小小的梦想了 比方说 当一次明星 办上几场演唱会 他们在这个方面 极有天赋 有形象美丽 各有特色 自然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喜爱 所以 陈浩家的玉儿啊 现在真的是 天下第一可爱 天下第一的惹人喜欢 房间那众人 显然对玉儿也是非常喜爱的 他们和陈浩 并不太喜欢 过于热闹场合 所以 从来不曾亲自到现场捧场 但是 每一次演唱会直播开始呢 哪怕有天大的事情 他们也会暂时放下 然后 在电视机 或智脑光幕投影的面前 为玉儿他们献上掌声 电视里的演唱会 渐渐落幕了 玉儿和燕姬他们的声音 却在这座私人小岛内响起 他们身上 仍旧如往常那样的 充满了活力 没有一丝疲倦 并且非常开心的支持神号 要带他们远游的想法 决定暂时 停止举办演唱会 陪陈浩 一起去游玩 毕竟啊 举办演唱会什么的 纯粹是为了满足 个人小爱好 一家人开开心心呢 那才是真正的 重中之重嘛 到了夕阳 开始西夏之时 仙子和雅典娜 忙完了一些正事 陪着陈浩和玉儿 他们共计晚餐 远游 有多远 仙子好奇地问道 嗯 陈浩 沉吟了片刻 大概 从蓝星到魔戒 再从魔戒到 球龙世界那么远 先来个三姐友好了 也好 仙子道 上次虽然在 球龙世界 待过一段时间 但诸事缠身之下 根本没有游玩之心 这次大家可以放轻松 慢慢地玩 对 强威身边的卡雷娜道 我可以充当导游 还有我们 迪璐璐和艾莉莉道 众人笑了起来 雅典娜却忽然想到了一件 悬而畏惧的事情 小心翼翼地问道 周四死前的诅咒 到底是什么 到现在你也没说 总是让人有些不放心 我不是说了吗 不必在意 陈浩无所谓地说道 雅典娜皱眉 那个诅咒你应该知道 陈浩道 雅典娜想了想 看着陈浩的神色 立刻懂了 宙斯的诅咒是什么内容 如果真的是 那个诅咒的话 的确不用担心 但是 众女终究不是雅典娜 也不知道 神王星球内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更不知道 那所谓的诅咒 究竟是什么内容 不由的还是有些担心 陈浩继续说道 宙斯临死的时候告诉我 我若杀死他 以后我就是新的神王 新的神王 势必会面临诅咒 因神权斗争 而被自己的子女杀死 众女听了这个诅咒 很是认真地审视了陈浩一番 片刻之后 脸上重新挂满笑容 不以为意 因为他们无必确定地知道 神王死后呢 陈浩肯定不是新神王 因为他们的夫君呢 对于成为新的神王 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陈浩从来不是王者 而是 神王有什么好当的 实在无聊 陈浩怂了怂间 看着美丽的大千世界 说道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话一落下时 夕阳也已经落下 陈浩看向世界的目光 缓缓上移 落在了夜色里 出炉的星辰上 仙子很敏锐 动起了她的想法 同她一起抬头 看着夜空里的繁星点点 悠悠地说道 是啊 宇宙那么大 总要去看看 众女一起抬头 看着那苍茫无边的青春大海 内心不由生出了 无尽的笑话 在一个小世界里 当个神王 或者说 在一个小小世界里 当神王的老婆 有什么意思 实在太无聊 太没追求了 宇宙那么大 生命如此漫长 他们和陈浩啊 总是要去看看的 也必须去看看 或许 有完蓝星和 球龙世界之后 他们的征程 将会是 星辰大海 就在这时候 清风取来 带着几许新香 有女子美妙的声音 与新香 一起传了过来 如果目标是 京城和大海的话 可否一起组队 林青和叶星梅 一起出现 这时 远游队伍 变得更加壮大了 有来自东岛的 圣英姐梅花 叶家的叶星梅 明蛇家的林青 有0520的全体成员 有邓清星和周诗诗 有仙子和棱小悠 更有强威和雅底娜女神 叶红叶和洛兰 该来的一个一个也不少 或许啊 游完球龙世界后 再出发的时候 队伍里还会 再多一个女精灵 亦或者是 研磨部落里 强大的女王 因为世界那么大 他们都想去看看 有语言 语言 语言